美国的故事跌宕起伏四百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蓝老师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第九十九回 山雨雨来 1809年3月4日 57岁的詹姆斯·麦迪逊宣誓就职 成为美国第四位总统 麦迪逊接班似乎是水到渠成 因为长期以来 他就是杰斐逊政府的二把手 共和党的二当家 其实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 在当时并不那么自然 首先杰斐逊不是非推不可 宪法没有规定 总统只能任两届 当初路易斯安那构地案刚完成时 杰斐逊的威望如日中天 很多人希望他永远当总统 但杰斐逊总统在刚开始第二届任期时 就决心效法华盛顿 他说华盛顿将军开启了八年期满 主动退休的先例 我将追随这个先例 再有几个这样的先例 那就会成为惯例 阻止那些企图延长任期的人 他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仅成全了共和体制 也挽救了自己的声誉 杰斐逊要再当一届 那恐怕历史地位不保 其次呢 麦迪逊不是共和党唯一的选择 南方的老共和党人 提名詹姆斯门罗 北方呢 提名杰斐逊的副总统 纽约人乔治·克林顿 虽然他们都没成气候 但麦迪逊显然失去了杰斐逊 1800年革命时 那种一呼百应的气势 共和党的分裂不可避免 麦迪逊的落差 好像是用尺子可以量出来的 大家看惯了人高马大 气度不凡的弗吉尼亚人 1米88的华盛顿 威风凛凛 1米9的杰斐逊 儒雅风流 1米83的马歇尔 阳光帅气 1米83的门罗 英俊潇洒 再看看麦迪逊 只有1米6 体重呢不足90斤 体弱多病 面无血色 还有点猥琐 有点怯懦 比那几个老乡啊 那简直没法看了 幸好白宫的主人 他不是靠颜值吃饭 其貌不扬的麦迪逊 毫无疑问是最有政治智慧的国父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 他将是特别出色的总统 他属于第二代国父 跟华盛顿 亚当斯 杰斐逊这波1776年的人 那不是一茬 麦迪逊比杰斐逊小八岁 毕亚当斯呢 小16岁 比华盛顿小19岁 他是第一位没有参加过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总统 是第一位没在革命战争中扮演过主要角色的总统 也是第一位走进一间屋子 不会马上引起别人注意的总统 尽管麦迪逊政府被视为杰斐逊政府的延续 但麦迪逊不是杰斐逊 这说起来啊 也许有点八卦 但麦迪逊与杰斐逊最真真切切的不同 来自一个女人 她是总统夫人多利麦迪逊 麦迪逊不是令人激动的领袖 但多利是令人神往的女人 杰斐逊让大伙体验了八年没有女人味的白宫 哎 好无趣呀 现在这一切就要改变了 多利可不是一般人 她的两个姐妹嫁给国会议员 还有一个嫁给了最高法院大法官 也就是说 他们家在三权里都有自己人 当然最重要的是多利 她不是美女 却是首都华盛顿最出色的女人 每次美国人搞有史以来 最受欢迎的第一夫人排名 多利都稳尽前三 虽然第一夫人的称号 直到19世纪后半夜才正式使用 但多利被普遍认为是 第一个真正的第一夫人 她让总统夫人在政治生活中 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超越了马沙华盛顿树立的 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 人们喜欢叫她华盛顿城的女王 多利呢 比麦迪逊小17岁 她浑身上下散发出青春活力 照亮了身边的丈夫 麦迪逊疯狂的爱着多利 她的聪明 圆润 活泼 幽默 让所有的人都爱上她 她主持的沙龙 茶会 舞会 是首都社交圈 最受欢迎的活动 甭管你跟总统 是不是一条心 总统夫人 都会让你感到轻松 自在温暖 甚至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上 坐在主人位置上的竟然是多利 麦迪逊很自觉的就当上了主陪 大家不但不觉得她越位 反而很高兴 不必看总统那张一本正经的脸 多利呢 总是让老公有面子 让客人有尊严 他不会忽视你的心情 也不会错过逗你开心的瞬间 麦迪逊总是用赞赏的目光 看着光芒四射的老婆 一副家有先妻万事足的样子 享受着多利带来的每一分钟的快乐 多利为苍白的麦迪逊 平添了几分魅力 也为男人的战场 洒满女性的光辉 麦迪逊像杰斐逊一样内向 害羞 书生气十足 但他没有杰斐逊的气场 没有杰斐逊的浪漫 也没有杰斐逊的专横 他那又瘦又小的身躯中 有一个宽广的胸怀 他的大度和宽容 是弗金亚王朝的其他领袖 无法企及的 他对杰斐逊在任期间 任意干涉其他两权的做法 不以为然 他想让三权重新回到 分立与制约的道路上 然而麦迪逊的温和 被证明是把双刃剑 这不是吗 刚刚上任的新总统 就被国会摆了一道 麦迪逊提名 迦勒廷为新国务卿 迦勒廷呢 也确实堪当大任 他是联邦政府中 最有头脑 最有眼光的官员 为杰斐逊 执掌财政部八年 硬是没让不懂经济 又喜欢瞎指挥的总统 闯出太大的乱子 着实是不容易 但正是他的独立思考 和务实精神 得罪了激进的共和党人 以威廉布兰奇加尔斯 麦克尔雷布 塞米尔史密斯 为首的激进派 坚决不同意 麦迪逊的提名 这事要是发生在 华盛顿或杰斐逊身上 他们会毫不犹豫的 跟国会干架 就算我的提名 最终得不到通过 我也要让你啊 吐几声血 历任总统 都是这样 跟国会斗智斗勇的 实际上 凭麦迪逊的根基 只要他坚持 国会呢 还是要给他面子的 但是他选择了退让 因为他不愿意干涉国会 那怎么办呢 他只能让加勒廷 是继续担任财政部长 提名激进派 赛缪尔史密斯的弟弟 罗伯特史密斯 为国务卿 这个提名 倒是通过得很痛快 可是这意味着 麦迪逊 要自己给自己当国务卿 罗伯特史密斯 除了是赛缪尔史密斯的弟弟外 什么都不是 他不但对外交事务 一窍不通 还专门给总统捣乱 国务卿呢 算是废了 而麦迪逊挑的海军部长 威廉尤斯蒂斯 和战争部长保罗汉密尔顿 居然完全没有军事经验 可能麦迪逊觉得 海军部和战争部 无关紧要吧 反正现在又不打仗 他哪里知道 战争已经到了大门口了 糟糕的内阁并没有让麦迪逊的表现一无是处 宪法之父显然能掌控他熟悉的司法领域 他的前任不止一次的发痕 要废除司法独立 麦迪逊一点也不同意他的观点 其实三月四日的就职典礼上 最开心的人不是当选总统的麦迪逊 而是为他主持仪式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 这是他为五位总统主持的九次典礼中最愉快的一次 因为杰斐逊啊 终于走了 麦迪逊与杰斐逊的亲密关系 一点也没有妨碍他与马歇尔的友谊 他们互相欣赏互相尊重 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高度一致 麦迪逊一改总统与最高法院剑拔弩装的态势 主动向法院示好 每当法院在首都开庭 总统一定会请大法官们到白宫做客 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也提前送给他们一份 他拉升了司法权在联邦政府中的地位 以至于每年最高法院在首都的庭审 成了华盛顿社交圈的高潮 大法官们成了香波波 麦迪逊的支持 是马歇尔法庭进入了全盛的时期 法庭的成就 还得益于麦迪逊提名的两位大法官 特别是约瑟夫斯多利 斯多利当时只有32岁 是迄今为止或提名时最年轻的大法官 本来呢 麦迪逊看重的是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 约翰昆西亚当斯 他此时证任驻俄公使 约翰昆西亚当斯从小就是神童 天资过人当过律师 也当过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的法学教授 完全有资格当大法官 但他的野心在白宫不在法院 所以呢就拒绝了总统的提名 于是麦迪逊把目光转向同样是神童 同样是哈佛法学教授的斯多利 别看斯多利年轻 他是美国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 思想家 作家 学术成就捉住 他写的判词和他的著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他的一个案例 后来被好莱坞搬上银幕 由斯皮尔伯格导演 斯多利呢 是马歇尔的智库和左右手 他那像计算机一样的脑子 简直就是最高法院的搜索引擎 你输入一个词进去 他能给你一串结果 你经常听到马歇尔说 这是适用于本案的法律 斯多利去把他的理论依据找出来 除了工作关系 斯多利与马歇尔的缘分 那是天注定的 双方都在第一眼就爱上了对方 对于斯多利来说 年长23岁的马歇尔 那是如富如胸 他们在共同创造辉煌的同时 也分担着彼此的痛苦 从他们互相倾诉的自理行间 你似乎可以看到 他们曾多少次笑容洋溢 又多少次泪水连连 斯多利呢 最著名的书《论美国宪法》 就是献给马歇尔的 麦迪逊选中斯多利 是因为他是共和党人 谁知斯多利进了法院后 成了联邦党思想的 最忠诚的维护和倡导者 所以与其说麦迪逊是 慧眼十英才 不如说他犯了一个精彩的错误 别看麦迪逊在跟国会的斗争中 好像有点弱势 但他在宪法的原则问题上 一步都不会退让 比如1811年2月21日 麦迪逊做了一件 杰斐逊在位8年都没做过的事 他行使了一票否决权 事情是这样的 参众两院在2月8日 通过了一项法案 在于首都华盛顿 皮莲的亚历山德里亚城 组建了一个 以基督教会为基础的慈善组织 主要是为残疾人提供帮助 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等等 这些事教会本来就已经在做了 国会只是通过立法的形式 规范了教会的行为 听上去这不是挺好的吗 麦迪逊却说 非也 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 政府不能建立教会 法案虽然没说建立教会 但政府明摆着 是在通过支持教会的行为 来确立教会的地位 并通过教会实施国家的政策 此例一开 以后政府和教会之间 可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了 政教分离岂不成了空话了吗 你以为做慈善就可以违宪吗 世上有多少恶都是以善开头的呢 麦迪逊的否决信送到国会 按宪法规定 如果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 那法案就自动生效 总统也无可奈何 但议员们决定不挑战总统的立场了 别忘了当年的第一到第十修正案 是麦迪逊亲自起草的 即使大家不完全同意他的逻辑 他们也会尊重权力法案之父 对权力法案的解释 没想到仅仅七天之后 二月二十八日 麦迪逊再次使用一票否决权 还是为了第一修正案 这一次国会决定给密西西比的一个基督教教会 预留一块土地 麦迪逊说 你今天给教会土地 明天就可以给他钱 后天就可以给他派牧师 大后天就可以建立组织 还是那句话 政教分离何在 我可不能让政府这只脚踏进教会半步 麦迪逊在七天之内 两次否决国会的法案 足见他对信仰自由的所谓偏执 有趣的是 那个法案的受益者 本来应该得到土地的教会 事后给总统写了一封信 对他的做法是大家赞扬 他们大概是琢磨过味儿来了 自由还真的比土地更重要呢 勾成往事四百年 美国的故事继续开讲 如果说麦迪逊在司法领域的建树无人能及 那么他在其他方面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事实上呢 他是个非常倒霉的总统 像杰斐逊一样 他的整个任期都在外交危机中度过 杰斐逊的禁运法案 给麦迪逊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美国国力大损民不聊生 1809年3月 禁运法案虽然被废除了 但取而代之的不交往法 比禁运法案也好不了哪去 禁运法案是禁止跟全世界做生意 不交往法呢 是可以跟除英法以外的全世界做生意 但问题是 美国百分之九十的生意 是跟英国和法国做的 英法那就是美国的全世界 不跟英法交往 就跟不跟全世界交往 那是一样的 不过呀 这商人们才没工夫玩这套文字游戏呢 政府你爱跟谁闹 你尽管闹 只要我的船一出海 你还管得了我是去英国 还是去西班牙吗 不交往法跟禁运法案一样无效 搞得走私猖獗是民怨沸腾 但是呢 不交往法还是比禁运法案多了一点灵活度 灵活度呢 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英法两国的任何一方 放弃对美国的敌对政策 美国就恢复与他的自由贸易 设立这个条款的初衷 是鼓励英法向美国示好 让总统在英法之间啊 玩平衡 结果呢 麦迪逊给玩砸了 这第一个跟头呢 就栽在了英国人的手里 美英交恶的主要原因 是皇家海军在海上拦截美国的商船 截祸还有截人 截祸的危害 大家忍忍呢 就过去了 反正法国也这么干 算是咱们给强盗交点买路钱 但截人大家都受不了了 动不动就被这英国呀 抓壮丁 这太没有天理了 这种事 往小处说 是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了痛苦 往大处说 是极大的伤害了美国的民族自尊心 也侵犯了美国人心中最不容侵犯的一种东西 那就是自由 生命有价 自由无价 也许很多时候 自由通过利益来体现 但利益不是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 对切萨皮克号事件 如此较真儿的原因 切萨皮克号不是商船 是军舰 代表的是国家 自从1807年 切萨皮克号被英国打伤 船员被抓以来 美国人的反应情绪 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 跟当年闹独立时那个劲啊 一点区别也没有 他们觉得英国无视美国的主权 根本没把美国当独立的国家 咱要是不跟他干到底 那不就又变成了殖民地了吗 难怪很多人把1812年的战争 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 或者是独立战争的续集 其实这个说法不准确 我们后面还要讲 但是在当时 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从杰威逊到麦迪逊 联邦政府外交的主要目标 就是为切萨皮克号事件 向英国讨说法 这事不掰着清楚 那他们没法向国民交代 这两国非打起来不可 杰威逊和麦迪逊啊 都不想打仗 只要英国含糊其词的道个歉 给个面子 保证以后不再犯 那就行了 美国呢 甚至乖到不要求英国 以条约的形式 承诺放弃截人的做法 只要求他取消相关的议政会命令 当时的议政会相当于内阁 英国呢 好像也觉得这事啊 自己玩的有点大 答应了调查此事 但是这个所谓的调查 却总也出不来结果 至于保证以后不再干 那是万万不行的 就如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讲的 英法大战正撼 皇家海军正需要水手 那不抓美国人 他抓谁去啊 就在两国闹得不可开交的 这个节骨眼上 英国派了一个不靠谱的 驻美公使 叫做大卫厄斯金 这位老兄倒是对美国挺友好的 唯一的毛病啊 就是满嘴跑火车 他一来就跟麦迪逊说 说好消息 我们政府啊 已经决定取消议政会命令了 此时 麦迪逊刚刚就职不到一个月 是个新总统 但麦迪逊可不是外交厂上的新手 八年的国务卿生涯 应该告诉麦迪逊 下一步要做的是跟伦敦确认此事 但是麦迪逊没有 可能啊 大伙被禁运法案害得太惨了 可能啊 这麦迪逊太想恢复美英贸易了 他轻信了厄斯金的话 1809年4月19日 麦迪逊宣布 根据不交往法 既然英国已经表达善意 那么从6月10日起 美英贸易合法了 大家欢欣鼓舞了不到一个月 这伦敦就出来辟谣了 说厄斯金啊 胡说八道 我们可没废除 一争会命令 麦迪逊出了一个大洋相 简直啊 抬不起头来 厄斯金呢 被招回国 换了一个新公使 叫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 这杰克逊来了 劈头盖脸的 先把美国总统 就数了了一顿 说你怎么能相信 厄斯金的鬼话呢 这事搞得这么尴尬 哎 全是你的错 杰克逊的恶劣态度 让麦迪逊感到七尺大乳 他拒绝再与杰克逊 有任何形式的接触 就等于把这位公使 赶回了英国一样 至此 美英关系又回到了冰点 美国等待英国 主动放弃义政会命令 这是英国不会做 也根本不可能做的事 好像那老天呀 觉得形势还不够乱似的 他马上要让总统先生 在第二个跟头 这第二个跟头呢 麦迪逊就栽在了 法国人的手里 1809年年底 不交往法到期 国会通过了 麦肯二号法案 这个法案实际上 又向英法妥协了一大步 法案说美国将恢复 与英法的贸易 但如果英法两国的任何一方 继续坚持敌对行为 比如英国继续截人 法国继续截获 美国就要恢复 对该国的不交往政策 禁止与他的贸易 那么从禁止到不交往 再到麦肯二号 你可以看出 美国呀是越来越软 节节后退 禁运是我 绝对不理你们 不交往呢 是我不理你 除非你先理我 麦肯二号呢 是我理你 除非你不理我 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但是当美国退到悬崖边上的时候 英法似乎啊 还想退他一把 1810年8月2号 法国皇帝拿破仑表示 我们欢迎麦肯二号 只要美国给英国点颜色瞧瞧 停止与他的贸易 我们就扫除与美国的障碍 从此美国货在欧洲大陆畅心无阻了 其实啊 拿破仑就想哄着美国跟英国闹掰了 麦迪逊呢 他那沉不住气的毛病又犯了 他立刻宣布断绝与英国的贸易 等把英国都得罪透了才发现 拿破仑说话不算数 他那些关卡该怎么坑你还怎么坑你 对此拿破仑一脸无辜的说 我中央政府管不了各方诸侯 要不你跟他们挨个谈吧 这书虫麦迪逊 哪里斗得过枭雄拿破仑呢 他就这样被逼着 被骗着带领美国走向与英国的战争 就在麦迪逊 在外交上进退失据的时候 另一件大事又把他拖向了深渊 和中国银行的公司宪章 这个时候到期了 1791年在汉密尔顿的推动下 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中央银行 也就是和中国银行 有效期20年 当初在建立中央银行的问题上 反对最激烈的就是麦迪逊 那么还记得他与汉密尔顿那场 精彩的辩论吗 大家可以听一听 必要与适当这一回 共和党就是靠反对中央银行起家的 中央银行是汉密尔顿经济秩序的核心 也是美国迈向现代金融社会的标志 在过去的20年里 和中国银行是联邦财政的主心股 没有它就没有美国经济的复兴 正因为如此 与汉密尔顿不共戴天的杰斐逊 在上台后都没有感动这个合众国银行 因为杰斐逊不知道怎么对付没有银行的日子 20年的成果也让麦迪逊看明白了 他知道汉密尔顿是对的 可是他敢于坚持对的事吗 1811年中央银行到期 是续约还是废纸呢 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财政部长迦勒廷坚决主张续约 他苦口婆心的劝国会那些不懂经济的人 说你们不要整天拿着革命当饭吃 非把自己作死不可 但迦勒廷没有得到总统的支持 麦迪逊心里非常希望银行能够继续存在 但是就像他没有坚持提命迦勒廷为国务卿一样 他再次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回避 那么碰上这种老板 那你说迦勒廷累不累啊 此时的国会被1810年中期选举上来的一帮年轻人把持着 他们号称鹰派 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亨利克莱和约翰卡尔滤 大家呢要记住这两个名字 未来的40年将是他们的天下 这群鹰天天想着跟英国打仗 英国的一切那都是仇恶的 包括象征英式经济体系的中央银行 他们与共和党的其他激进派成员一起铁了心要翻天 参议院投票的结果是平局 可见争夺有多激烈 也可见有多少共和党人 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联邦党的代表作 不难想象 如果麦迪逊稍微使那么一点劲 如果他有汉密尔顿的勇气 或者华盛顿的魄力 银行续约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到最后 副总统克林顿投了那关键的一票 打破僵局 为合众国银行画上了休止符 这一次麦迪逊没有行使 一票否决权 因为他依然无法说服自己 什么呢 就是中央银行不是违宪的 有人说 他只是在维护自己的面子和声誉 因为他无法在面对 曾经全力反对的银行时 告诉大家 我改主意了 银行保卫战失败了 但至少这件事产生了一个好的副作用 那就是激进派对加勒庭的攻击 让麦迪逊是忍无可忍 他终于下定决心 加强内阁的力量 麦迪逊呢 把百无一用的国务卿 罗伯特史密斯炒了鱿 任命弗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 为国务卿 本来啊 为了门罗平克尼条约的事 那么门罗和麦迪逊闹翻了 这个上个一个故事我们说过 但门罗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鲁莽 哎 有点后悔 门罗和麦迪逊将近三年没有说话 期间 麦迪逊曾经提议 请门罗出任美属路易斯安娜的总督 但是门罗不干 说那个呀 太掉价了 门罗给麦迪逊的信号是 我要么呀不去联邦政府当差 要去就得做那个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 什么位子呢 那就是国务卿 很明显 他的下一个目标 那就是白宫啊 麦迪逊是个后道的人 本来啊 就对门罗没有恶意 他们一直呢也都是好朋友 只是有一点误会罢了 但是麦迪逊决定 先亮着门罗 杀杀他的性子 这俩人闹别扭 可急坏了他们的老师杰斐逊 他们俩都是杰斐逊 最好的朋友和最得意的门生 那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杰斐逊心疼的不行 去了麦迪逊家是又去门罗家 当然他们两个家住的很近 来来回回的劝 盼着两个宝宝赶紧是携手同心 挽回共和党日益分裂的趋势 1811年 杰斐逊利用自己的影响 使门罗成功当选为 弗吉尼亚州的州长 当然这是他第二次当州长 此时呢 麦迪逊正是内外交困 狼狈不堪 迫切需要门罗的帮助 两人终于是摒弃前嫌 握手言和 门罗入阁以后 对总统是无比忠诚 工作努力又高效 他和迦勒亭合作的也是非常愉快 明白人跟明白人 那不用废话 所以内阁的风气是焕然一新 门罗上任以后 立刻着手与英国的谈判 为避免战争做最后的努力 但一切有点太晚了 国会中的鹰派声音越来越大 战争迫在眉睫 随着1812年大选的来临 有人甚至传说 说克莱去威胁麦迪逊 说你到底想不想接着当总统 想那就宣战 不想我们另找别人 最后呢 麦迪逊是为保总统宝座而屈服 当然这个说法应该不是真的 克莱不太可能这么干 但你至少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气氛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一向谨慎的麦迪逊 在经过痛苦的挣扎和斗争之后 终于在1812年5月 开始起草给国会的信 请求国会对应宣战 那么美国将走进一场 什么样的战争呢 它准备好了吗 请听下一个故事 1812 美国的故事 跌宕起伏400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蓝老师 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 第一百回1812 1812年6月1日 麦迪逊总统就来到了国会 他宣读了他的战争咨文 麦迪逊总统回顾了 自1805年 节一条约结束以来 英国对美国的敌对行为 和美国为解决争端 付出的外交努力 然而 所有通往和平的路 已经封闭 战争不可避免 也不可延迟 麦迪逊说 我做了我的职权 允许我做的一切 现在是国会 做选择的时候了 他请求国会 对英国宣战 6月4日 众议院以79票 对49票的压倒性多数 通过了宣战决议 几天以后 参议院也以19票 对13票通过 那么参议院呢 显然是更加谨慎 因为联邦党在参议院 还是有一点声音 虽然他们也无力回天 就这样 美英之间的第二场战争 爆发了 爱国情绪高涨的美国人 喜欢把它叫做第二次独立战争 但实际上 它跟独立啊 没什么关系 英国从来无意否认 美国的主权 事实上 对英美两国来说 它都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如果你要是做一个调查 你可能会发现 99.9%的英国人和美国人 不知道他们的祖先 居然在1812年还打过一架 甚至连学者们都不知道 该给这场战争起个什么名字 英国人觉得呢 它只是拿破仑战争的一部分 美国人就胡乱用年代 把它命名为1812年的战争 尽管这一仗一直打到了1815年才结束 但是这场规模不大 伤亡不重 给人印象不深的战争 对美国人的心理影响 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想象 1812年 英国长辈陆军有25万人 海军900多艘船 有人说呢 是1000多艘 美国这一边呢 临时凑起来的正规军和民兵共有一万人 海军16艘船 当然也有人说是18艘或者19艘 力量这么一对比 你一定认为美国人疯了 明明若报了 却主动宣战 完全是活得不耐烦的节奏 而更讽刺的是 就在美国对英国宣战的同时 也就是6月11日这一天 英国决定接受美国国会的 麦肯二号法案 废除义政会命令 放弃实施多年的海军政策 希望恢复英美贸易 也就是说 这场战争的起因已经消失了 可是在没有电报 没有电话 电脑的年代 消息从伦敦 传到华盛顿 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 美国已经宣战 覆水难收 大家呢 只能莫名其妙的 硬着头皮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美国人好斗不假 但他们绝不会在 丝毫没有胜算的时候出手 他们更擅长 投机取巧 这次呢 也不例外 英国虽然总体实力远超美国 但它在北美的力量 确实有限 此时 拿破仑战争 正进行的是如火如荼 英国和俄国组成的第五次反法同盟 眼看着就快撑不下去了 1812年6月 拿破仑率60万大军入侵俄国 踏上了他的地狱之旅 但在当时 谁也不知道 这是如日中天的拿破仑帝国 走向灭亡的开始 这个时候的英俄 简直是快吓死了 史上吃奶的劲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根本无暇西顾 英国在北美的陆军 主要集中在加拿大 一共也不到6000人 海军呢 也只有16艘船 美国就是看准了自己 在局部地区的相对优势 才趁机发难的 这跟英雄主义呀 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但问题是 这场战争 它值得吗 这看上去啊 战争最直接的原因 是英国欺人太甚了 到1812年 皇家海军 已经拦截了 500多艘美国商船 抓了1万多名美国水手 还封锁了 几乎所有的欧洲港口 美欧之间的贸易 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一切 确实让人啊 无法忍受 美国人的激烈情绪 可以理解 但是 就这么简单吗 若没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美国人呢 那才不会拼命呢 很多学者认为 即使没有海上的冲突 美国也会宣战 因为英国妨碍了它 最要命的利益 什么呢 那就是大陆扩张 对美国来说 大陆扩张 意味着向西 向北 向南推进 这是自华盛顿起 就奉行的 所谓国策 北美 那是美国的 谁拦路 咱就打谁 没二话 向西 夺取印第安人的领地 向北 占领英属加拿大 向南 吞并西属 佛罗里达 侵略墨西哥 那南边的墨西哥 还有西班牙 那倒霉是早晚的事 这且按下不表 西边和北边 最大的拦路虎 那就是英国 寻他的晦气 那不是应该的吗 1812年的战争 既是美国 反抗英国压迫的表现 也是美国 自身野心膨胀的结果 长期以来 最让美国人头疼的 西部问题 就是印第安人问题 自从英国殖民者 来到北美 印第安人的厄运 就开始了 从弗吉尼亚的 昂格鲁波瓦坦战争 到新英格兰的 菲利普国王的战争 从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 也就是青年战争 再到独立战争 印第安人 遭遇灭顶之灾 失去了北美东海岸的家园 被迫前往西部 印第安人战败 似乎在预料之中 毕竟物资 武器都相差太大 但更要命的是 印第安人回回都站错了队 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 他们与法国一起打英国 结果英国打赢了 法国打败了 独立战争中 他们与英国一起打美国 结果美国赢了 英国败了 每次战争之后 他们都被当成是 所谓的战败国 来整治一番 美国人把印第安人 看成是英国的帮凶 仇恨自不必说 还有仇恨之外的歧视 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时 签发的作战命令中 凡涉及英军的 一般用进攻 袭击这样的军事用语 多少表现出对对手的尊重 从不严煞 但涉及印第安人时 华盛顿会用摧毁 消灭这种恶狠狠的词 恨不得斩草除根 将军们呢 在执行命令时 也是这样理解的 对英军按规则来 对印第安人 却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整片整片的村庄 被夷为平地 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联邦政府成立以后 生活在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 没有获得公民身份 印第安人部落 被看作是画外之国 也就是不文明的国家 不受美国法律保护 华盛顿认为 印第安人 只有在信奉基督教之后 才可能成为公民 在发表了 那篇著名的 告别演说之后 华盛顿还专门 给印第安人领袖们 写了封信 奉劝他们 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 转而从事农耕 融进西方文明 这篇在今天看来 极为政治不正确 又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文章 在当时却非常的呀 所谓语重心长 表达了华盛顿 想以和平公平的方式 解决纠纷的企图 美国政府 与印第安部落 签了一个又一个条约 每次签约时 都告诉印第安人 这是最后一次了 只要再让一点点 你们就安全了 然而 每一个条约都变成了废纸 每一个承诺 都是谎言 移民们 入侵印第安人领地的脚步 从来没有停止过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 印第安人的大好河山 落入了他人之手 自己呢 连一块铺毯子的地方 都快没有了 华盛顿和他的激人者们 不停的镇压 印第安人的反抗 麦迪逊 在给国会的战争咨文中 就把印第安人 称为野人 说他们是引起 美英矛盾的 主要原因之一 可见 美英战争 绝不是以反抗英国的 海上霸权 为唯一目的的 扫除西津的障碍 才是更重要的 那么 把印第安人 跟英国扯上关系 是不是凭空捏造呢 这倒不是 1783年 巴黎合约之后 英军没有如约 撤离西部的军事要塞 英国在西部的 最主要的营生 就是为印第安人部落 提供武器和粮食 鼓励他们呀 给美国人捣乱 1795年 结一条约之后 英军撤离了 但是仍然以加拿大为基地 资助印第安人 英国一直想在西部建立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 以此来阻止美国吸进的势头 这是美国打死 他也不能接受的 就在美英为西部名争暗斗的时候 一位印第安人首领的出现 让美国再也坐不住了 他似乎必须用战争消除自己身上多年的这个隐患 这位让美国害怕的首领 就叫做泰坎西 泰坎西呢 生于1768年的3月9日 他所在的萧尼族 就生活在肯塔基和俄亥俄地区 他出生的那个晚上 一颗明亮的流星划过了夜空 他的父亲 萧尼族首领帕克辛瓦 认为这是神报给他的启示 所以他就为儿子取名为泰坎西 意思是神报飞过的意思 泰坎西呢 一点也没有让父亲失望 他不到10岁 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能力 他跑得最快 跳得最高 射箭最准 力气最大 更重要的是 他有个天才的头脑 11岁的时候 他交了一个白人朋友 很快就学会了说英语 那么很多印第安人呢 都会说英语 这不稀奇 但是泰坎西没有止步于此 他旺盛的求知欲 让他不仅会说 还会读 会写 还熟悉英语文化 泰坎西呢 有一个弟弟 叫坦斯克瓦塔瓦 跟哥哥相反 他长得是又瘦又小 也不太合群 但他似乎接受了神的意志 能预测未来 人们叫他预言家 类似于一个巫师 他是萧尼族的精神领袖 所以这泰坎西 就和弟弟联手 领导着萧尼族 一天一天的走向了强大 他们提倡 回归印第安人的传统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拒绝白人的宗教渗透 这位泰坎西 与其他领袖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看到了印第安人的致命弱点 那就是不团结 每个部落都各顾各的 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力量 或者当英国的棋子或者任美国宰割 如果印第安人也像美国各州那样团结起来 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那印第安人就是不可战胜 所以泰坎西呢 四处联络 西部很多部落都被他说服了 愿意与他联合 但南方亚拉巴马地区的部落不干 他们不相信泰坎西能成功 泰坎西的活动 引起了美国官员的警觉 特别是美属印第安那总督 威廉亨利哈里森的警觉 哈里森来自弗吉尼亚的政治世家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 那位人高马大的本杰明哈里森吗 当年本杰明哈里森代表弗吉尼亚 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大陆会议 并在独立宣言上签字 是美国的建国国父之一 那么威廉亨利哈里森呢 就是本杰明哈里森的最小的儿子 这位威廉亨利哈里森 自幼是骁勇好斗 梦想着当将军 但他父亲呢 不希望他整天呀 打打杀杀的 硬是把他送到了费城学医 他到费城不久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那么家里呢 少了顶梁柱 也就没那么多钱 供他上学了 幸好他的父亲啊 人脉足够 上次华盛顿总统 夏至弗吉尼亚州的州长 亨利里 都对他是照顾有加 那么1791年 18岁的哈里森 就加入了美国陆军 他从入伍的第一天起 就跟印第安人打仗 后来他到了名将 安东尼韦恩将军的麾下 并任韦恩的仗前助理 那么从韦恩那里 他学会了怎样管理军队 怎样排兵不振 怎样对付印第安人 哈里森呢 深受伍恩的赏识 在西北印第安人的战争中 立下了大功 那场战争后 美国逼着印第安人 签约放弃了大片的土地 退伍以后 哈里森当选为联邦众议员 1800年 约翰亚当斯总统 任命哈里森为新成立的 美属印第安那领地的总督 哈里森呢 因长期啊 在西部跟印第安人打交道 对泰坎西兄弟非常熟悉 也特别的敏感 他看出泰坎西的意图 深知 如果印第安人联合起来 那将是美国的大患 所以1811年的11月 哈里森没跟总统 或者任何上级官员打招呼 在这种情况下 哈里森率一千人 围剿萧尼族的村庄 当时 泰坎西去游说南方的部落 不在家 只有他的弟弟 那个所谓的预言家 带领了大家抵抗 这个预言家呀 那是精神领袖 不是军事领袖 他说了 不要怕 神灵会保佑我们 他会让我们刀枪不入 我们的胸膛 将弹回敌人的子弹 放心往前冲吧 萧尼族的勇士 在递破卡弩 突袭哈里森的队伍 哈里森稳住阵脚 抵挡了两个小时 等到印第安人的弹药用完了的时候 哈里森是转手围攻 印第安的勇士们真的以为自己能刀枪不入呢 以血肉之躯 迎敌 结果不想就知道 萧尼族的子弟 包括这个预言家在内 死在美军的枪下 紧接着哈里森是学习村庄 杀的是鸡犬不留 这就是地破卡弩之战 哈里森的队伍 人数占绝对优势 但伤亡比印第安人还多出了一倍 这一仗打的是非常的难看 但尽管如此 哈里森向国会和总统报捷 声称自己大圣印第安人 那么哈里森呢 以因此而名声大振 得了一个外号 叫做老地破卡弩 这次胜的不怎么光彩的战斗 成了哈里森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30年以后 他将借着这个资本入主白宫 成为第九位总统 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地破卡弩和泰勒 这个泰勒呢 就是当时副总统的候选人 不仅如此 哈里森还在村庄中 找到很多英国援助的粮食和武器 这算是抓住了英国人 与印第安人勾结的证据 这些证据让国会中的鹰派 更加嚣张 变本加厉的给麦迪逊总统施压 麦迪逊是有苦难言 明明知道美国根本没准备好 但不得不在1812年6月 请求国会对英国宣战 地破卡弩之战 不仅摧毁了印第安人的村庄 也摧毁了他们联合起来建立统一国家的希望 泰坎西面对惊天巨变是悲愤交价 世报血仇 他率领萧尼族的残部和其他部落坚持战斗 1813年10月 泰坎西与英军联手 在加拿大境内的泰伍士河与哈里森开战 虽然英印联军在经验和火力上略占优势 但哈里森凭借灵活的战术和勇猛无敌的尽头 大败敌军取得了泰伍士河战役的胜利 这是1812年的战争中 美军为数不多的几个亮点之一 更重要的是 在这次战争中泰坎西战死 至于谁杀死了泰坎西 没有人知道 但是大家愿意把功劳归于哈里森 从此 萧尼族和西部的印第安人士一蹶不振 即使有英国的帮助 他们也成不了气候了 战后 美国人士疯狂吸进 不再顾虑印第安人的反抗 随着美国的扩张 北美的印第安人 走上了他们的血泪之路 好了 西部印第安人的威胁解除了 现在看看北部 美国对英属加拿大是垂先三尺 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独立战争时期就曾远征加拿大 现在岂能放过这个加拿大呢 事实上 对美国来说 这场战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加拿大并入美国的版图 别的什么独立呀 什么自由啊 爱国呀 正义呀 那全是幌子 只有征服加拿大 才能把英国彻底赶出北美 美国呢 才会获得绝对的安全 可是这个加拿大 它是好惹的吗 美国人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吗 战争将怎样影响加拿大 乃至整个北美的历史进程呢 请听下一个故事 加拿大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 第101回 加拿大上级 1812年的战争 对美英双方都不重要 但对另一个国家却至关重要 这就是加拿大 人们总觉得 加拿大的历史 就是看着美国 并被美国改变的历史 被动又无奈 其实 加拿大并不是只有坐看云起时 他一直都在创造着 自己的天空 如果把对加拿大影响 最大的历史事件排队 第一名 是1867年 加拿大联邦的成立 第二名 是1885年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开通 第三名 就是1812年的战争 战争 给了加拿大 闪亮登场的机会 唤醒了一个 懵懵懂懂的新民族 北美大陆 从此变得不同 美家乡邻 是上帝的恩赐 但上帝呢 似乎爱美国多一点 他的偏心 让加拿大受了不少折磨 所谓家有恶邻 那真的是很闹心 你不理睬他吧 他偏找事 你跟他理论呢 他还互短 你骂不过他 也打不过他 你惹不起他 又躲不起他 加拿大摊上的就是美国这样的邻居 美国人惹是生非啊 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加拿大 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英国 只要看英国不顺眼 那就拿英属加拿大出气 这是美国最自然的选择 除了觊觎邻家的地盘 还可以顺便啊 伸张一下正义 本来加拿大的日子过得好好的 美国人却老觉得人家水深火热似的 非要把人家从英国的殖民中解放出来不可 于是美国入侵加拿大 既有了难以启齿的动机 也有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根据人类欺软怕硬的本性 美国敢欺负加拿大 一定是因为加拿大呀 软弱可欺 看上去确实是如此 1812年 美国人口750万人 加拿大人口只有40万 英国驻加拿大陆军一共不到6000人 美国随便一划了 就能凑一两万人 各州呢 还有好几十万的民兵 尽管英国的综合国力是美国的好几倍 但此时他正与拿破仑大战正撼 所有的海陆军力量都在欧洲根本无法增援北美 正因如此 国务卿门罗认为 美国攻取加拿大就如同是探囊取物 根本不会遇到实质性的抵抗 众议院领袖克莱说 只需肯塔基的民兵就能把蒙特利尔和上加拿大踩在脚下 麦迪逊总统虽然知道美国 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但对打加拿大还是有把握的 这是他的战争规划的核心 咱打不过英国还打不过加拿大吗 但是麦迪逊政府忽视了几个最基本的事实 第一 英军虽然人少 但久经沙场训练有素 美国没有常备军 临时征兵全是新手 各州民兵那都是乌合之重 平时一个月凑一块就训练那么几天 这几天那简直就是开派对呀 心思根本不在练兵上 一起喝酒玩闹 那才是正事 第二 民兵以地方利益为重 纪律松散 不服从 统一调遣 拒绝去外州作战 更不用说去外国了 第三 美国基本没有后勤保障 连续几年的禁运和不交往政策 使得美国贸易衰竭 国库空虚 财政部长加勒廷急得都快上吊了 第四 没有了中央银行 筹款受到很大的阻碍 本来 合众国银行可以通过发行股票 从金融市场融资 或者以国家信誉为抵押 大规模借款 但是现在 中央银行死了 想借钱 就得去求一个一个的小银行 一个一个的投资者 那个效率 根本赶不上战争的进程 况且 没有中央银行的担保 谁愿意借给你钱呢 也许 只有当此关头 麦迪逊才开始意识到 共和党的军事政策 那就是费长卫军 重民兵 和财政政策 那就是缩减开支 取缔中央银行 是有多么的失败 这也是他战后180度 转向汉密尔顿主义的重要原因 更糟糕的消息 来自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各州 马萨驻塞 康涅狄格 罗德岛和新汉布什尔 这几个州那是联邦党的天下 经济严重依赖 与英国的贸易 可想而知 他们有多恨跟英国打仗 杰斐逊的禁运 和麦迪逊的不交往 让新英格兰是几乎破产 他们厌倦了弗吉尼亚王朝的统治 正酝酿着自立门户 脱离联邦 那么要打加拿大 必须得到离加拿大最近的新英格兰各州的支持 可是这些州说呀 说对不起 我们破产了 没钱打仗 你们呀 自个玩吧 英国好像也很配合新英格兰的分裂倾向 战争一开始 皇家海军就封锁了美国海岸 唯独不封锁波士顿 任由新英格兰与加拿大 英国英属西印度群岛做生意 英军也通过新英格兰购买粮食 补充军需 新英格兰人热火朝天的 把最好的东西就卖给了英军 最次的留给美军 那么联邦政府难道不会镇压这些反革命吗 不会 麦迪逊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听凭新英格兰资敌 原因是这些贸易增加了海关收入 联邦政府还指着这点钱呢 打仗呢 可见其他地区的贸易 那已经惨到什么地步了 好吧 既然要打加拿大 那就筹划筹划吧 战争部长威廉尤斯蒂斯 那是个百事 海军部长保罗汉密尔顿 不懂海军 三军总司令麦迪逊总统 完全不明白这打仗是咋回事 靠这仨那是白搭 幸好下面还有一些董行的 国务卿门罗 那也是军人出身 帮着把把关 最后大家商量好一个方案 是兵分三路入侵加拿大 第一路从底特律出发 向东进入上加拿大 第二路从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之间 向西进入上加拿大 与第一路想呼应 切断上下加拿大之间的联系 第三路从新英格兰进入下加拿大 目标是蒙特利尔 三路大军齐发 充分发挥美军在人数上的优势 不过呢 这个三路计划有一个硬伤 第一计划的成功取决于三路的密切配合 三路之间的联络 在如此辽阔的地区之间 必须畅通无阻 这种联络 它根本不存在 因为路上啊 它没有路 海上又有皇家海军的阻挠 第二 三路的将军都必须不畏险阻 勇往直前 任何一路一物战机 其余两路就会陷入被动 美国根本凑不出这样三位有胆识的将军 第三 三路并进 兵力分散 无法集中力量达到主要战略目标 事实上战争一开始 这三个弱点就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国会宣战的消息迟迟送不到前线 人家英军都知道美国宣战了 赶紧加强防守 驻底特利的美军居然还不知道 等将军们知道了这个计划 全都反对 说你们到底打没打过仗啊 你们知道征兵有多难吗 能凑齐五六千就不错了 你让这些新兵跟能征灌战的英军 和印第安人联军过招 那不是找死吗 反正最厉害的是第一路的将军 美属密西根领地的总督 威廉赫尔将军 赫尔在独立战争中的表现 还是不错的 堪称是英雄 但是战后他酗酒抽烟 很快就把身体弄垮了 身体一垮 意志也就跟着没了 1812年 赫尔59岁 但是麦迪逊总统 对他还是30年前的印象 根本没有问过 连坡老矣尚能反复 总统放着一大批 年轻力壮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不用 偏偏让喜怒无常 懦弱昏庸的赫尔领兵 有一次啊 赫尔在全军将士面前 竟然对自己的坐骑失去了控制 从马上摔了下来 成了大家的笑柄 这样哪里还能服众呢 赫尔百般抱怨兵力不够 不想动 直到7月12日 他才慢吞吞的带着1200人 离开了底特律 渡过底特律河 进入加拿大境内 到了加拿大 他也不进攻 修了个堡垒先躲起来 然后派人去搞宣传 说我们来解放你们了 让我们一起干吧 加拿大人不理他 英军呢 防守又很严 再加上那位著名的印第安人首领 泰坎西与英军联手 赫尔是斗志全无 再看看42岁的英军主帅 埃萨克布洛克 他英军勇敢 智谋过人 会玩会闹会打仗 参加过拿破仑战争 他没有后台 但凭能力在军中是火速提升 深得将士们的爱戴 他知道加拿大 危在旦夕 但表现的却是非常震惊 好像手握千军万马 处于首师的英军 是气势高涨 而处于攻势的美军 却是意志消沉 赫尔一看英军的架势 那心里就发虚 下令就撤回底特律 布洛克可不想撤 他看准了赫尔 犹豫和保守 决定是反守围攻 8月15日 布洛克率军进入美国 就包围了底特律 他命令炮队猛轰 又让印第安人 穿上英军军装 来来回回的走 好像有无数的天兵天将 赫尔看得灰都飞了 他躲在一个角落里 不停的喝酒抽烟 完全失去了自空力 8月16日 他派人对布洛克说 能不能给我三天时间 考虑我是否要投降了 布洛克回答 你只有三个小时 必须无条件投降 赫尔啊 其实也不要三个小时 几分钟以后 他就让人把白桌布 拴在旗杆之上 挥舞着白旗投降 美军没放一枪一炮 全部走进了战俘营 蒂特律陷落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 唯一的一次 在自己的土地上 向外国军队举白旗县城 英军先把赫尔带到加拿大 是游街示众 然后把他释放回美国 军官们以胆怯 独职为由 把赫尔就告上了军事法庭 法庭判赫尔有罪 应处以枪决 但麦迪逊总统 顾念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功劳 就赦免了赫尔 蒂特律失守 西部危急 举国震动 此时 麦迪逊总统正在自家庄园度假 门罗就召集内阁商量对策 大家觉得门罗呀 应该亲自去西部带兵 夺回蒂特律 甚至想请杰斐逊出山 暂待国务卿之职 以便门罗呢 专心打仗 那可是慌不择路啊 麦迪逊倒是挺真净 他说收复底特律 不再一朝一夕呀 急什么 我可不想打扰 正在享受退休生活的前总统 咱们不还是有两路人马呢吗 再打打看吧 麦迪逊总统哪里知道啊 其余两路人马的运气 一点也不比赫尔的好 1812年10月13日 第二路的主将索罗门万伦斯勒 派一千人渡过尼亚加拉河 进入加拿大 袭击英军重镇 昆士顿高地 本来是偷袭 但是却走漏了风声 布洛克带人迎击 双方激战 就在美军渐渐稳住阵脚的时候 昆泰西率领的印第安人队伍突然出现 他们灵活激动的打法 让美军立刻蒙了 河对岸的纽约民兵 本应是过河增援 可是一听到惨叫声 吓得不敢渡河了 于是已渡河的美军是全军覆没 昆泰西呢 指挥印第安人杀死大批战俘 背负着血海深仇的昆泰西的眼前 浮现的是他的亲弟弟和族人 被哈里森无情杀戮的情景 他对美军没什么原则可讲 但这次战斗让英军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才华横溢的布洛克将军阵亡 这是英军最惨痛的损失 第三路呢 由亨利·迪尔伯恩将军指挥 61岁的迪尔伯恩 他的状况跟赫尔也差不多 都快老糊涂了 需要借住凳子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叫他是迪尔伯恩奶奶 他也像赫尔一样参加过独立战争 还当过杰斐逊的战争部长 此时他是美国陆军总司令 正打算攻下加拿大 由于新英格兰民兵拒绝参战 所以迪尔伯恩只能带着纽约民兵上阵 三分之二的民兵 拒绝跨境作战 正规军缺乏训练 协调紊乱 结果刚进加拿大就乱打了起来 打到最后才发现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本来就够狼狈的了 正赶上新英格兰的反战情绪又大爆发 到处是示威游行 打砸军需 侮辱共和党议员 美军还不够应付 这新英格兰的叛乱分子的呢 这仗还怎么打呀 所以11月份 迪尔伯恩就撤回了美国 结束了1812年的战争 到1812年年底 美军三路进攻全部失败 还丢了底特律 但糟糕的形势 并没有妨碍迈迪逊 再次毫无悬念的当选总统 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 战争部长尤斯蒂斯和海军部长 汉密尔顿辞职 麦迪逊任命约翰·阿姆斯特朗 为战争部长 威廉·琼斯为海军部长 同时任命威廉·亨利·哈利森 为西部的美军总司令 这三位比他们的前任 那强了不知道多少 至少他们懂航啊 他们野心勃勃的策划着1813年的战局 期待大的转机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这转机竟然来自不起眼的 美国海军 就在陆军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 美国海军却是大放一彩 有如神助 跟拥有一千多条船的皇家海军比起来 美国海军都不好意思管自己叫海军 一共才十来条船 但是皇家海军那一千多条船 都分身在世界各地 主要在欧洲和大西洋对付法国海军 在北美的皇家海军 也只有十来条船 后来呢 又增加到二十多条船 皇家海军 也像陆军一样是九经战阵 维护着英国的绝对霸主地位 当初华盛顿和亚当斯 那都是海军迷 有钱就造舰 而且造大舰 好舰 后来杰斐逊上台 削减开支 海军就成了被砍的对象 从五十艘船就降到了十三艘 麦迪逊延续了杰斐逊的政策 直到战争来临才想起来造舰 紧赶慢赶也就增加了三四艘 但尽管如此 一批海军将领 在准战争和第一次巴巴里战争中 成长了起来 现在是他们露脸的时候了 那么美国海军仅有区区的十六艘战舰 都取得了什么样的辉煌的战果呢 对战争的走势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请听下回 加拿大 下集 美国的故事 跌宕起伏四百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蓝老师 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 第102回 加拿大 下集 上一回说到 1812年战争 美国兵分三路是攻打加拿大 结果这三路大军都以失败告终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美国海军却是大放一彩 捷报贫传 这一回呢 我们就说一说 1812年战争中的美国海军 美国海军最著名的军舰是宪法号 它是华盛顿时期建造的 与海军一起诞生 宪法号重2400吨 拥有54门炮 450个船员 它服役之初 是世界上最大的护卫舰 船舰用的是最硬的白项目 在1812年的战争之前 宪法号已经在准战争和第一次巴巴里战争中履历战功 1812年8月19日 宪法号在加拿大海域 遇到皇家海军的古尔利尔号 英军呢 首先开火 宪法号的舰长 就是那位丢了底特律的威廉赫尔的弟弟 艾萨克赫尔 哥哥呀 那么窝囊 可是这弟弟却英勇无比 他命令宪法号直逼古尔利尔号 凭优势火力猛轰敌舰 战斗中一颗炮弹击中了宪法号的船舰 却被奇迹般的给弹了回去 目睹了这一幕的战士激动的大喊 说哇 他的船舰竟然是铁座的 从此宪法号得了一个老铁船舰的外号 他的船舰当然不是铁座的 但那白项目是坚硬如铁 船舰呢 又造的比别的船厚实 这一下效果就出来了 二十分钟以后 古尔利尔号被打了一个稀巴烂 只能投降 几个月后 宪法号遭遇英军找哇号 然后又是一通狂轰滥炸 找哇号投降 宪法号共服役84年 参加了42次战斗 摧毁或者俘获敌舰32艘 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也从来没有一颗炮弹击穿过他的船舰 10月25日 宪法号的姊妹舰美国号 在大西洋上遇见了老熟人皇家海军的马其顿人号 美国号也是华盛顿时期的作品 质量呢也很过硬 当初美国号还在弗吉尼亚的时候 这马其顿人号的舰长就跟美国号舰长 用和离皮帽子打一个赌 说什么呢 说美国号啊 你最好是自求多福 千万别遇上马其顿人号 否则你美国号只能是当俘虏 现在两个冤家真就遇上了 美国舰长史蒂芬德凯特 就像埃萨克赫尔一样不信邪 与英军进行近距离的炮战 不停的变换角度 既让自己躲开英国的炮弹 又准确的击中敌舰 这次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了中午12点 马其顿人号彻底就给打残了 宣布投降 英军死伤104人 美军死伤12人 这两艘船啊 就像亲兄弟一样 就这么肩并肩的在海上躺了两个星期 直到马其顿人号修好了 可以航行了 然后美国号带着他的战利品 一起就缓缓的驶入了纽约港 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是连营三场 在一对一的格斗中完胜皇家海军 英国海军大臣下令给所有的舰长 他说以后不许与美舰进行一对一的战斗 只有在舰队船只数量和火力 占绝对优势的时候 才能向敌人开火 这位海上霸主英国 就有点忌讳这位浑小子美国 这种单打独斗的方式 但是英军在舰队的战斗中 真的就能占上风吗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美加边境 1813年春 英军进入俄亥俄河谷 企图攻占麦格斯堡 失去了布罗克的英军 似乎失去了志在必得的信念 而换上了哈里森的美军 似乎重新找回了火力 哈里森与英军纠缠数日 迫使英军主将亨利普罗克特撤退 接着美军向前推进 开始了新的攻势 美军1813年的目标 是收复底特律 占领上加拿大的首府约克 和英军重镇金斯顿 1813年4月27日 美军1500人 在赞卜伦蒙哥马利派克将军 率领下进攻约克 您呢也许对约克这个名字 没什么感觉 但他改名之后 您应该比较熟悉 他就是今天的多伦多 约克呢 是上加拿大省的首府 殖民地议会和皇家总督的所在地 但是约克没有什么军事价值 英军主将 罗杰黑尔西夫是寡不敌众 弃城而走 约克呢 就落入了美军之手 在这次战斗中 美军主将派克将军 阵亡 5月25日 温菲尔德斯科特率领美军4700人 进攻约克东边的乔治堡 英军呢 只有1500人 外加300名印第安勇士 5月27日 美军就攻占了乔治堡 斯科特本打算是乘胜追击 彻底清除英军在尼亚加拉半岛上的力量 如果这样 金斯顿将门户大开 整个五大湖区将被美军控制 那么上加拿大呢 基本也就算完了 但是 斯科特被他的下级军官们 和顶头上司 迪尔伯恩奶奶一起给阻止了 大家都说 哎呀 别追了 中了埋伏怎么办呢 于是 美军的胜利被局限在乔治堡 英军全身而退 死守尼亚加拉半岛 金斯顿 依然是固若金汤 这个致命的错误 让美军丧失了控制上加拿大的最好时机 那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远在华府的战争部长 阿姆斯特朗听闻此事 是顿足垂胸 大骂美军无能 国会呢 也炸开了锅了 逼着麦迪逊总统是解除 迪尔伯恩的职务 麦迪逊呢 还算是给迪尔伯恩一个面子 让他以健康的原因退休了 像1812年一样 让人恨铁不成钢的陆军 再次被海军的光环 那是照得睁不开眼 对上加拿大的争夺 从一定程度上说 是对五大湖的争夺 因为水上运输是双方的命脉 学过地理的都知道 美加边境的五大湖 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淡水湖群 占地表淡水的五分之一 虽然叫湖 但你若是身临其境啊 完全可以把它们叫做海 那真的是看不到边 除了密歇根湖为美国独有之外 其余四个由美加分享 最有经济和战略价值的 那就是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伊利湖连着尼亚加拉河 安大略湖连着圣劳伦斯河 美英的军需物资 都要在湖上运送 对这两个湖的控制权 就成了双方海军的必争之物 底特律呢 就在伊利湖边 拿下伊利湖 这底特律也就不攻自破 省了陆军的事了 1813年9月10日 美国海军上将 奥利弗哈萨德佩里的舰队 和皇家海军上将 罗伯特海里奥特巴克利的舰队 开始了伊利湖之战 美军九条船 英军六条船 美军舰支数量和火力 是略战优势 这场海战 或者也可以叫做湖战 之所以如此动人心弦 是因为双方的主帅 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都是27、8岁的年轻人 美国海军上将佩里 生于罗德岛州 父亲是美国海军军官 佩里呢 从小就酷爱航海 他13岁的时候 就加入了海军 在父亲当舰长的船上服役 那么他的弟弟 马修佩里 后来也加入了海军 说到这儿呢 也许有些人呢 会眼前一亮 说这不就是那位 率黑船 驶进江湖湾 逼迫日本 开国通商的佩里将军吗 没错 马修佩里 正是1853年 黑船来航事件的主角 他让日本睁开眼睛 看世界 让日本走上了 近代化的道路 马修佩里 比他的大哥 小9岁 1813年 奥里弗哈萨德佩里 28岁 在海军已经服役15年 参加过准战争 和第一次巴巴里战争 他过人的天赋 深得战争部长 阿姆斯特朗 和海军部长 琼斯的赏识 因此被委派为伊利湖的海军主将 巧得很 他的对手 英军主将巴克利 也是神童式的人物 巴克利11岁 就加入了皇家海军 到1813年 27岁的他 已经是一位老船长了 两个人在伊利湖相遇 立刻摆开队形 就投入战斗 佩里的旗舰 劳伦斯号 是以切萨皮克号前舰长 詹姆斯·劳伦斯的名字命名的 劳伦斯在一次海战中阵亡 临终前 嘱咐战友 不要弃剑 佩里的船上 竖起了一面旗 上面写着 劳伦斯 不要弃剑的遗言 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 劳伦斯号是受损严重 佩里登上尼亚加拉号 继续指挥 他甚至亲自驾船 直冲敌阵 重创巴克利的主舰 底特律号 和夏洛特女王号 到最后 这两艘船都被打残了 巴克利投降 整个舰队 成了美军的俘虏 佩里在给哈里森的信中 写了那句著名的话 我们遇上了敌人 他们是我们的了 战斗结束后 双方军舰都靠岸修整 佩里与巴克利 是把酒延欢 就像多年的好友 他们惺惺相惜 因为他们知道 无论输赢 他们都尽力了 都是英雄 都是荣耀 伊利湖之战 是美国海军决定性的胜利 美军完全控制了伊利湖 切断了底特利 英军的供给线 英军主将 普罗克特将军 见大势一去 立刻撤出了底特利 被美军陆军丢掉的地盘 总算是被美国海军给抢回来了 双方在安大略湖上 是各有胜负 英军略占优势 两个星期后 也就是10月3日 佩里协助哈里森 取得了泰伍蛇战役的胜利 那么这场胜利呢 可以听一听上一个故事 印第安人首领 泰坎西在战斗中阵亡 英国永远失去了 这个强大的同盟 美国永远排除了 印第安人的威胁 佩里和哈里森 在西部的胜利 让阿姆斯特朗就看到了希望 他期待着奇迹 也能在东部的下加拿大出现 可是他再次选择了 两个自私 无能互相憎恶的猪队友 这两位就是詹姆斯 威尔金森和韦德汉普顿 我们已经在博尔叛国案中 见识过威尔金森将军了 他军领很长 但从来没有带过一个团以上的兵力打过仗 而且他根本也不想打仗 还没出发的时候 就唉声叹气的 说呀 咱们遇上敌军就投降 汉普顿呢 则是刚愎自用 他觉得加拿大人 正盼星星盼月亮的 等着他去解放呢 威尔金森带着七千人 汉普顿带着五千人 分两路向蒙特利尔进发 两个人各打各的 谁也不管谁 但无论如何 美军势大 英军在这个地区 兵力又特别的薄弱 几乎是真空 那么眼看着下加拿大 就做不成英国的殖民地了 10月25日 汉普顿在沙托盖河上 碰上一小队 主要由法裔加拿大人组成的民兵 还有一些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 汉普顿派了个使者 去向人家宣传民主自由 被人家一通乱枪给打了回来 民兵人数 是美军的五分之一 他们可不想跟美军打阵地战 他们像印第安人那样 射斧打猎 动一枪 吸一枪 打的美军是屁滚尿流 连滚带爬的 就退回美国国境之内 那边威尔金森呢 一听汉普顿兵败 吓得一枪没放 就打到回府 进攻蒙特利尔的计划 就这么泡汤了 这一仗 英国正规军士 没出动一兵一卒 加拿大民兵 打出了威风 这是真正属于加拿大的胜利 直到今天 民兵之谜 仍然让加拿大人 无比自豪 战争中还出现了一位 女版的保罗瑞维尔 她是37岁的 加拿大女士 劳拉赛克特 她在深夜中 步行30公里 向英军报告 美军的动静 被视为加拿大的民族英雄 是勇气和忠诚的象征 这里呢 差一句题外话 加拿大最有名的 劳拉赛克特巧克力 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 可以去尝一尝 这位劳拉赛克特 指的就是这次战斗中的 女英雄 劳拉赛克特 随着1813年冬天的来临 军事行动渐渐停止 占领约克的美军 却闲出了事 12月 一群战士纵火焚烧了 加拿大殖民地议会大厦 接着所有的公共建筑 都烧了起来 这还不算 烧上瘾的美军 干脆连民宅也给点了 有些躺在病床上的人 也被连人带床 抬到了冰天雪地里 眼看着自己的房子 化为灰烬 没多久 整个约克 变成了一片焦土 在19世纪 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战争 有一个人人遵守的原则 就是尽量不打扰平民 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 扰民非君子所为 美军的暴行 让世界是目瞪口呆 加拿大人从心底里 燃起的仇恨 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 如果说此前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现在他们清楚的知道 他们不是美国人 两个本来同种同文的民族 从此是分道扬镳 再也没有融合的可能 加拿大不会忘记这把火 一年之后 他将完美复仇 1812年的战争 不仅唤醒了加拿大的民族自豪感 也让他意识到 他需要属于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战前 说英语的上加拿大 和说法语的下加拿大 老死不想往来 战时 他们被迫联手抗敌 保卫家园 他们忽然发现 原来他们可以有共同的追求 甚至可能变成统一的国家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加拿大 开始形成了 1813年之后 美军多次企图进一步入侵加拿大 都被英军和加拿大民兵给打了回来 双方进入了胶着的状态 1815年的英美和平条约 奠定了现代美加边境的基础 此后 美国再也没有入侵过加拿大 随着美英关系的改善 和加拿大渐渐走向独立 美加兵士前嫌 关系越来越温暖 当然小摩擦那是避免不了 比如1903年的阿拉斯加边界执政 双方同意把纠纷提交仲裁 当时呢 加拿大还没有独立的外交权 仲裁委员会有三个美国人 两个加拿大人 一个英国人 加拿大想当然的认为 英国会向着自己 毕竟是一家子嘛 最后 那位英国仲裁员 却把票投给了美国 加拿大痛失阿拉斯加的出海口 这件事让加拿大伤透了心 他终于明白 在英国心中 英美关系远远超过了英家关系 英国通过对美国的让步 换来了美国在很多国际领域的合作 亲情友情 他比不上国情 仁义正义 他敌不过利益 加拿大再也不想让英国控制他的外交权和防御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加更紧密的连在一起 罗斯福总统明确警告周星国 别打加拿大的主意 战后 美加建立共同防御委员会和共同防空体系 美国清楚的告诉全世界对加拿大的侵略 就是对美国的侵略 今天 美加共享世界上最长的边境线 互为双方最大的贸易伙伴 加拿大再也不担心美国的军事威胁 但他一直担心着美国文化的渗透 加拿大人看美国电影 听美国哥说美式英语 去美国上学 在美国工作 与美国人通婚 他们还能保持加拿大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吗 这是加拿大政府和每一个加拿大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加拿大的故事暂时讲完了 1812年的战争还没有打完 随着1814年的到来 国际形势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美英战争也将翻开新的一页 那么英国将怎样调整战略 美国将怎样应对危机呢 和平还有多元 请听下一个故事 1814 勾成往事四百年 美国的故事继续开讲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 第103回 1814 到1814年夏天 1812年的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两年 在这两年中 美国公英国首强大的英国之所以对弱小的美国隐忍不发 主要是碍于拿破仑战争 在没把拿破仑打趴下之前 英国无暇西顾 但是1814年形势不一样了 早在1812年年底 拿破仑败相遗漏 60万大军入侵俄国 回来只有3万人 几十万个生命就消失在了俄国茫茫的血缘 欧洲那些屡败屡战的国家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 在英国威灵顿公爵一事 亚瑟威尔斯利的指挥下 联军是节节胜利 1814年3月30日 联军就攻入了巴黎 4月6日 拿破仑宣布退位 被放逐到鄂尔巴岛 路易十八登上王位 波旁王朝复辟 拿破仑帝国轰然倒塌 让很多人很不适应 最不适应的那就是美国人 且不说从法国革命爆发的第一天起 美国人就吵吵嚷嚷的支持法国 这次1812年的战争 也是美国在英国背后捅了一刀子 客观上帮了拿破仑一把 虽然主观上是想趁机占点便宜 现在便宜没有占到 被刺痛的巨人却转过身来 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整天捣乱的这个美国 那么现在呢 该美国倒霉了 从拿破仑战争 抽出手来的英国 决定增援北美 那么从此刻起 攻防转换 英国攻美国手 实际呢 到1814年 美英之间 实在没什么好打的了 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 英国的议政会命令 已经取消了 皇家海军不再需要 劫持中立国的商船 也不再胁迫美国船员服役 美国的禁运政策 已经被国会废除了 美国显然无力征服加拿大 英国呢 也根本不想否认美国的独立 那么既然引起战争的 所有理由都不存在了 那么战争 为什么还在继续呢 答案就是 为了谈判桌上的 那个筹码 想在谈判桌上 占上风 军事上的胜利 那是必须的 西边五大湖区的战士 一时难解 双方势均力敌 都没有进展 最容易突破的是东海岸 对东海岸的进攻 可以迫使美军东移 减轻西部的压力 事实上 在过去的两年中 皇家海军 除了封锁美国海岸 对沿海地区的骚扰 从来就没有断过 虽说呀 这些都是小打小闹 打了就跑 但足够让美国人头疼 如今呢 欧洲战争结束了 皇家海军和威灵顿公爵 麾下的陆军 都陆陆续续的调往北美 大部队来了 那就得玩大的 袭击小村庄啊 那都上不了台面 这回的目标 那是美国的首都 华盛顿 当了14年首都的华盛顿 依然是个跟村差不多的小城市 而且还是一个半成品 国会山刚刚建好没几天 总统府呢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烂尾楼 不知道何时才能完工啊 总统呢 当然是住在其中的一小部分 其他的政府办公楼勉强能用 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旅馆啊 民宅啊 除此之外 那就是建筑垃圾和泥泞的道路 还有没看光的树林 横七竖八的木头等等等等 要不是联邦政府 硬把家安在这 那鬼啊 都不会到这来 这座丛林中的小城 没有任何战略价值 它只是一个象征 英军想要摧毁的 正是这个象征 当你把华盛顿踩在脚下的时候 你就可以对全世界说 看我把美国已经踩在脚下了 那么最后华盛顿呢 还有更实际的功效 那就是复仇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讲的 美军火烧约克嘛 当然约克就是现在的多伦多啊 然后英军就冲进美国境内 烧了布法罗 然后美军冲到加拿大 烧了长点 再然后英军冲到切萨皮克湾 烧了几个村庄 接着美国冲过去烧了多佛岗 然后当然了 还有很多很多 然后大家就这样 你烧我 我烧你 无限循环 不管怎么样呢 英国和加拿大 觉得约克的仇还没有报 因为那把火实在是太大了 后面的几场小火呢 不过瘾 于是这一次英军要为约克而战 要为一年前的那把火复仇 那么执行复仇任务的 是皇家海军乔治科伯恩将军 和陆军罗伯特罗斯将军 这位罗斯呢 是威灵顿公爵麾下的汉将 身上还带着欧洲战场上的硝烟味 科伯恩的海军陆战队有700多人 罗斯的陆军有三个团 有3700人 8月19日 两位将军带着这4000多人 在弗吉尼亚的本尼迪克登陆 向北进发 这次行动的目的 不是长期占领华盛顿 而是烧完就走 给美国点颜色瞧瞧 英国的目标很清楚 英军的动向也很清楚 美国人的脑子呢 一点也不清楚 从5月份 英军频繁的在切萨皮克湾一带活动起 就有人不停的向战争部和总统报告 说英军可能要进攻首都 战争部长阿姆斯特朗根本就没当回事 因为他不相信英军会把兵力浪费在这个 毫无价值的小破城上面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 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巴尔蒂摩 或者海港安纳波里斯才对 阿姆斯特朗一个劲的对 麦迪逊总统说 他说别担心 他们是冲着巴尔蒂摩去的 不会来华盛顿 麦迪逊呢 半信半疑 他要求阿姆斯特朗做好首都的防御工作 但是就像他的一贯作风一样 这位谦谦君子总统先生 并没有强行命令战争部长保卫首都 那么战争部长呢 也就什么都没做 华府依然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8月22日 英军距离华府只有几十公里 他们一路走来 没有受到任何抵抗 阿姆斯特朗仍然坚持他的巴尔蒂摩论 麦迪逊仍然在云里雾里 谁也搞不懂英军到底想去哪 那咋办呢 军人出身的国务卿门罗 毕竟胆子大 说要不啊 我就去瞅瞅吧 于是麦迪逊政府职位最高的官员就当上了哨兵 飞奔出城是刺探军情 结果门罗转了一大圈 也没看见英军的影子 敌人啊 是兵临城下 战争部长是不知所云 总统蒙圈 国务卿当探马 首都城中一个兵都没有 哎 你见过这么玩的吗 22日晚 麦迪逊忽然醒过来了 不再听阿姆斯特朗的鬼话了 管他英军想去哪呢 咱们先把军队集合起来再说 此时美军的精润都在千里之外的五大湖区 华盛顿周围只有六千个马里兰的民兵 人数啊到不少 但是你很快就知道这六千人到底是什么货色了 8月24日英军抵达华盛顿近郊附近的布莱登斯堡 离首都核心区不到20公里 傻瓜都看得出来英军想干嘛了 麦迪逊赶紧找内阁商量 论智商这一屋子的人加一块 也比不上学者麦迪逊一个人 可是论打仗 百无一用那是书生啊 这位瘦瘦小小百病缠身的三军总司令 着实是让人提不起精神 但他表现的还是很有勇气的 带着内阁成员直奔布莱登斯堡 风一吹就倒着麦迪逊 成了唯一亲临前线观战的总统 下午在大约37.8摄氏度的高温下 布莱登斯堡之战开始了 麦迪逊临时调来几门海军的大炮 和500名海军战士 为民兵提供炮火支持 这可能是他做的唯一正确的决定 这几门炮让英军的伤亡人数 就远超美军 那么为什么美军伤亡少呢 因为他们跑得快 第一道防线的民兵 在一轮射击之后 就全线崩溃 扭头就跑 把第二道防线就直接给冲垮了 接下来这六千人马 以奥运赛跑的速度就挽回跑 那个壮观的场面不是每天都看得到的 难怪人们把这次战斗叫做 布莱登斯堡赛跑 只有那些海军战士坚持开炮 直到最后 他们大多数呢成了俘虏 英军使上吃奶的劲 使劲追都追不上美军 最后呢只好停下来休息 正如科伯恩将军所说 胜利者呀太累了 失败者跑得太快了 虽然赛跑得了第一 但这一天是美军最耻辱的一天 是美国历史上最丢人现眼的一刻 逃跑的人群中 还有麦迪逊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 其中就包括战争部长阿姆斯特朗 和国务卿门罗 在第一道防线垮掉的时候 宪法的总设计师对这俩说 先生们我们应该撤退了 把军队的事情留给军人吧 幸亏总统啊跑得快 要不然还真就做了俘虏了 幸亏国会正在休会期间 要不然议员们就成了难民了 排山倒海般的败兵穿承而过 谁也没多看首都华盛顿一眼 但至少事到如今 从总统到共和党到普通公民 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一件事 我们需要职业军人 也就是常备军 民兵也许可以保卫自由 但保卫不了国家 首都被如此轻易的放弃 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所谓的联邦政府 所谓的统一国家 在当时的美国人心中 是什么分量 你能想象 如果美军出现在伦敦近郊 英国人会如何反应吗 新大陆人 为什么不能像传统的民族国家那样 为捍卫国家的心脏 而浴血奋战呢 原因可能是 他们还没有那样的心跳的感觉 如果你看看后面的故事 巴尔蒂摩的军民是怎样保卫巴尔蒂摩的 你就能看出美国人在我的城市 我的家和联邦政府的家之间 是怎样取舍的 傍晚时分 英军就来到了国会山 既然你烧了约克的殖民地 议会大厦 我当然要烧你的国会山 可是国会山啊 是石头造的 在外面很难烧 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最后英军把所有的桌椅 就垒成了小山 从里面点火 才引燃了整个建筑 国会图书馆也随之是烟消云散 那个时候呢 图书馆还在国会山里面 后来杰斐逊把自己的将近 六千五百册藏书 低价卖给国会 那么国会图书馆在这个基础上 才算是重建起来 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第二大图书馆的雪泪史 烧完国会山 下一个当然就是总统府 总统跑了 总统府里还有人吗 有 她是总统夫人多利麦迪逊 她老公已经派人送来好几封信 催她赶紧离开 多利的表现让所有的爷们都点汗颜 她似乎是唯一对首都沦陷感到切肤之痛的人 她说如果我能在每一扇窗子上架上一门大炮 可是天哪 那些应该架大炮的人都跑了 我的心为我的国家悲哀 多利从容的指挥仆人们收拾行双 最重要的是 她把麦迪逊的笔记和所有的机密文件都带上 还有那幅著名的华盛顿肖像画 她知道英国人恨透了华盛顿 他们一定会把她的肖像复之一句 那幅画很大 钉在墙上 多利让人砸破画框 才把它取下来 当然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说 那幅画是总统府的看门人和花匠给救出来的 不是多利 但甭管是谁救的 反正那幅画今天就还挂在白宫 多利好像觉得英军来不了那么快 他还准备了四十个人的晚饭 可能想款待一下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军官们 这边英军都开始从国会山往总统府走了 那边多利才离开 前后脚也就差了十来分钟 英军进来一看 满桌子刚摆好的香喷喷的热腾腾的饭菜 餐具摆放整齐 还有各式的葡萄酒威士忌 简直是太棒了 军官们就饱餐一顿 吃饭的时候还没忘了住麦迪逊 早下地狱住美国重获和平 然后下令就烧 还没完工的总统府 只剩下了残缘断壁 接着英军还烧了其他的政府办公楼 比如财政部和战争部 当他们来到专利局时 局长威廉索恩顿就站在门口 他说这里面呀 都是最新的科学发明 你们忍心把它们毁了吗 大伙这一想说有理呀 咱们跟谁过不去 咱也别跟科学过不去 于是好那就不烧了 于是专利局就成了唯一幸存的政府建筑 到8月25日凌晨 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火海 英军倒是没点民宅 但是按照这个趋势烧下去 这民宅恐怕也是难保 25日下午忽然是狂风大作 天降暴雨 把所有的火都浇灭了 简直就是上天来拯救美国的节奏 其实可能就是赶上了一场飓风 但是人们觉得这是神的旨意 据说科伯恩将军对一位美国女士说 说你们这个下三乱的国家呀 经常碰到这种天气吗 那位女士回答说不 这是上帝在用他的神威 把我们的敌人赶出这个国家 上帝也好是飓风也罢 英军啊真的不想再多待一分钟 25日晚英军就撤离了华府 结束了对美国首都26个小时的占领 8月26日 麦迪逊带着官员们回到了首都 总统夫妇将在一家私人住宅里度过剩余的两年任期 国会呢也将在私人建筑里开两年会 直到国会山和白宫修好 这期间迁都的声音在起 说华府本来就又小又破 不值得重建 咱们呀干脆迁到别的地方去吧 费城马上举手发言 说对对对对 赶紧来我这 但迁都的议案最终被国会否决 也许因为议员们不愿意轻言放弃吧 英军火烧美国首都华府 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 但也有人说 美国人呢那是罪有应得 但不管怎样 这个行动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唤醒了美国人同仇敌忾的决心 如果他们此前并不在乎联邦政府的存在 至少在此刻 他们感受到了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国家的凝聚力 那颗美国心开始生根发芽了 华府的战事 让战争部长阿姆斯特朗就成了众矢之地 虽然麦迪逊总统很客气的 请他先回家避避风头 等舆论平息了再回来供职 但是阿姆斯特朗品出了其中的滋味 9月27日阿姆斯特朗辞职 麦迪逊请国务卿门罗兼任战时的战争部长 门罗呢就成了史上唯一同时 掌管两个部的联邦官员 那么他离白宫还远吗 在华盛顿上演的这一幕够糟糕的了 但比起纽约上周的形势 那这都不算事 英军转手围攻的战略 可不仅仅是烧个小小的华盛顿城 那么简单 真正大规模的进攻还没有开始呢 英军的计划是这样的 加拿大总督乔治普利沃斯特将军 率刚从威林顿公爵手下调过来的十个步兵团和三个炮队 共计一万人进入纽约 同时皇家海军重获伊利湖和上普兰湖的控制权 夺取底特律 进而占领密歇根地区 把美加边界向南推进 以便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大的利益 普利沃斯特将军认为 这个计划想要成功 最关键的是夺取对上普兰湖的控制权 他的这个结论主要来自37年前的那个教训 那个教训的名字就叫做萨拉托加战役 当初只因为没有海军的保护 约翰伯格因将军带陆军在纽约上州的森林中跋涉 战线拉得太长 这才被大陆军和民兵分割包围全军覆没 所以必须水路并进才能拿下纽约 9月6日 普利沃斯特带着他的一万人马 就来到了纽约州的普拉茨堡 亚历山大麦考姆将军率领3000名美军在此镇守 这3000人中只有一半能打仗 其余的或伤或病 如果你是普利沃斯特 你会怎么做呢 呼拉一下冲上去 把美军捏死那不就得了吗 如此明显的优势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但是普利沃斯特犹豫了 可能是因为作为加拿大总督 在过去的两年中 他一直处于防守状态 费尽心机保加拿大周全 你现在忽然让他直入美境 进攻进攻再进攻 他的心态一下调整不过来 也可能是因为他得了萨拉托加后遗症 每次梦回37年前 他都惊出一身冷汗 从他后面的表现看 他病得那还真不清 普利沃斯特按兵不动 他等什么呢 他在等皇家海军 普拉茨堡在普拉茨堡湾的岸边 普拉茨堡湾连着上普兰湖 普利沃斯特命令皇家海军 沿上普兰湖南下进入普拉茨堡湾 然后一个水上一个路上 同时进攻美军阵地 互相呼应那是万无一失 他想的呀倒是挺美的 问题是皇家海军 想要经上普兰湖 进入普拉茨堡湾 先得问问人家主人 同意不同意 答应不答应 那么这家主人 就是英明神武的美国海军 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 已经见识过美国海军 在1812年的战争中的表现了 那么他能在上普兰湖 续写伊犁湖的辉煌吗 上普兰湖的美国海军主将 是托马斯迈克多诺将军 他16岁就加入了海军 现在31岁 他已经服役15年 他参加过第一次巴巴里海战 曾经跟着海军最优秀的将领 美国号舰长史蒂芬德凯特将军 创造过无数次的奇迹 那么跟以前那些 让人目不暇接的传奇比起来 迈克多诺的这次任务 其实啊很简单 那就是死也不能让英国海军进入普拉茨堡湾 1814年9月11日早上5点 英军舰队的16艘船就来到了上普兰湖 与普拉茨堡湾交界的地方 英军主将乔治唐尼发现 美国海军的14艘船已经摆开阵势 等着他们了 上普兰湖之战 拉开了序幕 美国舰队摆着阵势 那叫做破釜沉舟 四条大船横在普拉茨堡湾的入口处 全都抛下了毛 意思是老子死也不动地方 想进湾吗 就从老子尸体上过 十条小船是机动穿梭 四机打击敌舰 唐尼的舰队也是四艘大船 外加十二艘小船 他一看美舰这是要拼火力 那拼就拼吧 谁怕谁啊 总体上说 英军火力略占优势 因为大炮总数多 但美军的萨拉托加号 是所有的船里最大的 火力也最猛 他集中精力 打英军的旗舰 信心号 也不知道是这个萨拉托加号 太厉害 还是他的运气太好了 第一阵猛轰就炸碎了 信心号上的一门炮 那门炮筒的碎片 击中了唐尼 英军主将就这样阵亡了 英军呢 慌了一阵子 丹尼尔普林将军 赶紧接过了指挥权 打着打着 美军另一艘主力舰 英号突然起毛 滑向了信心号 与萨拉托加 合击英军旗舰 与此同时 萨拉托加号 也起毛 转身180度 用另一面的火炮 继续轰 信心号这一下 受不了了 他也想转身 但毛没掌握好 转到90度的时候 转不动了 这下可惨了 大炮都在船的两边 信心号的脑袋冲着敌舰 炮火却打不到敌舰 这不是白等着挨揍的吗 11点 信心号投降 15分钟以后 英军另一艘主力舰 红雀号也投降 还有两艘小船也投降了 其余的英舰 沿上普兰湖 就逃回加拿大 战斗结束后 麦克多诺 很礼貌的归还了 普林和其他英国军官 乘上的配件 给英军那是好吃好喝 好招待 然后让军官们 返回了加拿大 海战其实是湖战啊 结束了 但还有一种悬案 没有解开 英军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 普利斯沃特和唐尼 是打算海陆同时进攻的 可是皇家海军 打得要死要活 普利沃特那边 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如果他按计划形式 美国陆军根本不是对手 英军很快就能占领堡垒 然后用堡垒里面的炮 打美国海军 美国海军父辈受敌 逃跑是最好的结果 普利沃特大概想等着皇家海军 完全胜利以后才出手吧 所以等着等着就把战绩给等没了 上普兰湖之战是美国海军又一个奇迹般的胜利 其就其在 他不仅打跑了英国海军 还打跑了英国陆军 手握一万重兵的普利沃特 在看到海军的失败后 居然是一枪没放 命令所有的美国境内的英军 全部就撤回了加拿大 一个宏伟的计划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呢 以英国陆军的实力 他不需要海军的保护 换一个比普利沃特有血腥的将军 英军就有可能在纽约市或者至少在巴尔蒂摩度过1814年的冬天 一次小小的海战失利 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 翻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然而普利沃斯特的决定让所有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英国再也没有机会为自己增加筹码了 美国海军好像用一根小指头就扭转了乾坤 哎不要说这事跟上帝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守在普拉斯堡里的美军 眼看着漫天遍野的英军是无声无息的退去 还以为自己啊产生了幻觉了呢 麦考姆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个作战报告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 就所谓击退了眼前的敌人 这胜利啊来得太蹊跷了 普利沃斯特将军被召回伦敦 面对军事法庭的审判 他一直说他不想重蹈萨拉托加战役的覆辙 可见萨拉托加战役是多么的阴魂不散 但是普利沃斯特没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了 因为就在开庭的前一天 他是因病去世 北方的威胁解除了 东海岸的危机还在继续 从首都华盛顿撤走的英军 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美国人将面对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呢 请听下一个故事 星条旗 美国的故事跌宕起伏四百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兰老师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第104回 星条旗 1814年9月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撤离的英军 有了新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华盛顿以北 64公里的巴尔地摩市 拥有将近五万居民的巴尔地摩 是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 也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 排在费城和纽约之后 工商业和贸易的迅速发展 让它成为中大西洋地区 仅次于纽约的重要港口 如果能像烧华盛顿那样 烧掉巴尔地摩 那美国的损失之惨重 想都不敢想 英军的切萨皮克湾战略 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看上去呢 这个战略也没有不成功的理由 进攻美国首都华盛顿 只动用了陆军就打的美国人士 屁滚尿流 而进攻巴尔地摩可是海陆并进 而且守卫巴尔地摩的主力 和守卫华盛顿的是同一班人 那就是马里兰的民兵 我们已经看到 他们在布莱登斯堡赛跑中的表现了 这些只会赛跑的民兵 你说巴尔地摩能指望他们吗 谁知赛跑中的兔子一眨眼就变成了狼 华盛顿与巴尔地摩近在咫尺 这咫尺的距离竟然决定了马里兰人的态度 联邦和州 谁重谁轻都在他们的态度里了 这华盛顿关我啥事啊 英军想要爱你随便拿去 巴尔地摩那可是我的家 你要是敢来我就打死你 当初守卫华盛顿的美军主将威廉温登 向他的叔叔马里兰州州长莱文温登求救 要6000个马里兰民兵增援首度 那么猜猜这位州长给了他的亲侄子多少人呢 不多不少 整整是250人 后来麦迪逊总统亲自下令 征调1.2万个马里兰民兵 那州长才算是勉勉强强给了6000人 而且还是只会赛跑的民兵 把美国人的脸呢都丢尽了 现在英军建制巴尔地摩 马里兰民兵画风突变是争先恐后的 冲到前线呀挖战壕 一挖就是好几道 那道主防线的战壕足足有五公里长 英军没万把人那是过不来 派民兵们去拆毁一座桥 结果那座桥看上去就像是被拆毁了500次一样 纯属啊 是雄性激素过剩的表现 不仅如此 巴尔地摩的长老们还组成了安全委员会 下令征调所有16至50岁的白人男子上前线 50岁以上的如果想去也可以 全程上下呀 跟吃了兴奋剂似的 事与巴尔地摩是共存亡 1814年9月12日 当英军来到巴尔地摩近郊的北点的时候 一万多个马里兰民兵和正规军已经严阵以待了 这次从路上进攻巴尔地摩的 是上次火烧华盛顿的老搭档 皇家海军的科伯恩将军和陆军的罗斯将军 这哥俩带着4000人马 任务就是把巴尔地摩烧成灰烬 其实啊 这陆军的罗斯将军他不想来 虽然烧华盛顿烧到手软 但烧巴尔地摩并非是罗斯所愿 华盛顿是一个小城 没什么东西 那烧就烧了吧 巴尔地摩毕竟是大城市 罗斯呢 于心不忍 不过这皇家海军的科伯恩 倒是干劲十足 可是当科伯恩与马里兰的民兵交上火的时候 他才发现巴尔地摩那可不是华盛顿 民兵虽然不像英军那样久经战争 但他们有战壕和树林的掩护 火力那是极其勇猛 即使在第一条防线被迫后退的时候 也没有变成溃逃 而是有秩序的撤退 英军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在罗斯领人向前推进的时候 一颗子弹从树林中飞出 正中他的胸膛 这位勇敢忠诚的罗斯将军就这样倒在了地上 科伯恩飞奔到朋友身旁 眼看着生命从朋友的身体中是一点点的流失 罗斯用尽最后的力气倾诉对妻子的思念 罗斯曾向妻子发誓一定要回到他的身边 在罗斯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是否曾为他亲手烧毁的华盛顿城而忏悔呢 罗斯是这支队伍的灵魂 深受将士们的爱戴 他的趋势让整个计划就丢了半条命 虽然科伯恩和罗斯的副手继续组织进攻 也有了一些进展 但进城基本是不可能的 进去恐怕也出不来 9月14日 英军在风雨交加中 无声无息的退去 消失在巴尔蒂摩人的视野之中 就在路上的进攻受阻时 皇家海军的舰队来到距离 麦克亨利堡五公里的地方 麦克亨利堡在巴尔蒂摩内港外边 守护着通往内港的重要河道 若想从水路进攻巴尔蒂摩 必须先拿下麦克亨利堡 但是麦克亨利堡周围有一片潜水区 巴尔蒂摩人呢 又凿沉了几艘商船挡在那 军舰呢 没法靠得太近 英军只能先用大炮轰一轰麦克亨利堡 把他打残 然后派人坐小船 从旁边登陆攻上堡垒 麦克亨利堡上的美军主将 是34岁的乔治阿米斯戴德 他来自军人世家 守住堡垒不仅是他对巴尔蒂摩的责任 也是他对妻子的承诺 他妻子路易莎产妻将近 这几天就要临盆 他不能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在火海中诞生 阿米斯戴德带着他的一千名战士 在炮台上严密监视着英军的动静 一年前阿米斯戴德或者是他的前任 从巴尔蒂摩的志祺人 玛利扬皮克斯基尔太太那里 定制了一面特大号的星条旗 12.8米长是9.1米宽 一般的标准旗是最大3米长1.8米宽 可见这面旗有多大 这面旗是皮克斯基尔太太和他13岁的女儿 卡罗林一起完成的 1776年国会在宣布独立的时候 规定星条旗为美利坚联盟的国旗 上面呢有13条红白相间的横杠和13颗环形排列的六角星 代表北美13个独立州 后来联邦每增加一个州就多一条横杠多一颗星星 那星星呢也从六角形变成了五角星 皮克斯基尔太太坐的这面旗上有15条横杠和15颗横数排列的星星 因为联邦增加了两个新成员 冯蒙特和肯塔基 另外三个最新加入联邦的州 田纳西 俄亥俄 路易斯安娜 还没有来得及荣登国旗 这面特大号的国旗 每天就在迈克亨利堡上飞舞 当然也有人说 他是晚上降下来 早晨再升起来 是要多张扬 有多张扬 你绝不会错过他 英国军舰也不会错过这面特大号 的星条旗 打的就是他 9月13日 英国舰队19条船向迈克亨利堡开炮 从白天到晚上 从黑夜到黎明 整整27个小时 轰炸式片刻不停 一共打出了1500到1800发炮弹 炮火把夜空照得是如白昼一般 周围所有的村庄和城镇里的人都出来围观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场面 迈克亨利堡就像哑巴一样一声不出 原因很简单 迈克亨利堡的大炮射程不够 人家英军大炮的射程大约是3700米 美军大炮的射程只有1800米左右 英军是打得着城堡 是城堡打不到英军 那就别费劲了 先躲起来再说吧 美军全都藏进鸡脚盖篮里 那一千多发炮弹也没打死几个人 9月14日凌晨 当英军的炮声停息 迈克亨利堡上的美军大炮忽然开火了 因为英军已经开始登陆 迈克亨利堡和周围的两个辅助炮台同时开炮 一时间是硝烟再次弥漫 谁也看不见大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所有围观群众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迈克亨利堡还在咱美国的手上吗 在观战的美国人中 有一个人的角度 那是独一无二 他在英军舰队中目睹了整个过程 这个人就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 35岁是乔治东的律师 他跑到英军舰队那边是去救人的 他要救的是65岁的威廉·宾尼斯医生 宾尼斯医生家住在马里兰的乔治王子县 离华盛顿很近 他是那个县最大的地主和最受尊敬的公民 8月22日 科布恩和罗斯将军带人去烧华盛顿的时候 就路过他们家 当时呢 大部分居民都跑了 宾尼斯和几个朋友却是稳如泰山 他们彬彬有礼的招待了两位将军 英军九足饭饱后 继续向华盛顿进军 科布恩和罗斯还以为这个宾尼斯啊 那是大大的良民呢 谁知这位宾尼斯心中是包藏火心 他和朋友们趁人不注意 就把落在后面的六个英军士兵抓起来 打算拿他们去换被俘的美军战士 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把人藏好 英军大部队 已经烧完华盛顿就回来了 发现了被抓的士兵 这一下宾尼斯可倒霉了 他被抓起来 押到了英军的军舰上 要被送到加拿大坐牢 宾尼斯呢 毕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一被抓 马上惊动了各路神仙 大家凑一块 想了个所有的英国人都能想到的办法 找个律师 这个宾尼斯呢 有一位特别有钱的病人 叫理查德韦斯特 韦斯特的妻子恰恰是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姐姐 大家都知道 基是个成功的律师 能言善辩 胆略过人 而且是人脉极广 韦斯特亲自去找他 他慷慨英云 立刻启程去巴尔蒂摩 找另一个跟英军多有渊源的律师朋友 约翰斯金纳帮忙 在去巴尔蒂摩的路上 基专门去了趟华盛顿 和布莱登斯堡 那里有一些被美军俘虏的英军伤员 他请几个级别高的伤员给罗斯将军写信 说他们如何被优待 请将军善待美国人 等等等等 然后他拿着信 约着斯金纳 乘着一艘叫做敏登号的小船 船上挂着白旗 向英军舰队驶去 敏登号来到英军旗舰身边时 基和斯金纳受到英军舰长的热情接待 科伯恩和罗斯将军也在船上 当时他们还没有去巴尔蒂摩 大家还以为啊 这俩律师是来投诚的 等他们说明来意 科伯恩和罗斯 他们的脸色立刻变了 什么 让我们放了宾尼斯 门都没有 你问问他 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竟敢抓国王陛下的战士 简直是卑鄙无耻 基呢 耐心的听完两位将军的牢骚 一面是好言相劝 一面拿出英军伤员的信 交给罗斯 这封信那是关键的道具 罗斯对部下那很有感情 他被信中的陈述感动了 路火见息 科伯恩呢不吃这一套 但罗斯说 宾尼斯是陆军的俘虏 我同意放人 但有个条件 你们现在不能走 必须等到巴尔蒂摩这一仗打完之后才能离开 省得你们啊 把我们的虚实告诉美军 于是金和斯金纳就把宾尼斯接到了闽灯号上 驾船随着英军舰队来到了迈克亨利堡 在闽灯号的甲队上 在闽灯号的甲板上见证了那漫天的炮火 在无休止的硝烟中 三个美国人紧张的搓着手是来回的溜达 宾尼斯和斯金纳一个劲的问鸡 哎怎么样了 看见那面棋了吗 迈克亨利堡没有丢吧 鸡呢拿着望远镜是拼命的看 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那面迎风招展的特大的国旗 可是随着夜幕降临就什么也看不见 九月十四日第一缕晨曦划破夜空的时候 岸上依然是烟雾缭绕 迈克亨利堡还在吗 鸡拿着望远镜执着地看着 焦急地等待着 忽然他看到了那颗颗闪闪的星星 冲破迷雾迎着阳光高高的飞跃在天空 我们的棋还在 迈克亨利堡还在 我们胜利了 是的美国人胜利了 英军的狂轰滥炸 没有动摇迈克亨利堡守军的意志 他们击退企图登陆的敌人 保住了巴尔蒂摩的大门 英军的水陆进攻都以失败告终 切萨皮克湾之战结束了 迈克亨利堡的美军死四人伤二十四人 他们用最小的代价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不久阿米斯戴德的妻子给丈夫捎来了信 妻子为他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儿 那面星光闪闪的旗帜 让岸上的人们浑声雷动 敏登号的宾伊斯和斯金娜 也像孩子一样是连喊带叫 今天那是激动万分诗情洋溢 当场在一封信的背面 写下那著名的诗篇 保卫迈克亨利堡 两天之后 他们来到了巴尔蒂摩那首诗 就出现在了报纸上 而且很快就风靡全国 后来诗的名字就变成了星光闪烁的旗帜 又称星条旗 有人把这首诗就填进一首英国歌 《至天堂中的阿克纳利翁》 这首歌是唱遍了大街小巷 1931年国会通过法案 正式把星条旗定为美国国歌 这首歌的歌词一共四段 最为人们熟知的是第一第二第四段 一般只唱第一段 有时候也唱第四段 美国人在唱国歌的时候 总爱自由发挥 加入各种各样的变调 听众也爱在倒数第二句结束时 加上起哄的声音 自豪与欢乐是异于言表 但是不管曲调怎么变 记得歌词总是带给人们最原始的震撼 歌词是以彬一丝医生的问话开始的 讲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哦 你看到了吗 在那一线曙光中 我们对着什么欢呼 谁的心跳闪烁 穿越熊熊战火 在我们的阵地上迎风飞舞 炮火耀眼 炮声隆隆 他们都是我们旗帜的见证 哦 那星光闪烁的旗帜 依然飘扬 在自由的土地 永世的家乡 麦克亨利保之战以后 新条旗 似乎有了更鲜艳的色彩 那是一个新国家 新民族的色彩 是自由的色彩 1818年 国会决定 以后每增加一个州 就多一颗星星 但横杠保持13条不变 代表最初独立时的13个州 渐渐的新条旗 长成了今天的模样 13条横杠 50颗星 有人觉得他花里胡哨 有人觉得他热情奔放 在外国人眼中 他是美国 在美国人眼中 他是自由 每一个小学生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一课 都要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星条旗 对我们如此重要 标准答案是 因为他意味着 我们是自由的 美国人可能是世界上 最爱国旗的民族 有时候爱得让人抓狂 虽然国旗法规定 国旗图案不能印在 可能废弃的物品之上 比如衣服 鞋帽等等 但没人遵守 内衣 比基尼 袜子 都可能运上国旗 反正警察不管 但小节可以不拘 大义 不能不顾 比如晚上 旗杆周围一定要有灯 不能让国旗 飘在黑暗之中 再比如 国旗不能向任何人敬礼 也就是不能做那种 把旗杆倾斜一下 又迅速抬起的动作 就像是蘸一下水或点一下头那样 1908年 伦敦奥运会时 所有国家代表队在经过主席台时 都用国旗点一下头 向英王爱德华七世致敬 只有美国队的棋手 没做任何动作 昂首挺胸高举着国旗走过 英国愿怀华人 大骂美国人不懂礼貌 美国领队马丁谢里登说了那句著名的话 这面旗不向人间的国王致敬 好了 让我们回到1814年 新条旗仍然飘扬在自由的土地上 但渴望自由的人们 什么时候才能重获和平呢 精疲力竭的美英两国 能否在谈判桌上 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利益呢 请听下一个故事 和平 美国的故事 跌宕起伏四百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兰老师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 第105回 和平 1812年的战争 打到1814年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不想打了 那么最不想打的 就是当初主动宣战的麦迪逊总统 似乎从宣战的第二天起 麦迪逊就惦记着讲和 但国会里的少壮派 也就是鹰派们 惦记着加拿大 1812年和1813年的战事 清楚的告诉美国人 加拿大不是他们盘中的菜 恰在此时 一个合适老出现了 他就是俄国的沙皇 亚历山大一世 在拿破仑战争中 俄国是英国的亲密盟友 同时俄国也是美国的贸易伙伴 1813年刚把拿破仑 赶出莫斯科的亚历山大一世 急于重建自己的国家 迫切需要恢复与英美的贸易 眼看着这哥俩打架 阻了自己的财路 俄国的沙皇赶紧劝和 给朕一个面子吧 别打了 你们都到圣彼得堡来 来谈一谈怎么样啊 麦迪逊一看有人劝架 那高兴死了 马上接受沙皇的邀请 先派代表去俄国 但英国不敢 他最烦啊 中介掺和这件事 谈可以 但必须咱俩面对面的谈 绝不接受第三国的调停 1814年1月5日 麦迪逊同意与英国直接和谈 谈判地点 就是荷兰的根特 那么大家还记得 参加巴黎合约谈判的是谁吗 那是本杰明弗兰克林 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杰一 那都是国父班里的学霸呀 美国之所以 总是把人尖子往外派 除了不想在欧洲列强面前 吊自己的劲儿之外 还有一个不得已的理由 当时的世界的中心在欧洲 所有的国际谈判 那都得在欧洲进行 欧洲人呢 不必来美国 美国人却每次都要远舍重洋 他们不可能及时得到所谓这个中央的指示 只能根据事先约定的底线 凭自己的判断先斩后奏 所以呢 必须要挑能干忠诚 代表各方利益 又有专业知识的人 而且必须来自不同的地区 大家商量着办才不会出乱子 那么这次呢 来根特的美国代表团 阵容像以往一样 那是超豪华的 五位代表都是一流的人物 首席代表是前总统的儿子 美国第一任驻俄公使 约翰昆西亚当斯 昆西亚当斯的水平我们以前讲过 以后还要讲 他是天才的外交家 也是未来的总统 此时的他已经在圣彼得堡任职四年多了 那么俄国宫廷呢 特别喜欢他 沙皇甚至建议他在圣彼得堡买房子 定居俄国 亚当斯奉召赴根特主持谈判 和谈结束后转任驻英公使 再也没有回到俄国 那么第二位代表呢 是参议员詹姆斯贝亚德 特拉华州的联邦党人 当初他那关键的一票 让杰斐逊击败伯尔当选总统 第三位是我们熟悉的财政部长 阿尔伯特·加勒廷 他是杰斐逊和麦迪逊政府中 最出色的官员 第四位呢 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 亨利·克莱 这个名字在此后的三十年中 将让你啊 如雷贯耳 他呢 来自肯塔基 第五位是驻英公使 乔纳森·罗素 他是资深的外交官 但跟前面那四位 人精同事比起来 重规重矩的他是最平庸的 虽然谈判的根据 是国务卿詹姆斯·门罗的指示 但门罗只能给一个底线 其余的要代表们自己去争取 这五位关心的重点呢 都不一样 想在根特达成的目标也不一样 亚当斯和贝亚德主要关心 美国的自由航行权 这是美英战争的导火索 加勒廷呢 最担心的是美国的财政状况 这仗要是再打下去 那联邦政府就要破产了 克莱是鹰派领袖 心里呀 只有三件事 那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和加拿大 当然了 这是一件事啊 罗素呢 主要是来打酱油的 这个包括了联邦党和共和党 东部人和西部人 和平哥和战英的代表团 能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利益吗 跟美国代表团比起来 英国的三位代表 名不见经传 能力和职位都不上档次 也不能说呀 英国人故意怠慢 主要是英国离根特太近了 首相和外交大臣的指示 随时都可以传到这里 那三位呀 只不过是一个传声筒 1814年8月 在紧张的准备之后 和谈开始了 美英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目的 美国人呢 先来了一个狮子大开口 要求英国割让加拿大 英国就回复说了 说你疯了吧 堂堂的正规军 让人家加拿大民兵 打得找不着北 你还好意思抢地盘 我们不要求你们 割让免英 那就不错了 当时英军正占领人免英 接着英国说 我们要在西部建立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 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 也保护加拿大 当然那句没说出来的话是 你们从此休想再稀进 那么美国就回复说了 除非你把我的命拿去 否则这一条你啊 想都不要想 到此为止 双方算是探了对方的底线 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随着战场上的成败输赢 双方代表的心 也跟着是起起落落 火烧华盛顿 巴尔地摩之战 上普兰湖之战 普拉茨堡大撤军 等等等等 英国终于明白 他能狠狠惩罚美国的计划 不可能实现了 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 打了二十年仗的欧洲 安静了下来 主流民意呀 渴望和平 本来英国议会 想请打败拿破仑的 威灵顿公爵 出任加拿大总督 给美国一点颜色瞧瞧 那么公爵呢 很礼貌 但很坚决的拒绝了这个意图 相反 威灵顿公爵主张 与美国议和 尽快结束北美的战争 那么连铁腕公爵都这么说 那么议会还有什么选择呢 事实证明 威灵顿公爵真是一个神算子 就在英美战争正式结束的那个月 拿破仑从流放地厄尔巴岛 就逃回了巴黎 重登皇位 威灵顿公爵再次披挂上阵 于1815年6月18日 帅英普和比联军 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是大败法军 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拿破仑的问题 无比辉煌的滑铁卢之战 实际上是无比凶险 若没有威灵顿公爵 铁一般的意志 没有普鲁士军队 百折不回的决心 那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此时威灵顿公爵远在加拿大 那欧洲啊 你就等着哭吧 英国学乖了 美国也学乖了 就算克兰念念不忘加拿大 他也很清楚 美国根本没那个实力 能保证现有的领土完整 那就不错了 加勒庭提醒克兰 说国库已经空了 英军封锁了整个美国海岸 贸易凋敝是经济萧条 新英格兰各州正酝酿着脱离联邦 再打那就要变成内战了 对形势看得最清楚的那是亚当斯 他劝大家放弃占便宜的心理 把恢复战前状态作为合约的目标 那不多也不少 好像心有灵犀一样 就在亚当斯劝他的同事的时候 威灵顿公爵也在劝英国内阁 接受战前状态 他说普利沃斯的将军从纽约上州撤军 姚将军在五大湖区市陷入僵局 皇家海军在巴尔蒂摩受挫 这一切都说明 英国无力在北美提出任何额外的领土要求 接受战前状态 赶紧抽身 这是公爵给内阁的忠告 1814年12月24日平安夜 英美签署根特条约 条约要求双方立刻停止所有的敌对行为 归还在战争中夺取的对方的领土和财产 释放所有的战俘 条约呢 没有提及海上的胁迫行为 总之一句话 战前什么样 战后就什么样 没有任何改变 还有一些小争端留到以后协商解决 英国曾试图收回在巴黎合约中授予美国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域的捕鱼权 那么还记得当年约翰亚当斯为捕鱼权发的那一通高论吗 那么儿子昆西亚当斯当然不会把老爸争来的权利是拱手让人 昆西亚当斯拒绝了英国代表的要求 那意思是说 俺不占便宜 但也不能吃亏 1814年12月28日 也就是条约草迁仅仅四天之后 英国议会就批准了条约 现在只等美国国会批准了 条约就生效了 但是和平真的来了吗 当美国代表们在根特为和平努力的时候 另外两件事也同时在进行着 这两件事一件发生在北方 一件发生在南方 北方这件事叫做哈特福德会议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所讲 严重依赖对英贸易的新英格兰各州 从一开始就激烈反对战争 这里是联邦党的大本营 本来就有明显的亲英的倾向 那么这些州的眼中 1812年的战争 不是美英两国的战争 而是麦迪逊的战争 弗吉尼亚王朝的统治者们 无视新英格兰的利益 只知道向新英格兰征税 然后拿着钱去保卫其他的州 战争期间联邦政府 没有为处于美加边境的新英格兰地区 提供任何的帮助 所有的防御都有各州自己承担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新英格兰为什么不能截留一部分联邦税收 用于防务呢 我们为什么还要乖乖的听命于华盛顿 那个政府呢 随着战争的进展 英军从对新英格兰网开一面 就变化到了与其他地区是一视同仁 新英格兰的贸易和经济迅速崩溃 各州实在是受不了了 激进的联邦党人 比如前国务卿提莫西皮克林 积极推动脱离联邦 其实这种活动啊 早在1800年 托马斯杰斐逊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 就开始了 但那个时候呢 联邦党还有一位领袖 那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不管有多恨杰斐逊 汉密尔顿都坚持反对分裂 这也是引起他与伯尔 在1804年的那场决斗的原因之一 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决斗的前夜 他给他的联邦党的朋友们写信 奉劝他们放弃分裂的企图 他说 如果你们打碎了联邦 你们就打碎了我的心 如今呢 汉密尔顿不在了 似乎没有人能阻止这场阴谋 1814年12月15日 来自马萨诸塞 康涅狄格罗德岛 新汉布什尔的26位代表 在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开会 讨论如何应对当前的形势 哈特福德会议把麦迪逊政府下出了一身冷汗 真是外敌未除是右天内患 新任战争部长门罗下的第一道命令不是针对英军的 而是让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军队是严阵以待 随时准备扑灭叛乱 杰斐逊和麦迪逊大概忘了 16年前 他们起草的肯塔基决议案和弗吉尼亚决议案 确立了一套九八原则 正是九八原则造成了今天的恶果 他还将在70年后酿制更大的灾难 当杰斐逊明目张胆地号召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时 当麦迪逊言之凿凿地阐述各州有权介入联邦的权利时 他们可曾想到有一天别人是有样学样 以同样的方式反抗他们的统治 他们可曾知道 他们的行为险些肢解了他们亲手缔造的这个国家 然而幸运的是 哈特福特会议的代表们比当年的杰斐逊和麦迪逊 那理智多了 会议自始至终被温和派们掌控着 比如会议主席马萨诸塞的乔治卡伯特 他的目标就是 我们要阻止你们这些头脑发烫的年轻人闯出大乱子 在20天的秘密讨论之后 哈特福特会议在1815年1月5日就出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内容温和的 让所有的人在尝出了一口气之余 都忍不住拍拍自己那颗快要跳出来的心脏 哎呀可是吓死本宝宝了 这份报告只字未提脱离联邦的事 也没像当年的肯塔基和弗吉尼亚那样 露骨的否决联邦的法律 只是提了七条修宪议案 比如废除五分之三定律 新加入联邦的州必须得到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 禁运法期限不得超过六十天 对商业的立法必须或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通过 宣战的决议必须或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 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担任联邦官员 总统只能任一届 且一个州不能连续出两位总统等等等等 这份报告针对的就是麦迪逊政府和他代表的南方 是警告而不是威胁 但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危机 足以提醒麦迪逊 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而不只是南方人的总统 从麦迪逊战后的表现上看 他清清楚楚的收到了这个信号 弗吉尼亚王朝将在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中 把美国带进一段美好的时光 就在麦迪逊政府提心吊胆的盯着哈特福特会议的时候 南方正上演一出年度大戏 1814年11月 从巴尔蒂摩撤离的皇家海军和陆军 在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 驶往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 英国对这个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 早就是垂涎欲滴了 英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 也就是说 他不承认拿破仑曾对路易斯安那拥有过主权 不承认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是合法的 也就不承认新奥尔良是美国的地盘 所以如果英国占领新奥尔良 来的近旅 陆军主将是爱德华帕肯汉 他姐夫是威灵顿公爵 帕肯汉跟着姐夫在欧洲是屡见战功 公爵呢 很爱这个小舅子 美国从上到下都觉得新奥尔良 要完了 只有一个人不信邪 他就是老核桃树 安德鲁杰克逊 这一下美国有史以来最能闹腾的主登场了 如果你不知道这位安德鲁杰克逊长成什么样 那你就去看看20美元的钞票 抓紧时间看 因为再过几年 可能他就要被踢出20美元了 他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以后再讲 现在咱们要跟着这位安德鲁杰克逊到新奥尔良 看一看吧 杰克逊一到新奥尔良 立刻宣布进行军事管制 谁再敢说投降啊 那我就毙了他 所有的商品优先供应军队 什么人权呀 自由啊 先靠边站 打完仗再说 老核桃树带着5000个肯塔基民兵和正规军 在新奥尔良城外的沙尔梅特庄园是挖好了战壕就等着英军前来送死 此时 根特条约已经签订了 只是大家呢 还不知道而已 但是 即使杰克逊知道此事 那么他会罢手吗 1815年1月8日英军铺天盖地的大红色军装就出现在了一马平川的沙尔梅特 其实啊 英军也不想在光天化日之下裸攻 但几路人马耽误了时间 错过了黎明前偷袭的时机 杰克逊呢 根本不遵守绅士规则 吩咐神枪手们 专挑军官打 美军躲在战壕里射击 英军却毫无遮掩 用血肉之躯就往上填 结果是短短半个小时内 沙尔梅特的平原 变成了红色的 鲜红的军装就浸在了鲜红的血里 帕肯汉将军和无数其他军官阵亡 英军大约死400人 伤1400人 被俘500人 当然也有的记录数据彼此略低 那么猜猜美军是什么情况呢 七死六伤 这不是打仗 简直就是屠杀 杰克逊逢人就吹呀 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威灵顿公爵的军队 那么现在呢 三路信使带着三个消息 往华盛顿就赶 东边 根特美国代表团的秘书及一位英国官员正带着根特条约和英国议会的批准书穿越大西洋 把和平的消息送往美国 那么西边呢 杰克逊的军官正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 要把新奥尔良的捷报是传回战争部 北边呢 新英格兰的特使正带着哈特福特会议的报告赶往首都 三路信使都不知道这一个月内发生了什么 他们无意中参加了一场送信的比赛 看哪个消息先到华盛顿 这三位信使到的顺序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完美 2月4日 杰克逊的信使先到了 首都立刻沸腾了 好消息啊 是闪电的速度就传到了费城和纽约 2月11日 当根特的信使在纽约靠岸时 他们莫名其妙的发现 整个城市正张灯结彩是庆祝胜利 当人们得知和平终于到来的时候 那欣喜若狂的情节啊 简直就上了天了 虽然杰克逊的胜利与根特条约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只因他的信使先到 大家感觉啊 好像是他的胜利 才导致了和平协议的签订似的 尽管战争是个平局 但美国人毫不怀疑自己赢了 哈特福德的信使最后到 他们一进城就被欢乐的气氛给融化了 再也没有人关心哈特福德的事 仗都打完还抱怨个啥呀 哎别闹了回家好好啊 过日子吧 战争结束了 和平降临了 昨天还灰头土脸的麦迪逊总统 今天呢就成了战争英雄 全国人民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他的粉丝 弗吉尼亚王朝仍将继续 联邦党将退出历史舞台 2月16日参议院以35比0的全票就批准了根特条约 历史两年半的1812年的战争正式结束 奇怪的是 本管输赢 这各方的感觉呀 那都特别的好 英国人很快就完全忘记了北美的战争 因为他们只记得滑铁卢沉浸在打败拿破仑的喜悦里 美国人呢完全相信自己是胜利者 尽管学者们一再提醒大家 这仗打得有多糟糕 加拿大至今仍念念不忘 他们怎样英勇无畏的打败了美国侵略者 他们是真正的赢家 只有一方是彻底的失败者 那就是印第安人 他们再一次被英国抛弃 被美国欺凌 根特条约里有一款规定 各方都要结束对印第安人的敌对行为 但这句话呀 那就跟没说一样 印第安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最杰出的领袖 失去了联合起来的契机 也失去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从此印第安人只能是任人宰割 从条约的内容上看 这仗啊 算是白打了 完全回到了战前的状态 什么都没有变 但是人心改变了 战争让美英都认识到对方是不可战胜的 这是美英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 两个同文同种的民族 从此是一笑敏恩仇 人们在和平的赐福中领悟了美国第一任驻英公使约翰亚当斯对英王乔治三世说的那句话 尽管我们隔着大洋 但我们有着对彼此天然的认同与好感 因为我们的人民说同样的语言 信奉相似的宗教 共享雪脉亲情 随着美英关系冰消雪荣 美家关系也是春暖花开 小伙伴们一路和和气气就走到了今天 1812年的战争对美国来说真的算不上是一个胜利 这场战争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还搞得自己呀是差点破产 除了海军的亮丽表现之外 其余的是乏善可陈 陆军简直是惨不忍睹 仗打成这样还能拿到一个平等条约 实在应该归功于那些出色的外交官们 然而战争让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是空前高涨 他们从来没感到过如此强大的凝聚力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的知道美国人的含义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战争铸造了一个国家 面对战后的满目疮痍 麦迪逊政府将怎样吸取教训除旧不新呢 年轻的国家将怎样在战争的废墟中找到富强之路呢 请听下一个故事 美国体系 美国的故事跌宕起伏四百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蓝老师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第106回 美国体系 1815年2月 参议院批准根特条约 1812年的战争正式结束了 美国人忽然发现 他们似乎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 战争留下的烂摊子 轻而易举的把人们的思绪就带回25年前联邦政府刚成立时的窘境 他以奇特的方式揭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那就是共和党的那一套不灵 那么既然如此 共和党怎样走出自己的阴影呢 让我们先脑补一下 共和党的治国法宝 共和党的治国法宝有四条 第一 低收入低开支 第二 不见常备陆军 海军呢 维持在最小规模 第三 无奇事低关税 完全自由贸易 第四 取缔中央银行 那么这四条中呢 第二条是第一条的结果 那政府没钱还养什么兵呢 不但不能养兵 连基础设施都甭想 第三条 是以牺牲工商业为代价来保护农民的利益 让农民能以低价购买进口的制成品 第四条 通过限制金融业来保护农业 总之一句话 这就是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 可是这个从1800年革命以来 就大行其道的套路 被战争是丝的粉碎 窘迫的财政状况 让联邦政府无力支持战争 基础设施的缺失 让入侵加拿大的野心是化为泡影 民兵的糟糕表现 让所有的人对他们失去了信心 中央银行的终结 让高效的融资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革命理想是颜面扫地 革命领袖 拿什么拯救美国呢 在1815年和1816年的国情咨文中 麦迪逊总统向国会提出了 他重建美国的主张 第一 增加军费开支 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和训练 民兵已被战时之需 在和平时期维持较大规模的海军 第二 对制成品征收保护性关税 也就是高关税 扶持美国弱小的制造业 把关税提高一倍 对所有进口商品 征20%的关税 对纺织品征25%的关税 第三 兴建基础设施 修筑全国性的公路 桥梁 运河 第四 重建中央银行 如果闭着眼听 你肯定认为是汉密尔顿在说话 早在1791年 汉密尔顿在给国会的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 就提出征收保护性关税 扶持制造业建设交通系统 中央银行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他最耀眼的成就 当时反对他最激烈的 就是麦迪逊 时隔25年 麦迪逊亲自请回了 曾被自己劈倒 劈臭 踩在脚底下的汉密尔顿主义 这件事说明 汉密尔顿比他同时代的人 至少超前25年 而在现实中 跌得鼻青脸肿的麦迪逊 既不怕修正过去 也不怕面对未来 麦迪逊画风突变 让所有的人啊 都有点发懵 联邦党不敢相信 总统啊居然开窍了 共和党 坚信党内出了叛徒 保守的共和党人 约翰伦道夫 大骂拜迪逊 比汉密尔顿 还汉密尔顿 别忘了啊 麦迪逊是杰斐逊 最忠实的信徒 也是共和党的缔造者 九八原则的奠基人 他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对过去25年的否定 他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位 麦迪逊吗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麦迪逊 一个超级务实的政治家 28年前 当他认定联邦能救美国 他义无反顾的成了联邦党人 25年前 当他确信联邦侵犯了自由 他毫不犹豫的变成共和党人 如今 当他看到杰斐逊主义 不能复国强兵 他顺理成章的选择了汉密尔顿主义 所有的矛盾和转变 都源于他心中唯一的那个尺度 那就是美国的利益 只剩两年任期的麦迪逊 为一个长达40年的经济计划 开了一个头 由他开启的这个计划 被称为美国体系 美国体系 根植于汉密尔顿的经济思想 和由他产生的美国学派 麦迪逊 只是借用汉密尔顿的理念 提了一个模糊的设想 但国会中的少壮派议员们 立刻就捕捉到了 这个信号中蕴含的无穷的机会 他们迅速把它变成了 切实可行的措施 美国体系真正的设计者和推动者 是那两个我们将耳熟能详的名字 那就是亨利克莱和约翰卡尔霍恩 克莱被认为是美国体系的总设计师 他和卡尔霍恩也是国会中的鹰派领袖 1812年的战争就是他们俩鼓得出来的 战争让他们看清了美国的发展方向 当然这仗也算是没有白打 这两位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 先看看他们怎样把麦迪逊的计划变成现实 1816年4月10日 麦迪逊签署了国会通过的银行法案 中央银行满血复活 这就是第二合众国银行 他的章程与第一个合众国银行是如出一辙 但起步资金是汉密尔顿银行的三倍 不久麦迪逊签署克莱提出的坎布兰公路法案 由联邦政府出钱在肯塔基修路 麦迪逊竟然还想把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 建立国立大学的梦想变成现实 但没有成功 尽管麦迪逊在卸任前一天 否决了克莱和卡尔霍恩推动的 建设全国交通网络的法案 但美国体系仍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了新大陆 1817年伊利运河开工了 这条缺资金缺工程师缺技术缺人手 本来预计30年才能完成的运河 只用了8年就通航了 全长843公里的伊利运河 东起哈德逊河就在奥尔巴尼附近 西连尼亚加拉河在布法罗附近 把纽约市和五大湖连在了一起 从此大西洋上来的货物可以直达内陆 运输成本降为了几十分之一 运河开刀前从纽约市到布法罗 一吨货物的运费大约是100美元耗时45天 运河启用后 一吨货物的运费大约是6美元 仅需9天时间 沿途所有的城市都膨胀了起来 无数的村庄变成城镇 纽约市把竞争对手费城和巴尔地摩 远远就抛在了身后 成为无可争辩的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港口 纽约港征收的关税成倍增长 为联邦政府提供了建设其他基础设施需要的资金 虽然伊丽运河属于纽约州航运系统 但它的巨大成功为全国树立了榜样 挣钱的买卖还怕没人学吗 就在伊丽运河开通的同一年 也就是1825年 继蒸汽船之后 另一种交通工具诞生了 那就是蒸汽火车 1828年7月4日 巴尔地摩至俄亥俄铁路开工 第一段于1830年投入使用 此后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推动下 运河和铁路像蜘蛛网一样 在新大陆蔓延 正如运河降低了水运成本 铁路在20年里 让路运成本也降低了95% 运输速度增加了5倍 偏远的村庄不再偏远 农产品也像工业品一样 畅通无阻的流向全国以及世界各地 为以农业为主的南方 带来了繁荣和富裕 在合政国银行复活之后 各州各地争相效仿 三百多个政府资助的银行 像变魔术一样的冒了出来 从1810年到1830年期间 美国的货币发行量翻了13倍 1817年在华尔街40号 纽约股票交易所诞生了 第一个专业股票经纪公司 也在纽约成立 汉密尔顿去世后 遭到冷遇的金融业 在他热爱的华尔街上悄然复兴 麦迪逊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振兴经济 但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 随着连接全国的道路铁路运河桥梁的建成 随着商业纺织业钢铁业运输业金融业的成长 随着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扩张野心得以实现 美国体系让新大陆成为最富裕的土地的同时 也让美国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家 正因如此 当美国内战来临 北方不仅可以凭绝对的经济优势碾压南方 林肯总统也可以借维护国家统一 这个不合法的理由来聚敛人心 这是麦迪逊总统始料未及的 当然看上去蓬勃发展的美国体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宏伟的计划落实到细小的环节 当天马行空的梦想变成实实在在的合同 当道德与法治面对面 当联邦和周权对部公堂 每一件小事都会成为大事 每一个案例都会变成先例 在三权分立的新大陆 国会和总统干得再起劲若没有法院的支持 一切都要打折扣 那么法院怎样解读这个日新月异的新国家呢 其实对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来说 千变万化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只被一个尺度来衡量 那就是法律 但法律难道没有困惑的时候吗 1810年的亚祖案学名是弗莱彻素佩克案 就在考验着法庭和法律的智慧 事情呢是这样的 1795年 佐治亚州议会把亚祖地区的2.12亿亩土地 以每亩0.25美分的价钱 卖给了四个开发商 这个价基本上是白送 那么议会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因为所有的议员 只有一个除外都受惠了 开发商们给了他们大笔回扣 这就是亚祖土地丑闻 典型的腐败窝案 但直理啊 包不住火 佐治亚人民很快就发现了真相 愤怒的选民在1795年年底的选举中 把所有的议员就赶下了台 换了一波全新的人上去 新议会呢 于1796年推翻了上届政府的决议 宣布买卖无效 把亚祖地区是重新收归州政府 民心大悦 那么这件事呢 要就此了结 大家还觉得挺痛快的 而且跟联邦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接下来的剧情就出现了大逆转 当初那四个拿到便宜土地的开发商 以闪电的速度就转手倒卖给其他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又转卖给了另一些投资者 等佐治亚新议会推翻最初的交易时 亚祖土地早就转了好几次手了 那些后来的投资者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可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 他们是无辜的 现在佐治亚收回土地 他们的钱就打了水漂了 那这可不行啊 我们要告状 怎么告 告谁宪法第十一修正案规定 一个州不能被另一个州的公民或外国人起诉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佐治亚人 你就不能告佐治亚州 但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外州人 他们没法找佐治亚州政府算账 找开发商又要不回钱 唯一的选择就是告到美国国会 要求联邦议员们 还他们公道 这一下 佐治亚的家事就变成了联邦政府的国事 自从这事闹到华盛顿 国会和总统的头疼病 那就犯了 杰斐逊和麦迪逊 都想啊 稀释宁人 忙不迭地两边劝 一方给钱 一方撤诉 大家都让一步不行吗 偏偏这两边都是啊 得理不饶人 佐治亚州不能得罪选民 投资人不能失去利益 你说怎么办呢 1803年 来自新汉布什尔的投资者 罗伯特弗莱撤 状告来自波士顿的投资者 约翰佩克 当初呢 佩克买了一块雅祖的土地 转手就卖给了弗莱撤 佐治亚收回土地以后 弗莱撤说 佩克对那块土地 没有合法的所有权 不能把它卖给我 退钱 佩克就说了 说我冤枉啊 我买卖土地的时候 是凭诚信签的合同 我怎么知道 他们贪污腐败呢 我又怎么知道 佐治亚州会变卦呢 我的所有权 那是合法的 其实啊 这弗莱撤和佩克 那是好朋友 根本啊 不是真打官司 他们都是雅祖的投资者 也都是受害者 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比别的人要聪明 眼看着国会和总统 不管用了 这俩呢 就找到了法院 找法院就要打官司 你不是不让我告 佐治亚州吗 那我就告 私人投资者 就告这个佩克 两个人都清楚 这案子啊 最终一定会到最高法院 他们就想测试一下 佐治亚州的做法 是否是违宪 弗莱撤告状的目的 就是想要自己输 那样就能证明 佩克的权益是合法的 整个事情就会大有转机 其他的投资者呢 也将受益 法官们当然不知道 这俩那是吃饱了撑的打官司玩 案子那该咋办 那就咋办呗 1807年 大法官酷心 在联邦巡回法院 判佩克胜 弗莱撤不服 哎 这里边所谓的不服啊 弗莱撤不服 一路上诉 1801年2月 案子呢 就到了最高法院 3月16日 在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后 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 写了判词 这份判词 让弗莱撤诉佩克案 成为继马博里诉 麦迪逊案之后 又一个所谓地标式的案例 马歇尔呢 在判词中讲了下面的几点 第一 佐治亚州议会的腐败 或议会最初卖地的动机 与本案无关 那是政治问题 不是司法问题 这是马歇尔一贯的原则 不判断政治决策的对于错 这个原则被最高法院 沿用至今 它让法院不为政治所累 而这一点 恰恰是总统和国会 做不到的 那么案子拖了这么久 就是因为 摆不平各个政治势力的利益 才造成的 第二呢 法院不关心议会做了什么 但它关心第三者的权益 第三者是那些 对腐败一无所知 凭诚信从开发商 或者投资者那里 购买土地的人们 佐治亚新议会 有权废除上届议会的决议 但如果这个行为 损害了无辜的 第三者的利益的话 那么议会就不能这样做 过去的事 不可逆转 交易已经完成了 当事人拥有合法的权益 政府的权利是有限的 它不能剥夺人们 以诚信购买的资产 而不给予合理的补偿 第三 佐治亚州有自治权 但它不是完全独立的政府 它是美利坚联邦的一部分 联邦有宪法 这部宪法至高无上 限制了各州的权利 宪法规定 任何州都不能通过违反合同义务的法律 马歇尔在这里引用的是宪法的合同条款 也就是第一条第十款 马歇尔想说的是 宪法高于各州的立法 佐治亚州也不能例外 州议会收回土地的决议 与宪法相悖 从上面的话里 你就可以猜到案子的结果了 弗莱彻 百速 佩克获胜 胜负呢 不重要 重要的是 马歇尔通过案子表达的观点 第一 合同大于天 以诚信为基础的合同 受宪法的保护 任何人 包括政府 即使是出于正义的目的 也不能破坏合同 第二 宪法高于一切 任何违宪的立法都无效 马布里诉迈迪逊案 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判国会的立法违宪 那么弗莱彻诉佩克案 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判州的立法无效 马歇尔法庭在解释宪法的同时 也确立了自身的权威 案子结果是皆大欢喜 弗莱彻输了官司 但为所有的投资者 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和佩克赢得了利益 麦迪逊总统呢 简直是高兴死了 赶紧拿着最高法院这把上方保健 逼着国会和佐治亚州是接受妥协 最后国会通过决议 由联邦政府出钱赔偿了所有的投资者 那么作为交换呢 佐治亚州把雅祖的土地 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就卖给了联邦政府 这个价钱比当初他卖给那四个开发商的价格 要高出两倍多 而且同一块土地还卖了两次 那么佐治亚的选民满意了 联邦政府吃亏了吗 一点也没有 由工业革命带动的纺织业革命 让棉花成为了白色的黄金 雅祖地区呢 恰是种棉花的天堂 当联邦政府转手卖地的时候 那块土地的价格已经升了好几倍 联邦政府是大赚了一笔 当然最大的赢家是美国人民 可以想象弗莱特素佩克案 他的结论为后来的美国体系的建设 提供了强大的保护 他保护了私有财产 也保护了投资者的勇气 契约精神不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 最需要的吗 马歇尔在弗莱特素佩克案中 对联邦权力和州权力的阐述 将在另一个地标式的案例中再次出现 这一次最高法院似乎直接塑造了这个美国体系 这就是著名的蒸汽船案 或者称吉本斯素奥格登案 1798年 两个发明家兼企业家 罗伯特富尔顿和罗伯特利文斯顿 对纽约州说 说如果我们能造出逆流而行 速度达到每小时六公里的蒸汽船 那么你纽约州就授予我们垄断哈德逊航行的权利 这个怎么样 纽约州回复说 说没问题啊 于是1807年 富尔顿和利文斯顿 果真造出了符合要求的蒸汽船 那么纽约州呢 也于1808年 如约授予他们哈德逊河的独家航行权 也就是说 只有他们授权的公司能在河上运营 后来他们又从路易斯安那州 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独家航行权 垄断 让富尔顿和利文斯顿赚的是盆满钵满 也让所有的人所有的州眼红 别的州的商人也组建航运公司 企图进入哈德逊河 那么哈德逊河呢 是当时最繁忙的水道 但每次都被纽约州挡在了门外 哈德逊河是我们的内核 别人不许进 这就是纽约州的理由 那么其他州呢 都给气死了 好 我们也不让你用我们的河 你的船要是过境 我们就扣下狠狠的阀 于是各州都卯上劲 就像打内战一样 1819年 一个航运公司的官司 就打到了纽约州法院 一个叫阿伦奥格登的人 从富尔顿和利文斯顿那里 拿到了授权书 在哈德逊河上开了家航运公司 那么一个叫托马斯吉本斯的人 根据联邦海岸法 从联邦政府得到授权 也在哈德逊开了一家航运公司 跟奥格登竞争 奥格登呢 扣留了吉本斯的船 并把吉本斯告上了法庭 说他侵犯了自己的垄断航行权 纽约州法院判奥格登上诉 吉本斯不服 就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824年3月2日 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 宣布了审理结果 69岁的马歇尔 声音比平时要弱 一只胳膊还打着吊带 原来啊 是两个星期前 他去白宫与门罗总统 共进晚餐 回到住处的时候 下马车时 因为地上结冰而摔倒 左肩脱臼 首席大法官意外受伤的消息 就上了头条 一时间 华盛顿所有的名人政要 都往医院跑 门罗总统也是亲自探望 告诉马歇尔 有什么要求啊 尽管提 他总统愿意为朋友 做任何事 内阁成员 国会议员 走马灯似的 就来到了马歇尔的床前 也不知道大家是担心马歇尔 还是担心他没法判这个案子 因为案件已经引起各州各方势力的极大关注 马歇尔的伤把案子推迟了两个星期 但他身体一有好转就回到法院 并亲自写了判词 那么看上去 仍然很虚弱的马歇尔写出来的判词却是 质地有声 把清晰的思维和坚定的信念 毫无保留的就呈现在了判词中 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首先 马歇尔引用了宪法的商业条款 也就是第一条第八款 商业条款说 国会有权控制于外国各州之间 印第安人部落的商业往来 那么什么是商业呢 什么又是管控呢 马歇尔说 商业毫无疑问是交通 也是交流 各国之间 各州之间 以他们的分支之间的交流 都应该被有效的管理 州际的商业往来 不能止步于各州的边界 而又深入各州内部 国会对商业的管控权是完整的 不受限制的 然而 马歇尔把国会的权力具体化 管理商业的权力 包括管理航运的权力 这个权力 适用于联邦所有的水域 所以联邦政府 而不是州政府 才拥有管理商业和航运的专有权 接着呢 马歇尔表达了 对各州自治权的尊重 他说 纽约州有权管理内部事务 但是 如果他的法律与宪法矛盾 如果他的权力 与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 相冲突 那么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他必须退让 在本案中 纽约州的立法 与联邦海岸法相矛盾 因而必须作废 案子的结果已经很清楚了 吉本斯以联邦法律为依据的经营权 高于奥格登 以纽约州法律为依据的经营权 吉本斯胜 奥格登败 垄断被废除了 美国的水域拥抱所有的竞争者 但马歇尔呢 没有止步于此 他警告那些极端的周权主义者 不要企图把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 局限于狭隘的框架内 强大的联邦统一的国家 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的效果 立竿见影 案件结束后 短短的八个月内 在哈德逊河上运营的航运公司 就从六个变成了四十三个 美国所有的水域航运 空前繁荣 运输成本是大大降低 伊利运河的开通 哈德逊河和长岛水域的开放 让纽约州迅速成为美国 乃至世界最重要的港口 纽约州失去了狭隘的垄断利益 但它收获了全世界 最高法院对吉本斯诉奥格登案的判决 在当时和后世受到热情的赞扬 被称为解放美国商业宣言 它不仅为自由竞争扫清了道路 也为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更重要的是 它把美国人民编织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马歇尔法庭为自由资本主义在新大陆的茁壮成长 培育了肥沃的土壤 年轻的国家在和平与发展中找到了自信 弗吉尼亚王朝历尽艰辛后 终于走向辉煌的顶峰 它将为美国人带来一段怎么样的时光呢 请听下一个故事 美好年代 美国的故事跌宕起伏四百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蓝老师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第107回 美国的故事第107回 美好年代 在1812年的战争 激起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中 在美国体系的建设中 在对和平与发展的无限憧憬中 詹姆斯·麦迪逊完成了他的第二个任期 他这总统啊 当的有点倒霉 先从托马斯·杰斐逊手里 结果一个烂摊子 又把美国带进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 但他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和知错就改的勇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到1816年 他的威望如日中天 这位宪法之父和权力法案之父 这位满怀理想极具智慧的领袖 决心效法华盛顿和杰斐逊 拒绝谋求连任 此时共和党的领导地位是坚如磐石 联邦党基本上是销声匿迹 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门罗和联邦党候选人 陆福斯金都没参与任何竞选活动 一个呢觉得是没有必要 一个呢觉得是白忙活 最后的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门罗以压倒性优势当选 获183张选举人票 金呢只获得了34张选举人票 又一个弗吉尼亚人 又一个种植原主奴隶主走进白宫 他是弗吉尼亚王朝的最后一位总统 也是最后一位国父级的总统 1817年3月4日 丰和日历 第五位总统詹姆斯·门罗的就职仪式 在国会山门外临时搭建的台子上举行 这是第一个在露天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 八千多人见证了这一时刻 此前总统就职仪式啊 一般在众议院大厅举行 这一次的户外活动倒不是因为门罗想标新立异 而是因为当时国会山还没有完全修复 而众议院又在跟参议院闹别扭 所以呢只好委屈了我们的总统先生 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持宣誓仪式 58岁的门罗和61岁的马歇尔都长的是高大英俊 堪称联邦政府的颜值担当 他们俩是发小都来自荒野 年少时一起求学一起玩耍长大以后一起参军 一起当律师一起当议员都做过外交官都做过国务卿 虽然阵营不同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 他们依然是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现在啊两个小伙伴面对面的站在一起 他们都站在各自的人生的顶峰 分别掌管着三拳中的两拳 还有比这更励志的故事吗 马歇尔引领门罗朗读誓言 真诚的祝福他 两个人的眼里都是温情和笑意 马歇尔认识的也许是个接地气的门罗 他们经常一块喝酒打猎 但别人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跟其他国父比起来 门罗呀显得有点干巴巴的 有点平淡 连他的传记都比其他人的要枯燥 在门罗的身上 你看不到乔治华盛顿的冷酷 看不到本杰明弗兰克林的幽默 看不到约翰亚当斯的神经质 看不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尖锐 看不到托马斯杰斐逊的浪漫 看不到詹姆斯麦迪逊的书卷器 也看不到约翰马歇尔的阳光 门罗似乎没有鲜明的个性 没有强烈的情感 但也许这就是他想留给后人的印象 他去世前烧掉了与妻子之间所有的通信 从没认真整理过自己的文字 人们无法窥探他的内心 只能通过第三者的描述 来了解这位最后的国父 对门罗人品的评价也有两个极端 对他评价最低的是前副总统阿伦伯尔 他眼中的门罗怯懦卑鄙 为达目的是不择手段 这是他从门罗泄露汉密尔顿性丑闻一事中 得出的结论 对门罗评价最高的是杰斐逊 他说就算你把门罗的灵魂 从里往外翻出来看 你也找不到任何的污点 大部分人认为门罗是个大好人 但没有人认为他的脑子很灵光 比如亚当斯 杰威逊 麦迪逊之间的通信 除了聊政治 聊家常以外 还聊历史 哲学 法学 文学 艺术 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但他们在与门罗的信中 只谈现实政治 不谈任何形而上的东西 可见跟那几位学霸比起来 门罗的智商确实是不太够 别说做学问 就是做事情 他的才智和能力都比汉密尔顿 马歇尔差一劲 但所有这些缺陷 都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 他靠的是过人的情商 准确的判断力 勤奋好学的精神 小心谨慎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 他与华盛顿呢 是有些神似 谁说一个资质普通的人 做不出非同凡响的事呢 我们此前已经讲过很多门罗的故事 现在呢 有必要快闪一下他的简历 门罗1758年 生于弗吉尼亚的威斯特摩兰县 这里是华盛顿的出生地 也是内战时南军祖司令 罗伯特李将军的出生地 门罗的父亲呢 是一个小农场主 也是木匠 有二三十个奴隶 虽然算不上富人 但日子呢 也还过得不错 门罗11岁时 进坎贝尔学院学习 成了马歇尔的同学 那个时候 马歇尔和其他男孩 还很贪玩 门罗呢 年龄虽小 却显得更成熟一些 学习也更用功 他的成绩是最好的 16岁时 父亲去世 他继承了农庄 正式进入绅士阶层 同年 他进入威廉与玛丽学院读书 1776年 18岁的门罗参加大陆军 经历过长岛之战 和特伦顿之战 在特伦顿之战中 他左肩重担 差点因失血过多而死 退役后 他跟着杰斐逊 学了三年法律 并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1782年 门罗当选弗吉尼亚议会议员 1783年 当选联邦议会议员 1790年 他成为第一届美国国会的参议员 1794年 他出任驻法大使 回国后 于1799年 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 1803年 他作为总统特使 赴巴黎 谈判路易斯安娜购地案 谈判结束后 出任驻英大使 1811年 门罗再次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 同年 他应麦迪逊之邀 出任国务卿 1814年10月 到1815年2月 他兼任战争部长 成为史上 唯一同时掌管 两个部的内阁成员 门罗在国务卿的任上 一直干到他当选总统为止 毫无疑问 没有几个人的仕途 比门罗的更辉煌 从狂热的劫非逊主义者 到务实的政治家 门罗用30多年的公职生涯 悟出了治国之道 门罗不是像华盛顿和汉密尔顿 那样的先知先觉者 但他的后知后觉 来的是恰逢其时 他曾那么决绝的 与华盛顿决裂 但现在他把自己看成 华盛顿一波的传人 他有意无意的模仿华盛顿 也许是因为 他们都怀着同一个帝国梦吧 从后面的故事中 你会听到 门罗的帝国野心 是亚当斯 杰斐逊 麦迪逊 根本没有过的 门罗最像华盛顿的地方 是他的知人善任 他的内阁跟华盛顿的 史上最牛内阁比起来 那一点也不逊色 最牛的内阁成员 是国务卿 约翰昆西亚当斯 这个任命啊 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 因为亚当斯啊 长期出使欧洲 此时呢 正在伦敦 已经将近九年 没有回美国了 而且 他不是共和党的核心成员 跟门罗也没有特殊关系 当然 论资历和经验 约翰昆西亚当斯 那是当之无愧 1778年 十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 跟着出使法国的父亲 来到了巴黎 此后的七年中 他在法国 荷兰 瑞士上学 14岁的时候 给驻俄特使当翻译 他精通法语 荷兰语 熟悉德语 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 能用希腊语 和拉丁语写作 1785年 当18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 回国进哈佛学院 读书的时候 他已是美国最有外交经验的人 之一了 哈佛的课程 对神童亚当斯来说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他属于啊 一上课就睡觉 一考试 就拿第一的那种学生 亚当斯只用了两年 就从哈佛毕业 获得学士学位 后来又获得了硕士学位 1790年 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开始了自己的法律业务 1794年 26岁的亚当斯 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 驻荷兰大使 任职期满后 又任驻葡萄牙大使 1797年 他的总统老爸 派他当驻普鲁士大使 直到1801年 他父亲在1800年的选举中失败后 亚当斯回到美国 不久他当选为马萨诸塞州议会议员 联邦参议员和联邦众议员 在当议员的同时 他还兼任布朗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 教授逻辑学 修辞学 法学 他的政治观点 深深植根于古典的共和理念中 亚当斯刚开始从政的时候 像父亲一样 是联邦党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渐渐变成温和的共和党人 支持杰斐逊的路易斯安纳购迪案和禁运法案 1809年 麦迪逊总统任命他为驻俄大使 1814年 他作为美方首席谈判代表 主持了根特和谈 根特条约签订之后 他转任驻英大使 直到被门罗提名为国务卿 可以说在外交方面 亚当斯是权威 没有人能望其向背 他过人的才华 出众的人品和天才的创造力 让麦迪逊与门罗对他是大加赞赏 正如华正顿在很多年前 对他的父亲老亚当斯说的那样 他是我们在海外最有价值的官员 门罗任用亚当斯 也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的 对这个职位呼声最高的 是两个头上长脚 身上长刺的共和党人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亨利克莱 和麦迪逊的战争部长 威廉·克劳福德 这两位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华盛顿的风云人物 但是他们过于鲜明的观点 不加掩饰的野心 和可能由此引起的 势力集团之间的冲突 不符合门罗的政治理想 而长期缺席 华盛顿名利场的亚当斯 反而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选择 亚当斯在上任短短一年内 就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 获得各方面的尊重 门罗对亚当斯 那也是言听计从 两个人每天都面谈 前任总统 与他们的国务卿 从来没有过这么密切 这么平等的关系 亚当斯话不多 但他那简明额要 又极具说服力的语言天赋 赢得了总统 毫无保留的信任 门罗呢 一点也不想束缚 亚当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他在谈话中 常常根据亚当斯的意见 修正自己本来的观点 但如果总统 最后坚持己见 亚当斯会不折不扣地执行 因为他认为服从上级的决定 是基本的职业道德 就像所有的天才一样 亚当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 他常因取高贺寡而抓狂 又不屑与庸人交流 起初他觉得门罗脑子有点慢 提个建议半天没回音 后来他发觉总统慢半拍 是因为要统筹兼顾 争得大多数人同意后才行动 他也渐渐理解了 门罗忠密审慎的执政风格 两个人相处得亲密又愉快 八年里只吵过一次架 这对坏脾气的亚当斯 和倔强的门罗来说实属不易 门罗用真心患忠诚 他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好老板 连亚当斯那偏执的前总统老爸 都写信给儿媳妇说 信中说我衷心祝愿门罗能再次当选总统 这样你老公就可以多当几年国务卿了 勾成往事四百年 美国的故事继续开讲 除了天才国务卿 门罗的其他内阁成员 个顶个儿也都是人精 虽然没当上国务卿 但克劳福德受门罗之邀 出任财政部长 佐治亚人克劳福德在给麦迪逊当战争部长期间 积累了超高的人气 他本来啊是要跟门罗竞争总统的 后来为维护共和党的团结而主动放弃 他觉得自己为门罗牺牲了那么多 怎么也得弄一个国务卿当当吧 结果门罗用了外人亚当斯 克劳福德呢 很生气 门罗就特别耐心的跟克劳福德 把事情讲清讲透 让他心甘情愿的当这个财政部长 事实证明克劳福德非常优秀 懂行又能干 让总统很是省心 那么关于战争部长的人选 门罗最先看中的那就是亨利克莱 此时的克莱已是最有影响力的国会领袖 但他呢 心高气傲 就要当这个国务卿 谁稀罕那个战争部长啊 克莱的拒绝给了另一个人露脸的机会 他是南卡罗来纳人约翰卡尔霍恩 卡尔霍恩将是与克莱齐名的人物 他的故事还有很多 毕业于耶鲁的卡尔霍恩 那也是一个学霸 连自视甚高 轻易瞧不上别人的亚当斯 都称赞他的才学 可见他的智商 爱是够用的 众议员卡尔霍恩像克莱一样 锋芒毕露 野心勃勃 也像克莱一样 拥有一流的智慧 一流的口才 他们都是鹰派的领袖 也都是美国体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40岁的克莱 看不上战争部长的差事 那么35岁的卡尔霍恩倒觉得 哎可以试一试 和平时期的战争部确实有一点闲 但卡尔霍恩却干的是风生水起 他从1812年的战争中 看到了各州民兵的致命伤 大力提倡由联邦政府集中训练民兵 加强边防建设 维持强大的海军 他特别重视军事教育 在他手中西点军校是脱胎换骨 从不入流的培训班 就变成了高级将领的摇览 卡尔霍恩的作为与门罗 富国强兵的抱负很吻合 难怪这位总统很喜欢这位卡尔霍恩呢 除了上面那三位 总检察长威廉沃特 也是当时最出色的律师 还记得那段 谁是布伦纳哈赛特的辩词吗 这沃特够厉害的了吧 但跟其他三位相比 他竟然是显不出来了 门罗罗罗了这么一大堆精英 来给他干活 他自己呢 就可以比较放心的 当这个摔手掌柜的了 只要在大政方针上指导一下 剩下的事 放手就让内阁去干 这些顶尖人才 都为总统服务了整整八年 你就没有见过如此稳定的内阁 很多人说 门罗是傻人有傻福 但能把这么多不省油的灯 拢住这么多年 足见门罗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 不过 这些高智商 高能量的内阁成员啊 都怀着同样的野心 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总统宝座 他们的争斗将为美国带来什么呢 那是我们以后要讲的故事 门罗在就职演说中 表达的观点 延续了麦迪逊执政后期开启的 美国体系的设想 他强调加强国防 发展经济建设基础设施 鼓励制造业和农业 1817至1819 这两年间 美国经济欣欣向荣 各行各业都恢复和超越了战前的水平 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 没有必要在征收战争期间增加的额外税收 1718年年底 国会通过立法废除了财产税等国内税 大伙啊 别提多高兴了 最让人们感觉美好的是党争的消失 联邦党在战前就已示威 哈特福的会议彻底摧毁了他的声誉 战后连联邦党的大本营新英格兰 都不像以前那么拧不了 新一代的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 再也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 生活在被对方吞噬的恐惧之中 政治斗争再也不像以前那样 你死我活 这个变化不仅因为联邦党本身的衰落 更因为共和党吸收了联邦党的主要观点 他早已不是杰斐逊当年创立的那个共和党了 麦迪逊后期和门罗政府的施政方针 完全符合联邦党的政治诉求 即使联邦党总统上台也不过如此 还有什么好闹的呢 到最后联邦党啊 干脆不提自己的候选人 而是把票投给比较温和的共和党人 1816年的大选根本就不叫大选 应该叫啊发奖大会 把白宫就讲给了革命资历最老的门罗 没有争斗就没有政党 自联邦政府成立以来 历届总统都梦寐以求的无党派政治 看上去终于实现了 国泰民安政治清明 大家感觉能不爽吗 因此门罗的时代被称为感觉美好的年代 但是美好的年代总是转瞬即逝 况且美好只是一层薄薄的面纱 失去了敌人的共和党 随着他的敌人一起消失 内部呢分裂成无数小党派 谁也不听谁的 门罗很快就发现 他失去了对共和党的领导能力 再也不能像杰斐逊那样一呼百应 不但失去了对党的领导 他还失去了对国会的影响力 过去总统想做什么事 他只要搞定国会的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就可以了 投票的事由党的领袖去安排 现在呢国会是一盘散沙 很多议员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性 故意跟总统是唱反调 若想推动一件事 必须找很多人 这累都累死了 何谈效率 事到如今大家才发现 原来政党政治也不是那么丑陋啊 没有党还真是不太方便 幸运的是 门罗的几位内阁成员都在国会 有自己的势力 他们几位号召一下支持者 或者做做亨利克莱的工作 还是可以办成不少事的 美好年代 还有一个大麻烦 就是奴隶制 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 原路易斯安那土地上的几个美国领地 都开始具备成为独立州的条件 他们陆续申请加入联邦 你也许会说联邦的力量壮大了 这是大大的好事啊 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 1819年 美属密苏里领地申请以独立州的身份加入联邦 这个申请立刻引发了一场危机 为什么呢 西部土地的开发意味着农业的扩张 种地需要劳动力 即使各州移民蜂拥而入 还是满足不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于是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再次被提上日程 北方对奴隶制是深恶痛绝 不能容忍它蔓延到新的领土上 南方呢 铁了心扩张奴隶制 这样才能跟北方抗衡 新增的州是自由州还是旭奴州 直接关系着北方和南方在国会的话语权 1817年 旭奴州密西西比加入联邦 1818年 自由州伊利诺伊加入 1819年 又一个旭奴州亚拉巴马加入 到密苏里提出申请时 自由州的人口是520万 在众议院有105个席位 蓄奴州有450万 在众议院有81个席位 南方想借此机会 再塞进一个蓄奴州 就基本上跟北方扯平了 北方说 密苏里想加入可以 但必须答应 不实行奴隶制 南方说 是否实行奴隶制 各州说了算 联邦管不了 北方的要求违宪 双方是剑拔弩张 联邦眼看着就玩不下去了 奴隶主门罗 在这场辩论中 一直保持沉默 他祈祷国会领袖们 能凭借他们的智慧 达成妥协 使国家免于分裂 他着急 国会领袖克莱也着急 最好的办法就是啊 先拖着 于是1819年年底 转机出现了 从马萨诸塞分裂出来的 缅因申请成为独立州 1820年 北方和南方 终于达成妥协 缅因和密苏里的申请 被捆绑在一起 他们都获准加入联邦 缅因将是自由州 密苏里将是蓄奴州 平衡得以维持 这就是著名的密苏里妥协案 密苏里妥协案规定 以北纬36度30分为界 此线以北是自由州 以南是蓄奴州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密苏里妥协案的设计师是克莱 他在各方面之间斡旋 以高超的谈判技巧 说服他们接受妥协 因此得了个别号 叫做伟大的妥协者 密苏里妥协案 把内战整整推迟了40年 为年轻的国家赢得了 宝贵的喘息实践 克莱功不可没 奴隶制的矛盾暂时缓和 那些自由的黑人怎么办呢 1816年 由一些民间人士和政治人物 组成的美国殖民协会成立了 门罗克莱 安德鲁杰克逊都是会员 这个协会致力于帮助在美国备受欺凌 又面临各州立法歧视的自由黑人 移民非洲 或者叫返回家乡 1821年 协会得到国会的拨款 在西非海岸买了一块地 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利比里亚 1847年 利比里亚成为独立的国家 他的首都是以门罗命名的门罗为亚 这是唯一以美国总统的名字 命名的外国首都 就在美国人沉醉在美好的年代的辉煌时 一场危机悄然走进 它将让美国人遭受怎样的打击呢 它又将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 和他们对政治前途的选择呢 请听下一个故事 恐慌 美国的故事 跌宕起伏四百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兰老师 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 第108回 恐慌上级 1817年开始执政的门罗政府 标志着弗吉尼亚王朝 走向成熟和辉煌 那是个让人感觉美好的年代 由麦迪逊总统开启 门罗延续的美国体系 让经济飞速发展 各行各业享受着 一路狂奔的快乐 人们憧憬着美好的幸福 永无尽头 然而 人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美好的年代 在1819年是戛然而止 它被突如其来的灾难 是撕得粉碎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也叫1819年大恐慌 那么这次危机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要探究危机的来源 应该搞清楚的第一件事 就是联邦的移民和土地政策 1815年 美国走出了1812年的战争 欧洲呢 也走出了拿破仑战争 大西洋两岸都进入修养生息 以求发展的状态 英国的工业革命 渐渐进入全盛时期 商业资本迅速转化为工业资本 对棉花等原材料的需求是大增 与此同时呢 欧洲大陆却遭遇了几个寒冷的冬天 粮食产量骤减 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英国和欧洲对棉花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急需 直接促成了美国战后的繁荣 在欧洲特别是英国 工业革命把更多的农民驱离了土地 爆炸式增长的人口 让过于拥挤的城市生活是更加悲惨 还有为还战争债而征收的高额赋税 在美国呢 到处是一望无际的 廉价的肥沃的土地 没有国王和贵族 没有兵役 没有言论审查 没有政治迫害 没有宗教歧视 没有高税收 这一切都向人们描绘着一个人间天堂 如果你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英国人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当然是要移民了 那个时候移民美国呀 不需要护照 不需要签证 不需要健康证明 一封介绍信就足够了 或者干脆 什么都不要 下了船 海关啊 连你的名字那都懒得问 数数人头就放行了 没人关心你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也没人关心你在哪里落脚 你只需跟着自己的梦想 走向远方的田野 那就好了 那么好了 一边是欧洲的需求推动农产品价格 翻着跟头的晚上涨 一边是大批移民潮水般的涌向美国中西部 这两件事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土地 新大陆最不缺的就是土地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为美国增加了2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记得联邦政府是用多少钱买的这块地吗 每六亩四每分 为了鼓励西进从杰斐逊起 联邦政府就开始廉价卖地 甚至是免费送地 那个时候呢 西部印第安人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 他们又有英国的支持 西进还是有风险的 1812年的战争 彻底摧毁了印第安人的反抗 他们被赶尽狭小的所谓印第安人保留地 联邦政府可以无所顾忌的卖掉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了 到门罗执政时 国会卖地的价格是每亩0.33美元 这0.33美元相当于2016年的大约40美元 够便宜了吧 大家还不满意呢 为什么呢 因为国会不按母去卖地 而是按批去卖地 这一批就是3885亩 也就是说 你最少要买3885亩地 才能拿到每亩0.33美元的价格 单价低 但总额不低 一般人一时半会儿啊 拿不出那1000多美元 当时一个人工作一天 大约只挣5美元 那么谁买得起呢 土地投资商 开发商或者投机者 他们的背后是银行 他们买得起地 他们买了大片的土地后 把它分成小块 以更高的价钱转卖给个人 后来国会就顶不住选民的压力了 把土地价格降到每亩0.21美元 把最低的批量先降到750亩 又降到485亩 这一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土地了 不再需要中间商 你也许会喊啊 国会万岁 但是先不要高兴的太早 这中间商看上去可恶 却是交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首先他们转卖土地之前 一般会对土地进行规划和改良 修建基础设施 无数的城市和村庄 都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他们是城镇化的主力 其次呢 中间商提高了地价 限制了小买家的购买力 也限制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间商本身的信用 和对市场的预期能力 远远超过小买家 从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土地市场 但现在所有的人都买得起大片土地 农产品价格飙升 又让所有的人觉得 只要买地呀 就能赚钱 土地不再是用来种的 而是用来炒的 人们争相是借钱买地 土地债就从1815年的300万美元 上升到了1817年的1700万美元 那被贪婪点燃的欲望 让整个国家陷入炒地狂潮 1819年大恐慌 说到底 就是由土地泡沫的破灭引起的 另外 低廉的地价 让人们购买了自己根本种不过来的土地 客观上也促成了奴隶制的扩张 在土地之后 人们需要了解的第二件事 就是银行和金融制度 1811年 第一个合众国银行 也就是中央银行被终结 同时终结的 还有中央银行的融资和监管功能 战后重建急需资金 没有了中央银行 这笔钱从哪儿借呢 答案是 私人企业和私人企业和私有银行 这期间好几百家私有银行在各州注册 这些银行大多对公众非常友善 不必满足苛刻的条件 就能贷到款 他们这么做 一是为了满足土地热 对钱的巨大需求 二是体现了共和党提倡的 为人民服务的共和精神 可是银行并没有那么多贵金属 他们拿什么放贷呢 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印钞票 只要几张纸和一台印刷机 那就够了 虽然啊 铸硬币 也就是铸金币银币 这个权力仍然属于联邦的铸币厂 但各州的私有银行 纷纷推出自己的银行本票 代替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银行本票是银行保证支付的承诺 比如银行的保险箱里 有价值一百万的硬通货 比如英镑或者是美元的金币 或者是其他贵金属 比如黄金 那么他就发行面值一百万元的本票 这些本票实际上就是纸币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拿着这些票据 到银行换贵金属或者硬币 银行保证兑现 本票流通 凭借的就是银行的信用 由于纸币或者本票用起来很方便 大家呢 又很信任银行 不太可能出现所有的人 同时到银行兑换贵金属 或者硬币的情况 所以银行发行的本票数额 通常高于实际硬通货存款 或者是贵金属 只要维持一定比例的保证金 那就可以了 那么接着问题来了 战后 大家发疯一样的买地 发疯一样的借钱 银行呢 也就发疯一样的贷款 发疯一样的印票子 哪里还顾得上自己有什么贵金属啊 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银行本票畅通无阻 投资还来不及呢 谁想得起来去换硬通货和硬币呢 但是 由于缺乏监管导致的通货膨胀 引起了精英阶层的警惕 在他们的努力下 1816年2月 麦迪逊总统签署银行法案 第二合政国银行诞生了 为期20年 1817年1月 当复活后的中央银行开始履行 监管职责时 他才发现事情 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日子里 联邦政府收上来的税 都存在哪呢 当然是存在各州的私有银行 如今 中央银行对各州的银行说 说你们呀 把税金都交给我吧 我呢 只要硬通货 这各州一听就傻眼了 硬通货 俺没有 票子倒是一大堆 大伙呢 赶紧组团去跟中央银行 和财政部谈判 说能不能缓一缓 等俺啊 收收债再说 经济这么好 数钱数的手软 哎 你还担心个啥呀 我们的本票很好用啊 跟真金白银没有区别呀 这何正国银行行长 是威廉琼斯 他当上这个行长 不是因为他是银行家 而是因为他有政治背景 那么既不专业 又不强硬的琼斯 被这个银行组的团 就给说晕了 不但推迟他们上交税金的日期 还接受了他们的票据 到最后连和中国银行 也开始发行本票 像其他银行那样 深深的卷入房地产生意 因为他确信 他最终能从各州的银行那里 拿到足够的硬币 就这样 气球是越吹越大 终于到1818年 中央银行忍不住了 各州的银行也忽悠不下去了 因为购买路易斯安娜 而发行的外债到期 必须用硬通货还本付息 8月 和中国银行宣布 停止接受各州银行的本票 所有欠和中国银行的钱 只能用硬币偿还 这一下就捅破了一个大泡沫 这个时候 乌漏是偏逢连阴雨 1819年年初 英国大幅度减少 从美国进口的棉花 因为呢 英国找到了更好的货源 那就是印度的棉花 印度不仅棉花产量高 而且离英国近运费便宜 欧洲的农业呢 也缓过劲来了 不再需要从美国进口 那么多的粮食 英国的棉花价格 从每磅33美分 就降到了每磅14美分 其他农产品也像棉花一样 是暴跌50% 那些下了大本钱 投资在土地上的美国人 忽然发现 他们的地一夜之间是贬值 50%到75% 东西卖不出去 地也卖不出去 银行催着要债 这不是逼人上吊吗 至此 危机全面爆发 各州银行为了还中央银行的钱 也宣布只收硬币 所有的债钱人 都向债务人士讨硬币 债务人到哪找硬币去啊 拿着票据去跟银行对呗 挤兑风潮 由此是席卷各州 你就算把银行拆了 他也拿不到硬币 那些票子就都成了废值 结果是企业关门 银行倒闭 城市居民失业 农民破产 经济萧条 在费城 四分之三的劳动力失业 1800人被关进债务监狱 在纽约1300多个家庭流离失所 孩子们缺衣少食 父亲们甚至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出去工作 在新西纳提 二分之一的房贷来自合众国银行 当房奴们或者地奴们 无法还贷款 银行拍卖房产和土地的收入 只有原价的二分之一 各地的债务官司 那都堆上了天 宾夕法尼亚一个州 一年就有15000个债务纠纷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的地方法院 一期就得处理500多个债务案子 债务人一般是农民和卷入土地交易的人 债权人呢 一般是合众国银行和各州的私有银行 难怪大家惊呼 整个社会都要被杀鱼群 也就是银行给吞掉了 而最大的那条鲨鱼 就是中央银行 其实啊 跟美国后来遭遇的危机比起来 1819年这一次 简直是啊 小菜一碟 但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尝到恐惧的滋味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国家 已经迈进现代经济的大门 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他们不知道 他们从此进入了 从繁荣到幻灭的 永无尽头的循环周期 这是一个所谓叫新常态 新大陆将像旧大陆那样 在资本主义带来的惊喜和惊叫中 冲向不可预测的未来 正因为是第一次 中央银行像所有的人一样 也蒙圈了 在危机中表现的非常的不专业 甚至起到了加重危机的作用 虽然危机的元凶是土地泡沫和各州银行不负责任的贷款行为 但大伙不约而同的把矛头就指向了合众国银行 因为它是危机的导火索 正是合众国银行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 突然宣布停止接受各州银行的票据 引发了铺天盖地的恐慌情绪 这新司机刚上路 一脚刹车踩的是太极 车上的人又没有系安全带 不撞一个头破血流 那才怪呢 危机爆发后 合众国银行一点也没有尽到中央银行应尽的责任 没有通过货币杠杆平复动荡 反而像私有银行那样 只顾充实自己的金库 收紧货币政策 变本加厉地逼迫各州银行和所有的债务人上交硬币 结果中央银行保全了自己 坑苦了全国人民 看看今天的美联储是怎样 熟练地运用货币政策管理危机的 你就会发现 合众国银行根本还是不会玩的状态 经济繁荣时中央银行应该紧缩 减少货币发行量给经济降降温 危机来临时 它应该量化宽松 适当地多印点钱 刺激消费和投资 这叫做逆向操作 可是合众国银行做法是正好相反 大家开派对的时候 它跟着一起狂欢 大家遭了难了 它捂紧自己的钱包 不但不救经济 还抢了大家一把 当初汉密尔顿当政时 也有几次经济和股市的动荡 它就是通过逆向操作 就是公开市场业务等等 把事情给摆平的 可惜在它之后 没人懂得这个道理 合众国银行疏于监管在先 操作不当在后 这样的家长岂能服众呢 难怪啊 各州纷纷就拿中央银行开招 门罗政府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 各州只能自己想办法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立法 免除债务人的义务 只要债务人宣布破产 欠的钱就不用还了 最省事的办法是关闭州法院 让债权人啊 没法告状 没法告状就没法讨债 这多简单呢 最粗暴的办法是逼着债权人 接受银行的票据 要不要啊 随你反正 没有硬币 最解恨的办法呢 是取缔所有的银行 你们这些吸血恶魔 早就该死了 我们要造反 我们要革命 人们忽然又想起 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 自己自足 与世无争 这多美啊 什么世界贸易 什么美国体系 都见鬼去吧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东西 1819年大恐慌 留给人们更大 更长远的影响 是在心里 混乱 无助 绝望 愤怒 这一切不仅引起 人们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更启发他们 为自己思考 共和是否符合 所有人的利益呢 精英能否为大众 谋幸福呢 普通人的声音 怎样变成当权者的声音呢 普通人的权利 怎样变成国家的法律呢 国父们代表的旧制度 似乎解决不了新问题 一个新模式 新思维悄然兴起 它的名字就叫做民主 你也许会说 美国难道不是一个 所谓民主国家吗 当然不是 国父们从来没想建立民主的国家 他们想要的是共和的国家 不管联邦党与共和党 多么的针锋相对 他们都出自同一个理想 那就是共和主义 他们都信奉同一个理念 那就是精英治国 他们都视民主为暴民政治 他们都不相信普通人的智慧 现在在天崩地裂的现实面前 每个人都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要求 每个人都有改天换地的愿望 这种要求和愿望将变成 美国人对未来政治制度的选择 他们的选择将落在一位领袖身上 他是谁呢 他将为美国带来什么呢 我们这里拴一个扣子 那是我们以后的故事 在动荡不安的时刻 在人心惶惶的关头 在所有的人都有打砸抢的冲动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美国不是一个有暴民建立的国家 那七位最重要的国父中 有五位是律师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个新国家那是律师的杰作 律师们也许平时是隐形人 你不会想到他们 但每当人民发高烧的时候 出来泼冷水的总是律师 1819年 律师们的责任变得无限大 因为国会和总统都贪了 那么谁是天下律师的首领呢 那当然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约翰·马歇尔 他和他的法庭决心像当年 阻击杰斐逊的1800年革命那样 阻止美国人打土豪分田地 也阻止肆无忌惮的民主进程 1819年 马歇尔法庭连着判了三个 所谓地标式案例 铁了心给人民群众添堵 这一年也成了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那么马歇尔法庭是怎样在沸腾的世界中 窥然不动的呢 请听下一回恐慌下集 美国的故事跌宕起伏四百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蓝老师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 第109回恐慌下集 1819年 马歇尔法庭连着判了三个地标式案例 铁了心要给人民群众是添堵 这一年也成了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那么就让我们去看看法院是怎样在沸沸腾腾的世界中 窥然不动的吧 第一个案例是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 那么今天的达特茅斯学院是长春藤盟校世界一流学府 但是181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是新汉布什尔州的一所小私利学院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学院的诉讼案远远超出了高等教育的范畴 竟然成了美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案例 因为它定义了公司的本质 达特茅斯学院建于1769年的新汉布什尔殖民地 是以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的名字命名的 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以及其他私利大学一样 达特茅斯由投资人选出的董事会管理 像其他新英格兰人一样 达特茅斯的校董们基本上是倾向联邦党的 1816年 共和党人威廉普鲁默当选州长 他第一个就看达特茅斯学院不顺言 他认为达特茅斯学院是共和精神的敌人 一定要改造改造这个达特茅斯学院 同年新汉布什尔州议会通过法律修改学校的章程 由州长指定校董 这伍德沃德呢 就是州长任命的董事会的头 并打算把校名从达特茅斯学院 改为达特茅斯大学 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把达特茅斯学院 从私利大学改为公立大学 让高等教育变成大众的选择 而不只是一小撮精英的俱乐部 州长的崇高理想 从一开始就遭到达特茅斯学院的顽强阻击 谁说这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啊 董事会就雇了一个达特茅斯的毕业生 这位当时还不怎么起眼 日后却是名满天下 他就是大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 此案让韦伯斯特是一战成名 并进入政坛 成为与亨利克莱 约翰卡尔霍恩齐名的三巨头之一 韦伯斯特既不是校董 也不参与学校的管理 但他在母校最需要他的时候是挺身而出 为达特茅斯的儿女们抗争 在州法院受挫之后 韦伯斯特就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韦伯斯特在最高法院的这场辩论 可以说是司法史上最动人心弦的一刻 他的声音口才姿态手势和他尽全力压抑着的强烈情感 征服了所有人的心 把马歇尔和他的大法官同事们听的眼里全都是累 更甭说那些比法官们累点低得多的听众们 他的演讲结束的时候 几分钟之内大厅里是一片寂静 所有的人都需要一点时间从震撼中清醒过来 那段被视为是达特茅斯学院不朽精神的这段话 是这样说的 先生这是我的案子 他不只是这个谦卑的学校的案子 他也是这片土地上所有学校的案子 先生你可以摧毁这个小学校 它是那么的脆弱 它就在你手中 我知道它是我们国家知识的地平线上最弱的内灿灯 你可以把它扑灭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 你就要继续做下去 你要一个一个的消灭 所有照亮我们大陆一百多年的更明亮的灯光 先生 如我所说 它是一个小学院 但有人爱它 1819年2月1日 马歇尔宣布了法院的判决 六位大法官对此案的意见是无比一 马歇尔在他的判词中说 这个案子要回答的问题是 达特茅斯学院的组织方式 公司是受宪法保护的私人组织 还是受立法权控制的公共机构 公司章程是不是合同 达特茅斯学院的章程能不能被州议会修改 首先马歇尔说 达特茅斯的组织章程是合同 那么它是私人之间的合同 还是政府授予的合同呢 答案是 它是私人的合同 因为他的信托人不是政府官员 接着他说 教育是国之重器 是立法权应该关心的问题 政府可以建立教育机构 把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任命官员管理学校 这些都无可置疑 但达特茅斯学院是这样的机构吗 他的教育是由政府控制的吗 他的教师是政府官员吗 他的经费来自政府吗 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关于公司的性质 马歇尔的定义是 公司是一个看不见的无形的人 存在于法律的概念中 他是永恒的个体的 他不是政府的工具 而是像自然人那样 行使自己的权利 正因为是所谓人 公司的行为就是私人行为 公司的财产就是私有财产 建于176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 本质上是私人公司 他是达特茅斯的信托人 与英王乔治三世之间的合同 现在虽然美国已不再是英王的殖民地 学院的章程也从英王的授权 变成新汉布什尔州政府的注册 但程序的改变不能把一个私立机构 变成公立机构 也不意味着州政府有权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 宪法第一条第十款 也就是合同条款规定 政府不能通过任何破坏合同义务的法律 新汉布什尔州的立法与宪法相悖 对达特茅斯学院来说 这是甜蜜的胜利 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来说 这是自由的赐福 如果一个私立学校 可以被随意改成公立学校 那今天的美国还会有长春藤联盟吗 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缺一不可 怎么能互相替代呢 当然这个案子之所以如此重要 可不是因为教育的问题 而是因为它明确宣布 公司是受宪法保护的私人合同 政府不能摧毁或者改变它 保护公司就是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保护投资人的勇气 如果政府可以随意介入公司的经营 甚至关闭公司 那么你还敢买股票吗 投资人经济怎么能发展呢 这个判决的效果非常明显 此前公司主要用于学校教会等非盈利组织 工商业一般采用合伙人制 或者私人控股的形式 因为大伙都搞不清楚 这公司到底是姓公还是姓私 比如到1800年为止 全美国一共注册了310家公司 其中只有8家是贸易公司 达特茅斯诉伍德沃德案 对公司的明确定义和保护 让所有的人都放了心 到1830年 光西英格兰地区就有1900家公司 一半以上从事工商业 你能小瞧律师和法院的力量吗 达特茅斯诉伍德沃德案 在1819年的乱局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当时对银行的痛恨波及所有的企业 大伙看着资本家就来气 各州也磨刀祸祸 最高法院为公司和私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保护 也为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国会和总统可以名正言顺地抵挡 来自各州的围攻和来自民众的指责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是对暴民情绪的最有效的制约 就在达特茅斯诉伍德沃德案 结束两个星期后 最高法院裁决了第二个重要的案子 直接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 这就是吉特吉斯诉克劳宁西尔德案 一个叫理查德克劳宁西尔德的商人 向约西亚吉特吉斯借了1544美元开纺织厂 当时他俩都住在纽约州 就在克劳宁西尔德借钱一个月之后 纽约州通过了破产法 第二年克劳宁西尔德的生意失败 根据破产法他宣布破产解除一切债务 吉特吉斯抗争无效 他的钱就算是打了水漂 后来克劳宁西尔德迁往马萨诸塞州 重整旗鼓获得了成功 吉特吉斯呢 就到联邦法庭状告克劳宁西尔德 说纽约州的破产法 违反了宪法的合同条款 克劳宁西尔德应该偿还借款 案子到最高法院时 正是1819年大恐慌 最水深火热的时候 各州呢 纷纷出台破产法 帮助债务人解除债务 这个案子比达特茅斯 诉伍德沃德案复杂得多 因为大法官们的意见是严重分歧 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 制定破产法的权利属于国会 也就是联邦政府 现在的问题是国会啊 没有相应的立法 这一块是空白 那么在国会不作为的时候 各州是否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呢 大法官约瑟夫斯多利和布什罗德 华盛顿认为不可以 大法官亨利利文斯顿和威廉约翰逊认为可以 另一个问题是 纽约州的破产法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合同条款 也就是第一条第十款 因为案子的时间点超级敏感 又牵涉成千上万人的身家 各州呢都屏住呼吸 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 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马歇尔和同事们翻来覆去的讨论 是不同观点的大法官们最终同意各退一步 达成一致的法庭意见 正如大法官约翰逊所说 与其说这是司法案件 不如说它是一桩妥协案 马歇尔代表法院写的判词 首先肯定了各州制定破产法的行为不违宪 因为联邦政府没有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 各州就可以填补联邦立法的空白 那么至于纽约州的立法是否违反了合同条款 马歇尔抛出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妥协 他说虽然各州的破产法是有效的 但宪法禁止任何破坏合同的法律 所以破产法只对未来有效 不能反作用于过去 也就是说在破产法通过之前 就已存在的借贷合同不容侵犯 该还的钱还得还 而之后的合同可以适用于破产法 法院 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破产法 没有判断破产法本身是否违宪 而是规定破产法 只能沾钱啊 不能顾后 在维护合同的同时 给了各州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在此案中 克劳宁希尔德 向吉特吉斯借钱一个月之后 纽约州的破产法才生效 所以不能利用此法解除债务 吉特吉斯省 应该说尽管最高法院向现实做了让步 但他对这个案子的判决还是比较冷血的 法官们显然不想轻易解除债务人的痛苦 因为他们更愿意保护基于诚信合同的债权人的利益 这是马歇尔法庭的一贯风格 私有财产和私人合同神圣不可侵犯 而人权似乎不是法庭最关心的事 但话又说回来 你的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时 你的自由还有保障吗 再说如果债务人太容易合法赖账 必然导致借贷成本飙升 你要么借不到钱 要么付高额利息 最后吃亏的还是债务人 法院对社会潮流的冷漠 既是司法独立的表现 也是对大众民主的防范 马歇尔和大法官们 从来没掩饰过对暴民政治的厌恶 不管社会如何改变 秩序和法治永远是他们不变的选择 吉特吉斯诉克劳宁希尔德案 让很多靠破产法赖账的愿望落空 引发的不满和抗议 那是可想而知 因生活奢势 而欠了一屁股债的前总统托马斯杰菲逊 就大骂法院是一手遮贴 使人民的俸禄却不为人民办事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紧接着迈卡洛克诉马里兰案 也叫做银行案 才要真的引爆各州的怒火 因为这一次中央银行成了案件的主角 如前所述 合众国银行在危机前后的糟糕表现 让他成了众矢之地 人们叫他怪兽银行 各州都卯着劲要整他 合众国银行的总部设在费城 在各州有18个分行 包括设在马里兰州巴尔蒂摩的分行 1818年2月 马里兰州议会就通过法律 对所有不是根据马里兰法律建立的银行 课重税 合众国银行首当其冲 因为他是由国会创立的 跟马里兰没有关系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合众国银行 因为成本太高而没法在马里兰做生意 赶紧哪 滚蛋 合众国银行马里兰分行的经理 是詹姆斯·麦卡洛克 当收税官来银行收钱时 麦卡洛克说对不起 我不能从命 因为马里兰无权向中央银行征税 结果马里兰州法院判麦卡洛克有罪 麦卡洛克呢 就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这个案子的重要性 不在于那几个税前 而在于中央银行的合法性 在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 危机中的各州 已经开始对合众国银行下手了 二分之一的州 比如田纳西 佐治亚 北卡罗来纳 肯塔基 俄亥俄 都通过立法向中央银行征税 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 干脆宣布禁止合众国银行 在他那建分行 弗吉尼亚的国会议员提议 要彻底消灭中央银行 虽然议案在国会受阻 但银行案的结果 决定着中央银行 是否将名存失望 马里兰实际上是代表各州 跟联邦政府打官司的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 就是州权与联邦的对决 双方的媒体都开足了马力 骂战是铺天盖地 最高法院破例允许双方各派 两位以上的律师出庭 一般案子不许超过两位律师 结果六位当时最好的律师 就出现在法院 堪称法律界的名人堂 代表马里兰州的首席律师 是我们的老熟人 75岁的路德马丁 大家还记得他 在博尔叛国案中的表现吗 联邦政府也就是中央银行 这一边呢 是刚刚在达特茅斯 诉伍德沃德案中 大获全胜的丹尼尔韦伯斯特 还有号称史上最出色的 总检察长威廉沃特 还有呢 传说中那个年代 最伟大的律师威廉平克尼 双方在法庭上 整整吵了九天 一般案子只允许三天啊 马歇尔对这九天的评价是 光滑闪烁的口才 射人魂魄的辩论 无与伦比 大法官斯多利也说 我从未听过如此精彩的陈述 马里兰方的主要观点是 马里兰州是主权政府 有权向境内所有的企业征税 宪法虽然声称我们人民 但它是由各州创立的 不是由人民创立的 最明显的证据是 当初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 不是人民直选的 而是各州议会委派的 所以宪法是各州之间的合同 所有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 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利 都由各州保留 宪法只字未提国会有建立银行的权利 国会的银行法违宪 如果国会能建银行 那就意味着他也能建公司 建工厂建矿山 意味着他能任意掠夺各州的资源 侵犯公民的自由 如果国会能向各州的企业征税 各州为什么不能向联邦的企业征税呢 银行方最重要的武器 是跟28年前汉密尔顿使用的武器一样 那就是宪法的必要与适当条款 那么参见必要与适当条款这个故事啊 平克尼说 宪法只说国会有权提供邮政服务 但没说他可以建邮局 也没说他可以修路 没说他可以打击抢邮包的劫匪 宪法只说国会可以建海军 没说他可以造军舰 宪法只说国会可以管理商业 没说他可以建灯塔 没说他可以建港口 但政府把这些事情都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都是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的 必要与适当的措施 宪法说国会可以征税 可以发行货币 没说他可以开银行 但银行同样是履行上面的 两个权利的必要与适当的措施 你也许会说银行是方便和有用的 但不是必要的 美国经历的两场战争 独立战争和1812年的战争 都是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进行的 咱不都挺过来了吗 可见中央银行没有必要 但不要忘了 正是因为没有中央银行 人民才在这两场战争中吃尽了苦头 付出沉重的代价 人民创造宪法 建立联邦 目的不是满足最基本的需要 而是追求更好的生活 避免再承受过去的痛苦 必要的意思不是不可代替 而是不可或缺 1819年3月6日 在辩论结束三天之后 马歇尔代表法庭宣布了结果 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 宪法到底是人民制定的法律 还是各州之间的合同 他说 诚然 制宪会议的代表是各州议会选派的 不是人民选举的 但制宪会议的结果只是一个宪法草案 不具约束力 此后 各州分别举行了批准宪法的会议 这些会议的代表 可是人民直接选举的 正是这些会议 让宪法成为新大陆至高无上的法律 你怎么能说宪法不是人民创造的呢 宪法是人民的法律 联邦政府毫无疑问是人民的政府 它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 将直接使人民受益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宪法的结构 马歇尔说 宪法是份笼统的文件 不可能像其他法律那样规定细节 那些具体的措施只能从宪法明示的目的中去推演 如果宪法像其他法律那样细致入位 恐怕它就成了谁也读不懂 谁也读不完的天书了 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讲的是宪法 第三个问题是 中央银行的合法性 下面这段话是对必要与适当条款的最权威的解释 被事后的法官们无数次的引用 这段话说 让目的合法 让它在宪法的范畴之内 那么所有适当的为那个目标服务的手段 只要不被宪法禁止 并符合宪法的文字和精神 都是合法的 这段话听上去有点耳熟 没错 汉密尔顿说过类似的话 你也许不知道 马歇尔除了大法官外 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乔治华盛顿传记的作者 他是第一个用第一手材料 为乔治华盛顿力传的人 乔治华盛顿去世前 把所有的文稿 都留给了他的侄子 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什罗德华盛顿 而布什罗德华盛顿 是马歇尔的同事兼密友 而当时市面上的 乔治华盛顿传记 都是根据第三者的讲述 或来源于二手材料 很不准确 布什罗德华盛顿 说服马歇尔 用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 美国国父 马歇尔在任首席大法官的 头五年中 陆续写作和出版了 长达五册的《华盛顿的一生》 因为要写传记 他翻阅了乔治华盛顿的 所有的文件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 出自汉密尔顿的手笔 他非常熟悉 汉密尔顿当年在创建 第一合成国银行时 给华盛顿总统 写的那份著名的报告 他在看报告时 还批注到 这才是宪法的真谛 可见 马歇尔完全认同 汉密尔顿对必要 与适当条款的解释 马歇尔在此案中的阐述 正是汉密尔顿观点的延续 接下来 马歇尔否认法院有权 衡量国会立法的动机 银行法案两次被国会通过 分别在1791年和1816年 两次被总统签署 是乔治华盛顿总统 和詹姆斯麦迪逊总统 每一次都经过激烈 细致公开的争论 不是偷偷摸摸干的 那么你怎么能说 国会没有考虑过 银行的作用呢 那么至于到底有多必要 才算是必要 那是国会的判断 法院无权干涉 国会建立银行的做法 符合宪法的要求 第四个问题是 马里兰州 能向合众国银行征税吗 马歇尔说 宪法是新大陆的最高法律 它高于各州的立法 创造的权利 意味着保护的权利 国会创造了银行 就有权保护它 征税的权利 意味着摧毁的权利 如果各州能向银行征税 他们就能向邮局征税 向珠币厂征税 向专利局征税 向法院征税 向所有的联邦机构征税 这不是美国人民的意愿 他们设计的政府 并不依赖于各州而生存 在引用了麦迪逊和汉密尔顿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 对州权和联邦权利的论述之后 马歇尔下结论说 本法院认为 各州无权 以征税或其他方式 妨碍阻止压迫 或控制国会对宪法权利的实施 法庭无意义判决 马里兰州 关于向合众国银行征税的立法 违宪而无效 很多学者认为 这是马歇尔最精彩 学术价值最高的一份判词 不仅因为他强大的功效 还因为他严密的逻辑 给人一种多一分则肥 少一分则瘦的感觉 他谈的不只是银行 而是联邦与州的关系 联邦权力的延伸 对州权的限制 联邦的本质 宪法的原则 可以说 对这个案子的判决 塑造了美国200年的政治体制 至今仍深深的影响着 人们对美式民主的理解 难怪很多人把它看成 最高法院历史上 最重要的案例 一位学者说 即使马歇尔的名誉 都压在这一个案子上 那已经是足够了 最高法院打赢了银行保卫战 在1819年 那个特殊的时刻 法院做到了 国会和总统做不到 或不敢做的事 因为他不用考虑 国会和总统 必须考虑的政治影响 他只需遵从法律 不必遵从民意 司法独立 再次发挥了 令人无法抵抗的威力 但是独立往往不受待见 法院的无情 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此案的结论 是当时最不受欢迎的判决 各州的抗议风潮是连绵不绝 舆论大战是此起彼伏 恨不得把马歇尔啊 就给喷死 废除司法独立的呼声再急 在即将到来的变局中 法院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也有些人认为 马歇尔当年的立场是造成现在联邦权力过大 进而损害周全的原因 但是不要忘记 马歇尔的美国与今天的美国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的联邦政府强大的吓人 践踏周全的事时有发生 二百年前呢 正好相反 各州处于公事 联邦处于守势 马歇尔法庭的判决是防御性的 不是进攻性的 他不是说联邦可以侵犯各州的权利 而是说联邦的权利不容各州侵犯 如果马歇尔生活在今天 他没准啊 会变成周全主义者呢 因为他追求的是权利的平衡 因为他追求的是权利的平衡 1819年大恐慌 持续了两年多 到1821年渐渐平息 但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 久久难平 然而 在政治上显得有点力不从心的门罗政府 在外交和军事上 却无比辉煌 多多少少抵消了恐慌 带来的消极情绪 美国的大陆野心将伸向何处呢 年轻的国家将怎样向全世界 宣扬自己的存在和意图呢 请听下一个故事 门罗主义 美国的故事 跌宕起伏四百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蓝老师 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第110回 门罗主义 虽然 1812年的战争打得很难看 但经过战争洗礼的美国人 显然变得更加自信 在战争正式结束仅三个月之后 1815年5月 连气还没来得及喘的麦迪逊政府 就派海军名将 美国号舰长史蒂芬德凯特将军 率十艘军舰远赴地中海 打击阿尔及利亚海盗 开始了第二次巴巴里战争 美国海军连皇家海军都不怕 收拾几个海盗 那还不跟玩似的 几个月之内就把海盗们给打服了 1816年 阿尔及利亚与美国签约 释放所有美国和欧洲各国人质 赔偿一万美元 保证永不再犯 欧美从此结束了每年 向巴巴里国家交碎币 也就是保护费的历史 美国呢 获得了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权 麦迪逊从杰斐逊手里接过来的 是一个被内忧外患折磨着的国家 但他交给门罗的 却是一个海燕和清的世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门罗会安享太平 一旦外患消失 门罗的大陆野心就立刻膨胀 这一次他盯上的是美丽的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半岛是欧洲探险者 最早到达的北美土地 1513年 西班牙人胡安庞斯德里昂 这是一个人啊 胡安庞斯德里昂 把这个地区命名为佛罗里达 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 此后呢 西班牙人就不停的在此移民 佛罗里达也就成了西班牙在北美的殖民地 1763年 英军占领佛罗里达 这里成了英国的地盘 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 英国呢 又把它还给了西班牙 那个时候的佛罗里达 比现在的佛罗里达州 那要大得多 它包括东佛罗里达 也就是今天的佛罗里达州 和西佛罗里达 也就是今天的亚拉巴马州 密西西比州 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部分 大约50万平方公里 东西佛罗里达 东临太平洋 南望加勒比海珠岛 西靠墨西哥湾 环抱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 新奥尔良 地理位置有多重要 那就不用说了 1803年 门罗作为总统特使 与法国谈判路易斯安那 构地案 他心中的路易斯安那 那是包括德克萨斯 和西佛罗里达的 西班牙当然不干 但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着 西佛罗里达 从此成了美国的盘中餐 被一点一点的蚕食 1810年 一些不满西北亚统治的人 宣布所谓起义 成立西佛罗里达共和国 结果没俩月 就被美国给控制了 此后 因为1812年的战争爆发 麦迪逊总统不想树敌太多 一直没有明确宣布 西佛罗里达为美国所有 现在门罗总统和他的国务卿 约翰昆西亚当斯 看看东西佛罗里达 那口水简直是止不住了 不吃了这块肥肉 那都对不起自己的好胃口 也不能怪美国太贪婪 主要是西班牙呀 不争气 放着一块好地方 却无力管理 搞得跟无政府似的 海盗 罪犯 跨国大道 印第安人 拉美的革命者 逃跑的黑奴 奴隶贩子 恨美国的人 全都往佛罗里达跑 有些是为了逃避压迫 有些是为了逃避正义 这就给了美国找茬的借口 1817年12月 门罗让战争部长约翰卡尔霍恩 给田纳西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 下了一道命令 让他带兵去佛罗里达北部 打击一些专给美国捣乱的人 当然这里面主要是印第安人 和逃跑的黑人奴隶 但不允许进攻西班牙的军事要塞 卡尔霍恩大概想鼓励杰克逊一下 告诉他不获全胜 不要退兵 这话算是惹了祸了 也不知道是门罗没说清楚 卡尔霍恩没传达清楚 还是杰克逊没听清楚 反正命令到了杰克逊耳朵里 就变成了占领整个佛罗里达 杰克逊啊 是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 别说有命令了 就是没命令 他也照样干 他和门罗那交情匪浅 太了解门罗的野心了 哎 用不着藏着掖着 他在给门罗的信中说 说我六天就能拿下佛罗里达 门罗收到这封明显违反命令的信后 却保持沉默 没有纠正这位无法无天的将军 但同时他也明确告诉杰克逊 他想买佛罗里达 而不是军事占领他 这话在杰克逊听来 那就是矫情 什么买呀 不占领 你咋买呀 杰克逊的本事 我们已经在新奥尔良之战中见识过了 西班牙人都叫他丛林中的拿破仑 他带着三千个民兵和正格军 横扫佛罗里达半岛 所到之处那是摧酷辣朽 到1818年5月 美军已经控制佛罗里达全境 杰克逊得意洋洋的写信给门罗 信中说赶紧啊 再给我派个军团过来 我干脆啊 连古巴也给你收拾了得了 为了震慑佛罗里达人 杰克逊烧毁印第安人的村庄 杀死他们的首领 在占领西班牙的一个军港之后 还抓了两个英国人 硬说人家资敌 让军事法庭判处他们死刑 于是两个英国人 被美国人处死在西班牙的领地上 这要是不招来国际纠纷 那才算怪呢 杰克逊的胆大妄为 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英国说杰克逊违反国际法 要求严惩 西班牙跳着脚的抗议 要求归还领土 国会领袖亨利克莱 谴责杰克逊跃权 要求总统撤了他的职 国会没宣战 他就擅自入侵 友好邻邦 不违宪是什么呢 杰克逊说 我是奉命行事 卡尔赫文说 哎 俺不知道 可能有误会 反正乱轰轰的呀 谁也说不清了 所有的人 包括总统在内 好像对杰克逊的行为 都大吃一惊 内阁会议上 大家吵吵嚷嚷嚷的 骂杰克逊 藐视上级 真是一个混蛋 土匪 只有一个人 持不同意见 他就是国务卿 亚当斯 杰克逊的鲁莽 所谓鲁莽啊 郑重亚当斯的下怀 咱想弗洛里达 想了多少年了 此时不讹西班牙 更待何时 亚当斯 虽然没法让他的内阁同僚 同意自己的观点 但他成功的说服了总统 其实啊 总统也不需要他说服 门罗当战争部长的时候 就对杰克逊的性子 是了如指掌 那道不明不白的命令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那门罗心里 早就有数 在大家面前 故作惊讶的 是正式游戏 暗地里正偷着乐呢 门罗就把打扫战场的事 全权托付给了亚当斯 哎 舞的演完了 哎 该文的上场了 亚当斯跟西班牙说 说要不啊 你们干脆就把佛罗里达 卖给我们吧 哎 我们是文明国家 不白抢 你出个价 这西班牙呢 早就哭晕在厕所了 被人家拿枪指着脑袋 卖孩子的滋味 那可不好受啊 但是卖还能换点钱 不卖 那就啥都没有了 门罗倒是挺体贴的 看着谈的差不多了 为了给西班牙一个面子 他命令杰克逊 撤出佛罗里达 看上去啊 就像是西班牙 主动把地儿卖给美国的 不是被迫的 1819年2月 美西签署 横贯大陆条约 也叫亚当斯 欧尼斯条约 西班牙正式放弃 对东西佛罗里达的所有权 美国呢 向西班牙支付500万美元 其实这500万美元啊 不是买地的钱 而是了结了美西之间的债务 佛罗里达 那等于是白送 不仅如此 西班牙还认同了美国 对路易斯安那边界的划分 宣布放弃对西北太平洋沿岸 也就是俄勒冈地区的声索权 本来美 英 俄 西都说俄勒冈是自己的 现在呢 西班牙退出了 美国少了一个对手 为最终拥有俄勒冈 扫清了一个障碍 作为交换 美国同意 哎我呀 不要德克萨斯了 其实啊 意思是 这饭呢 要一口一口吃嘛 吞并佛罗里达 使美国的领土 延伸到墨西哥湾 获得了战略要地和贸易港口 打开了通往加勒比海的大门 亚当斯 欧尼斯条约 还为美国争取到 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和贸易圈 不仅让横跨北美的理想往前迈了一大步 也让亚太地区进入美国人的视野 从此 美国商船和军舰驶进太平洋 条约签订20年后 美国商人在夏威夷立住了脚跟 条约签订30年后 马修佩里率领所谓黑船来到江湖湾 逼着日本打开了国门 神秘的东方 不再神秘了 忙完西班牙这一头 美国又趁着热乎劲跟英国谈 确定美加边界的北纬49度一线 一直延伸到洛基山脉 英美共同拥有俄勒纲十年 双方贸易和人员自由往来 英国同意修改根特条约 明确保证放弃了实行了20多年的海上胁迫行为 不再抓美国船员 停止五大湖上的军备竞赛 发展友好的贸易关系 美英关系变好了 倒不是因为英国变乖了 而是他需要在欧洲大陆搞平衡 正好可以借着美国的力量 牵制列强在美洲的殖民地 不管怎样 这一系列的外交成就 足以让门罗和亚当斯 好好地喝一壶 但庆功酒刚下肚 三件事是同时找上门来 真是啊 烦不胜烦 第一件事就是希腊革命 1821年 希腊爆发了反抗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的运动 看样子啊 希腊人士很崇拜美国革命 他们有样学样 发表了独立宣言 开始了所谓独立战争 派人到美国拉近乎 美国人自认为是革命的祖宗 地球上任何角落发生的革命 都跟他们有关系 这会儿一看 希腊跟咱们这么亲 咱们义不容辞啊 就像当年满大街支持法国革命一样 热血青年们铺天盖地的支持希腊革命 激怒死了 门罗政府必须给个说法 到底支持不支持希腊 自乔治 华盛顿以来一直恪守的中立原则 还能坚持下去吗 这国会和总统 让愤青们吵得脑袋都大了 情不自禁地倾向于支持希腊 至少道义上应该支持一下吧 别含了革命群众的心呢 亚当斯一看不妙 赶紧揪着门罗的耳朵喊 中立中立中立 别忘了祖训啊 欧洲关咱们屁事啊 瞎掺我个啥呀 门罗终于醒过来了 就像当年华盛顿拒绝法国那样 把他的后背就转向了希腊 第二件事是俄国在北美的扩张 从1790年左右起 俄国通过俄罗斯美洲公司 开始在北美活动 渐渐地占领了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在北美大陆的西北角 靠近北极圈 这是一个冻冰棍的好地方 别的事啊 基本干不成 这俄国的沙皇呢 也不甘心 老想着往南蹭一蹭 可是南边的加拿大 那是英国的地盘 不好惹呀 那既然路上过不去 那我们就走海上吧 1821年 沙皇亚利桑那一世宣布 把俄国在北美的所谓的领海 往南延伸至北围51度线 你们谁都不许在我这打鱼 或者航行 那么按道理呢 这事跟美国呀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美国的北部边界 也就是美加边界 那是北纬49度线 跟51度线还差着200多公里呢 英国跟俄国拍桌子 那有情可原 那毕竟妨碍了加拿大的利益 美国呢 也跟着起哄 为什么呢 因为俄国的做派 妨碍了美国人 视为珍宝的东西 那就是航行自由 所谓自由船运 自由货 我想去哪儿 那就去哪儿 谁爱着我 我就跟谁死磕 那么门罗和亚当斯 怎么向所谓的这个好朋友沙皇 表这个态呢 对付俄国 当然要跟英国合作 英美同心 才能事半功倍 皇家海军 专管呀 吓唬人 美国呢 只要义正言辞的 抗议一下就好了 亚当斯 在给俄国的照会中说 说我们承认 俄国在北美的既得利益 但是我们的原则是 美洲大陆 不再允许任何新的殖民活动 这话的意思是 阿拉斯加 我们认了 其他地方休想 在美国的压力下 沙皇就同意 将触角 缩回到北美 54度 40分 允许美国船只 在太平洋沿岸 自由航行 因为他不想同时得罪 两个贸易伙伴 亚当斯对俄国的这段话 成了门罗主义的前奏 美英在这次 外交努力中的合作 让双方都尝到了甜头 他们很快 就要看到一个 新机会了 第三件事是拉丁美洲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 趁着拿破仑战争中欧洲列强无暇西顾的机会 辣美的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殖民地纷纷闹起了革命 1804年海地宣布独立 1810年哥伦比亚宣布独立 1810年墨西哥宣布独立 1811年委内瑞拉宣布独立 1816年阿根廷宣布独立 1818年智利宣布独立 1822年巴西宣布独立 拉美兄弟们 把他们的欧洲老东家给气死了 也把美国人看傻了 因为中立的原则 和与欧洲的商贸关系 美国一直没有承认 任何拉美的独立国家 但美国人血液里 那独立自由的基因 又让他们对拉美革命 满怀同情和热情 同时他们也看到了 拉美巨大的市场和商机 承认这些新国家 意味着得罪欧洲 不承认呢 良心上过不去 利益上那也过不去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 欧洲国家 特别是神圣同盟国家 这里面包括俄国 奥地利普鲁士 还有法国 都恶狠狠的盯着拉美 威胁着要再次殖民 这下呢 就轮到美国纠结了 回避不是办法 总要啊 选边站 但问题是 怎样才能既保持中立 又保护邻居呢 美国应该在新大陆 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拉美与欧洲不同 这眼皮子底下的事 不能不管 但是怎么管 美国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国会领袖亨利克莱特别的积极 早就想承认拉美国家 但总统和国务卿呢 不太感冒 克莱觉得 拉美肯定会越长越像美国 与美国一样 拥有同样的价值观 和同样的自我管理水平 亚当斯可没那么乐观 他认为拉美的天主教根深蒂固 从西班牙葡萄牙那儿 继承的专制传统 也很根深蒂固 这样的宗教传统 是产生不了美国的 咱们跟他们呀 没什么共同语言 就像咱跟西班牙葡萄牙 没共同语言 那是一样的 可是拉美毕竟是邻居 老拖着不理人家也不好啊 就这样磨蹭着 一直到1822年 美国终于承认了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 刚承认没多久 拉美就面临再次 被殖民的危险 上面这三件事凑在一起 让总统和国务卿 看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美国需要一个 与时俱进的外交原则 华盛顿的孤立主义 需要一个升级版 咱们再也不能 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了 要让所有的国家 都看清楚咱们的底线 省得他们呀 老是想路非非 那么这个底线是什么呢 就在总统和国务卿 忙着设计 新孤立主义2.0的时候 英国居然主动跟美国 套起近乎来了 1823年下 英国外交大臣 乔治坎宁 对美国驻英大使 李查德罗什说 说咱俩呀 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吧 告诉欧洲大陆那些流氓们 禁止他们插手 美洲事务 罗什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哎老大 以前连正眼都不瞧我们 现在要跟我们 哎发联合声明了 哎这也太给面子了 这英国的用心呀 不难猜 他要制衡欧洲 当然不希望欧洲其他国家 到美洲开辟新的殖民地 与他竞争 拉美所有的国家 都独立那才好呢 这样英国就是唯一 在新大陆 有殖民地的了 啊 当然这殖民地 指的是加拿大 美洲天高皇帝远 叫上美国帮忙 那岂不是省事吗 皇家海军的威名 加上美国这个地头蛇 量那些欧洲人 也不敢轻举妄动 罗什把坎宁的话 就传回了华盛顿 门罗呀 也觉得新鲜 赶紧向两个老朋友请教 他们是前总统杰斐逊 和麦迪逊 这俩人都觉得 这是提升美国国际地位的好机会 建议门罗接受坎宁的提议 所有的内阁成员也都同意 只有一个人说不 哎 你肯定能猜得到 这个不合群的人 就是超独立 超有创意的国务卿亚当斯 亚当斯说 咱们呀 绝对不能与英国发联合声明 因为那样咱们就变成了拴在英国军舰后面的小船了 英国强 美国弱 咱宁当机头啊 是不当奉猬 我们不是世界老大 但要做美洲老大 反对欧洲插手美洲 这话 我们得自己一说 显出我们的独立和尊严 不能扯上英国 亚当斯说这些话可不是斗气 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两年前他与英国驻美大使坎宁 也就是外交大臣坎宁的表弟 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亚当斯说 我不知道你们要什么或不要什么 你们要印度 你们要非洲 你们要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坎宁说 也许我们还要一片月亮呢 亚当斯说 我没听说你们要月亮 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 我就不知道有哪块地方是你们不想要的 坎宁说 难道你想挑战我们对加拿大的所有权吗 亚当斯说 不 你可以保留属于你的东西 但把这个陆地上其余的地方留给我们 从这段话中你可以看出 亚当斯对整个美洲大陆的野心 拉美早就在他的事业之中 实际上 他让英国保留加拿大还算是客气的 在他心中 北美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 那早晚都是美国的 拉美也就是南美将是美国的后院 他才不会与英国共享美洲呢 亚当斯在那个会议上 舍战群辱 把大伙一个一个的说服 当然最重要的是 他赢得了总统的支持 足见他们俩是多么的心意相通 1823年12月2日 门罗总统向国会发表 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 在这篇文章中 门罗总统说了下面这段话 美国权力和利益所涉及的原则是 美国以其独立的环境和条件 从此不能被任何欧洲国家再次殖民 欧洲的政治制度与美洲有根本的不同 为了我们自身的防御 我们认为任何干预我们这个板球的企图 都是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欧洲事务 对于欧洲在北美现有的殖民地 我们不会也不应干涉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宣布独立的美洲国家 任何欧洲国家 以任何方式进行的干涉 都将被视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 不友好行为 这就是为后人所熟知的 门罗主义的最原始的表述 也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美国外交意识形态 它是孤立主义的延伸 把孤立的范围从美国扩大到美洲 门罗想说的是 第一 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 欧洲也不许干涉美洲事务 第二 西半球也就是南北美洲 永远对欧洲的殖民主义关上大门 第三 对美洲任何国家的侵略 都是对美国的侵略 美国将会介入 这的确是个充满勇气 智慧和远见的外交精品 但门罗主义这个词 可不是当时就有的 门罗也不知道 自己居然创造了一个主义 直到1850年左右 门罗主义才渐渐的变成经典 很多学者认为 门罗主义的真正作者是亚当斯 而不是门罗 应该叫亚当斯主义才对 但是呢 话也不能这么说 门罗完全有资格享有这个圣域 没有他的支持 亚当斯的所谓小众观点 根本不可能得到认可 况且曾经当过驻法大使 驻英大使 国务卿的这个门罗 外交经验和技巧 一点也不亚于亚当斯 他有能力独立的做出同样的判断 只不过他的观点 与亚当斯的是不谋而合 应该说门罗主义是门罗和亚当斯亲密合作的结果 这个门罗主义在当时啊 没有什么轰动效应 跟没说也差不多 欧洲列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几句话 或者说呀 他们根本也不在乎 原因很简单 美国太弱了 人微言轻嘛 1824年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 是英国的三分之一 法国的三分之一 俄国的二分之一 更不要说那些东方巨人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 门罗呀 是在吹牛皮 美国无力保护拉眉 但是门罗主义的实施 却非常成功 美国以弱至强 没人敢越过那条红线 这里面的原因也很简单 这只叫做美国的狐狸 背后还站着一只叫做英国的大老虎 虽然美国拒绝与英国发表联合声明 让英国很不爽 但门罗主义的原则 符合英国的利益 这两家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美国负责说大话 英国呢负责秀肌肉 在门罗主义实施的头三十年里 真正挡住欧洲的殖民步伐的 不是门罗那几句狠话 而是犹豫在世界各大洋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 皇家海军不放行 谁也去不了美洲 但英国自己还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学者们认为门罗主义之所以成了气候 一是因为美国占据了道德高地 把所谓反殖民说的是理直气壮 赢得了拉美国家的共鸣 二呢 是因为这个原则不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 不干涉欧洲事务 不干涉现有的殖民地 没有引起欧洲列强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 美国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 承认英国的霸主地位 尊重他的游戏规则 愿意与他亲密合作 再加上美国独立的地理位置和文化 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了 门罗和亚当斯把挑战变成了机遇 把一手中等牌打出了上等牌的效果 后来很多国家都想用山寨版的所谓门罗主义 锁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无一例外都变成了邯郸学部 搞得连路都不会走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只看到门罗主义的形式 没有看到他的灵魂 只看到他的霸气 没有看到他的隐忍 只看到他的强硬 没有看到他的灵活 只看到了他的坚持 没有看到他的妥协 只看到了他的索取 没有看到他的付出 哎这世界上哪有光占便宜 不吃亏的事呢 随着美国的日益强大 门罗主义的功效也日益彰显 他在成功的维护了美国的利益的同时 也成功的把拉美变成了美国的后院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美国的领袖们总能用门罗主义 解释自己的外交和军事行为 对门罗主义第一次真正的考验 是1862年到1867年的墨西哥事件 或者称为马克西米利安事件 186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 拿破仑三世入侵墨西哥 推翻共和政府 立马克西米利安为墨西哥皇帝 当时美国内战震撼 林肯总统只能对墨西哥表示同情 但爱莫能助 内战一结束 美国立刻以门罗主义为由 向墨西哥共和力量提供武器 粮食人员沉冰美墨边境 在美国的帮助下 墨西哥于1867年收复首度 处决马克西米利安 赢得了与法国的战争 国务卿威廉沃西德说 八年前门罗主义还只是个理论 现在它已经变成不可更改的事实 19世纪末20世纪初 门罗主义成为不容侵犯的原则 英国也不能例外了 189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 是美国第一次因门罗主义 跟英国就杠上了 克里弗兰总统的强硬态度 迫使英国同意坐下来 与委内瑞拉谈判 和平解决了领土争端 美国的介入 既拉近了它与拉美邻居的关系 也让英国意识到 是该尊重美国的地位了 因为此时的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189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以门罗主义为借口发动美西战争 解放了古巴和菲律宾 他还对门罗主义做了新的解释 他说话说低调一点 手里拿着大棒 这就是大棒政策的来源 后来大棒政策就变成了大棒加胡萝卜 表示恩威病失的意思 1902年加拿大总理威尔弗里德·劳瑞尔承认 门罗主义是加拿大安全的基本保障 他认为美国海军在太平洋 英国海军在大西洋 跟着这哥俩混 加拿大还需要国防吗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是对门罗主义最现代化的运用 肯尼迪总统说 自从门罗总统和约翰·昆西·亚当斯 对他进行阐述以来 门罗主义的含义从来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 渗入西半球 这就是我们反对正在古巴发生的事的原因 大概门罗主义唯一的例外 是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 利根政府对英国的军事行动保持沉默 阿根廷当然要倒霉 有时候美英关系的分量 还是可以超越主义的 对拉美国家来说 也许门罗主义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但他们更关心来自美国的威胁 门罗那几句冠冕堂皇的话 在拉美听起来就是 美洲是美国的美洲 别人不许插手 当拉美的利益真的受到损害时 那美国靠得住吗 他到底是保护拉美 还是在控制拉美呢 随着时代的变迁 门罗主义也变换着面孔 有人说他已经死了 有人说他不再适用 也许只有当危机来临时 人们才会看到 美国是否还有那一份坚持 利益和责任孰轻孰重 就要看领袖们的担当了 一切辉煌都有尽头 就像所有的演出都会结束一样 门罗和他代表的建国年代 随着国父们渐渐远去 美国人将怎样表达 他们的崇敬和思念呢 国父们为他们的子孙后代 留下了什么呢 请听下一个故事 最后的国父 美国的故事 跌宕起伏四百年 严谨而不严肃 简明而不简单 碧兰老师 潜心创作七年 巴一巴美利坚的前尘往事 讲一讲清教徒的建国大业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的故事 第111回 最后的国父 除了1819年的经济危机 这个不愉快的插曲以外 门罗政府的统治 算得上是风调雨顺 当1820年的大选来临的时候 门罗没有对手 他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 这种事只在华盛顿身上发生过 那么既然如此 门罗应该得到所有的231张选票 但结果是他得了228张 为什么呢 其中有两个选举人缺席 另一个威廉普鲁默 把票就投给了并非候选人的 约翰昆西亚当斯 普鲁默的理由是 门罗还不错 但亚当斯更好 后人的传说是 普鲁默很爱门罗 但更爱华盛顿 如果他把票投给门罗 门罗就会像华盛顿那样 成为无意义当选的总统 普鲁默觉得门罗再牛 那也牛不过华盛顿呢 所以只好对不起了 无论如何 门罗呀 紧以一票之差 是无意义当选 这个成绩已经让人呢 望尘莫及了 美国政坛从未有过的和谐 也从另一个角度 反映了美国人对国父们的眷恋 他们似乎在极力挽留着 渐行渐远的建国年代 1776年7月4日 那13个孤悬海外 默默无闻的英属殖民地 宣布独立 在新大陆点亮了 十三束微弱的烛光 当时的美利坚联邦 有13个州200万人口 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24年 美利坚合众国 已经拥有24个州 将近1000万人口 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国父们 预计只能生存20年的国家 就这样跌跌撞撞的 走了一城是又一城 转眼间 就将迎来他的第50个生日 50年的艰辛 痛苦 喜悦 激情在国父们的手中 变成了美酒 让人们沉醉其中 不愿醒来 然而 大家都很清楚 门罗是他们看到的 最后一位国父 此后 白宫的主人将是新生代领袖 门罗好像很理解 大伙的心情 为了庆祝独立50周年 他邀请了一位 美国人最爱的客人 那就是拉法耶特 当年 19岁的拉法耶特侯爵 为美国而战 为自由而战 他是革命年代 最浪漫的代言人 有什么比他的来访 更能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呢 法国革命时期 拉法耶特深陷囹雨 他的夫人也差点就上了断头台 驻法大使门罗的妻子 伊丽莎白去监狱 救出拉法耶特夫人 门罗给他和孩子们 发美国护照 并派人把他们的儿子 偷运到美国 交给华盛顿抚养 现在 门罗总统和国会 邀请拉法耶特 作为国家的贵客 访问这片 他曾未知流过血的土地 1824年8月15日 67岁的拉法耶特 和儿子就抵达了纽约 距离他上一次访美 也就是1784年 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 他终于有机会 亲眼看看 他当年种下的自由的种子 接触了什么样的果实 本来他计划用四个月的时间 访问最初独立的那13个州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 四个月变成16个月 13个州就变成了访问24个州 他的旅程成了美国历史上 最温暖最动人的英雄赞歌 拉法耶特一踏上纽约的土地 整个城市立刻进入节日状态 力炮齐鸣 终声大作 军乐响亮 国旗飞舞 成千上万人 在港口迎接 纽约人上次见到这个阵势 还是在1789年 华盛顿就任第一任 美国总统的时候 拉法耶特从百老汇走向市政厅的那一路 上百万的花瓣是满天飞舞 就像今天时代广场上跨年的材质秀一样 纽约把调子定得这么高 各个城市随即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看谁搞的事更隆重 波士顿在拉法耶特金城的路上 搭起一个巨型的拱门 费城说一个拱门算啥呀 我盖13个 象征当初独立的13个州 每一个城镇和乡村 不管历日当头还是大雨倾盆 人们都会等待好几个小时 只未见拉法耶特一面 握一下他的手 退屋老兵们含着眼泪亲吻他 拥抱他 母亲们把孩子抱到他面前 请求得到他的祝福 美国人如此热烈的庆祝拉法耶特的归来 实际上也是庆祝他们自己的国家 拉法耶特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提醒他们 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 因为他们是当时唯一 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民族 拉法耶特是他们的英雄 是他们的国父 是早已远去的华盛顿 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所谓儿子 拉住他 那时候曾被华盛顿拉住的手 就是拉住了历史的衣袖 让思念多停留片刻吧 在北方访问了两个月之后 拉法耶特于10月12日来到首都华盛顿 24个少女代表24个州 引领他走向国会山 少女们身穿白色的连衣裙 细着蓝色的围巾 手捧鲜红的玫瑰花 蓝白红 那是拉法耶特亲自选定的法国国旗的颜色 也是美国国旗的颜色 自由 平等 不爱 是法国革命的理想 也是美国革命的理想 47年前 不正是共同的理想 让那个血气方刚的少年 舍弃荣华 远渡重阳 在新大陆 挥洒他的青春和热情吗 国会大厅里 按照当年的样子 搭起华盛顿的军帐 只为让拉法耶特 重温他和他的总司令 一起度过的炮火和硝烟 所有的国会议员 都向他表达了 重敬和住院 从国会出来 拉法耶特走向他的老朋友的家 那就是白宫 白宫的简单和低调 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与欧洲宫廷 形成鲜明的对比 没有衣着华贵的仪仗队 只有一个仆人为他打开大门 总统和所有的内阁成员 都在等他 没有一个人穿金挂银 每一个人都带着微笑 门罗紧紧的拥抱 他的战友和朋友 两人的眼里都是泪水 最后一位来自革命战争的总统 和最后一位华盛顿麾下的将军 重逢了 这一刻是上帝的恩赐 门罗就说 我非常希望你能在白宫下榻 但我知道首都的人民更需要你 他们说你是国家的客人 他们有权好好地款待你 但我仍然希望你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家 我的餐桌上随时准备着你的餐具 只要你没有其他安排 就请来与我一起用餐 第二天 拉法耶特父子与门罗和夫人 以及他们的女儿女婿 共进早餐 晚上 门罗设国宴款待拉法耶特 在座的有内阁成员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国会领袖 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 十岁随父亲去法国时 就认识了拉法耶特 曾多次与他一起吃饭和讨论各种问题 两个人是交情匪浅 约翰马歇尔也是拉法耶特的顾教 他出使法国时与拉法耶特是过往甚密 时隔二十五年 他们又见面了 固有重逢的喜悦 真是千金难换了 接下来拉法耶特去了弗农山庄 他在华盛顿和玛莎的墓前 独自静静的坐了一个小时 回忆着他们一起流的每一滴眼泪 一起展开的每一个笑容 在别人眼里 华盛顿是神 是总统 是总司令 但在拉法耶特眼里 他是朋友 是父亲 是兄长 也许不久 他们将相约在天堂 从弗农山庄出来 拉法耶特开始访问南方各州 他的每一个足迹都是那个激情岁月的见证 10月19日 约克镇战役的胜利日 拉法耶特来到当年的战场 约克镇战役是独立战争的最后一战 而拉法耶特是约克镇战役的第一功臣 但是他再也看不到那两个舍生忘死 跟敌人拼刺刀的小伙伴了 那么这两个小伙伴呢 一个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一个是约翰劳伦斯 在里士满 这个拉法耶特曾与英军将领 本尼迪克阿诺德和查尔斯康国里斯周旋的地方 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面孔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双面间谍 詹姆斯阿米斯戴德 正是这个黑人青年奋不顾身的奉献 确保了约克镇战役的最后胜利 那么这个故事呢 大家可以再听一听 走向约克镇这一回 11月拉法耶特来到了蒙蒂塞洛 拜访他的老朋友 81岁的杰斐逊和74岁的麦迪逊 在法国革命爆发的最初日子里 驻法大使杰斐逊与拉法耶特一起讨论人权宣言 他是拉法耶特的杰作 也是法国革命最宝贵的财富 那闪光的语言 那红色的梦想 点燃了每一个年轻的生命 也点燃了一个沸腾的时代 拉法耶特在蒙蒂塞洛住了整整十天 这老哥几个又说不完的话 他们都知道 每一个人啊来日无多 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聚 随着冬天的来临 天气变得恶劣 道路变得难行 拉法耶特回到了华盛顿 在首都度过了三个月的寒冬 也见证了建国以来最肮脏的总统大选 在无数的阴谋和交易之后 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为第六任总统 拉法耶特的存在 似乎缓解了政治斗争的痛苦 因为只有他能提醒敌对双方 世界上还有比仇恨更重要的东西 1824年12月7日 门罗向国会递交了他的第八个 也是最后一个国情咨文 在文章中他伤感的说 拉法耶特在法国革命中 几乎被剥夺了全部家产 如今生活窘迫 门罗希望国会能报答拉法耶特 为美国革命做的牺牲和贡献 12月10日国会通过决议 奖励拉法耶特20万美元 这相当于今天大约400万美元 外加佛罗里达的拉哈西地区的大片土地 以表达美国人民对他的感激之情 这笔钱和土地足以保证拉法耶特 优雅舒适的安度晚年 1825年3月4日 在参加完亚当斯的就职典礼后 66岁的门罗告别华府 启程回自己的橡树山庄园 6月拉法耶特准备回国了 那么在走之前呢 他想再见一次朋友 此时门罗正在乡下度假 他的度假屋和马歇尔的紧挨着 两家正一起消磨夏日的时光 两位太太交流着养生经验 两个老家伙喝酒打猎玩游戏 仿佛又变成懵懂的少年 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 亲自陪着拉法耶特去乡下建门罗 在过波托马克河上的一座桥时 约翰昆西亚当斯付了费 马车刚走出几步 后面就有人大喊 说总统先生总统先生 只见收费站的小哥就追了上来 他说 总统先生您哪少给了一毛一分钱 天才总统闹了一个大红脸 他这一辈子可能都没犯过这样的错误 门罗和马歇尔看到拉法耶特和亚当斯 那当然是很高兴 当晚的烛光特别明亮 当晚的餐桌上是笑语连连 每个人都想留住这一瞬间的快乐和柔情 57岁的亚当斯 看着三个前辈仰慕之情 那是油然而生 此时马歇尔是69岁 拉法耶特67岁 门罗66岁 当年门罗和马歇尔都是拉法耶特的部下 对战争的回忆总能把他们的心拉得是很近很近 当年的他们也许都没有想到他们的一腔热血的冲动竟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是天意还是人心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门罗和拉法耶特先向最年长的马歇尔敬酒 向这位战士政治家法官致敬 马歇尔呢站起来敬拉法耶特一杯 感谢他舍弃欧洲的舒适生活 为美国的自由而战 然后他深情的看着门罗 这个他一生爱着的朋友 他说 我很骄傲我们年少时就相识了 我们经历了所有的考验 你依然是我最爱和最尊敬的人 门罗此时也是深受感动 他说 我们一起开始了我们的事业 我的整个公职生涯都在你的眼中 你对我和我的政府的肯定 在我心中占有最高的地位 两天后 拉法耶特告别他的朋友们 一路北上 在昆西 他最后一次看望现任总统的父亲 89岁的前总统 约翰亚当斯 在波士顿 拉法耶特从邦克山的战场 带走一棚泥土 这棚土将洒在他的坟墓上 他一走遍所有的二十四个州 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 美国之行深深的触动了他的心 这位两个世界的英雄 在两个世界的遭遇是恍如隔世 同样起源于启蒙思想的两场革命 在新大陆缔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共和国 而在旧大陆却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从绝对君主到立宪君主 到共和国到帝国又回到了绝对君主 革命前的法国是波旁王朝 革命爆发三十五年后的今天 统治法国的仍然是波旁王朝 为什么同样的革命 没实现同样的目标呢 为什么同样的理想 没收获同样的果实呢 为什么同样的勇气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呢 为什么同样的智慧 教化出不同的领袖呢 是上帝太偏心 还是历史太挑剔了呢 1826年7月4日 美国迎来了第五十个生日 这一天所有的心都激动不已 所有的脸上都带着笑容 就在举国欢庆的时刻 一南一北两个信使都在快马嘉宾赶往首都 他们都带着悲伤的消息 7月4日晚6点 90岁的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去世 他离开前说的最后一句清楚的话是 托马斯 杰斐逊还活着 但是约翰亚当斯错了 五个小时前 82岁的杰斐逊 以掀他而去 他们去世的这个时间段 正是50年前大陆会议 向公众宣读 独立宣言的时间 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 这对相爱相杀的冤家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14年 放弃偏见 放下自尊 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友情 他们想让子孙后代 读懂他们对自由 对革命 对美国的不同解读 他们想让世界知道 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 实际上是基于不同的蓝图 14年中 昆西和蒙迪赛洛之间 一共交换了158封信 这些信是对革命年代的 最深情 最幽默 最理智 最浪漫的描述 托马斯杰斐逊 对约翰亚当斯说 在没把自己解释清楚之前 我不能死 约翰亚当斯确信 托马斯杰斐逊 对革命的定义 将走进历史教科书 但那不是真相 美国不是一帮 怀着远大理想 抱着必胜信念的 所谓革命家 创造出来的奇迹 而是几个 犹豫不决 瞻前顾后 不确定自己 在做什么的绅士 拼凑出来的一个巧合 革命开始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 他将怎样结束 革命结束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 他将意味着什么 正是对未来的恐惧 和对未知的探索 成就了一个 史无前例的故事 也许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 这两个人呢 太爱对方了 他们都无法独自生存 选择了同年 同月 同日 而几乎同时 离开人世 他们也选择了 这个独立日 因为他们都爱 他们的国家 1831年7月4日 美国独立 55周年 73岁的詹姆斯门罗 在纽约去世 美国前五位总统中 有三位 在独立日告别世界 你不相信 这是上帝的安排吗 1834年5月20日 76岁的拉法耶特去世 他的墓上飘着星条旗 那面旗 已经飘了整整200年 连纳粹德国 都没打扰过他 1835年7月6月 在病床上度过独立日 两天之后 80岁的约翰马歇尔 在费城去世 结束了长达34年的 马歇尔法庭 在他的葬礼上 费城的自由中 突然断裂 从此再也没有想过 1836年6月28日 麦迪逊去世 享年85岁 他是最后一位 离世的国父 这位从小就病临殃殃 没人相信他能活过20岁的麦迪逊 活过了所有的人 他说 我只是活过了我自己 国父们走了 他们蒸蒸吵吵 描描画画的国家还在 那部宪法还在 他们费尽心机 想告诉后人的 是他们的困惑和矛盾 是追求和思考 他们希望子孙明白 宪法的目的不是消除分歧 而是保护表达分歧的权利 美国政治也许充满阴谋 但没有流血 每个人都使尽手段 但愿赌服输 国父们也许互相憎恶 但也互相尊重 他们为原则坚持 也为利益妥协 他们在对彼此的攻击中 捍卫了宪法的精神 他们在争权夺利中 为年轻的共和国护航 他们身上有圣人的光辉 也有魔鬼的影子 但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内心 他们都守住了道德底线 和政治节操 他们都在为国家的服务中 超越了自我 不管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是否正确 他们都为理想努力过了 他们为人类留下了一个独立的民族 为世界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国家 正如1776年 约翰亚当斯在大陆会议 号召独立时说的那样 有几个人能拥有这样的荣耀呢 国父们的离去 意味着美国政治进入了政客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第一场大戏 马上就要上演了 各位听友 美国故事第一册至第七册 至此播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毕兰老师最新创作的美国的故事 我们会在整理之后录制播出 那么敬请期待 我们会在下一季的美国的故事中 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